会相交 所以 也不可能认识此位金丹真人 虽然成流心中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起身 向洞府之外走去 不管如何 剑 还是需要剑一下的 毕竟 他可不再是一位任人可弃的铸鸡器修士 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金丹真人 所以 也没有任何理由聚于对方 况且 这里可是仙城 即使元英修士 也不敢在仙城中动手 最重要的是 家族的后台 可是一位元英真君 哪怕家族老祖不喜问世 性子谨慎 但后人有难 老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这一点 成流倒是也有信心 很快 成流的身影消失了洞府中 陈氏楼 某间包厢中 不知道有 如何称呼 成流望着面容陌生的老者 带着笑意问道 虽然他心里比较疑惑 但表面依旧是一副欢迎的模样 见此 端坐在椅子上的老者 见到成流的一瞬间 瞬间眉头一皱 此酒楼的东家 不是一位筑机器修士吗 怎么 现在变成了一位金丹修士 家族情报部的这帮家伙 连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 一天到晚到晚 只知道伸手朝家族要资源 一点没有用 回去之后 定要将此事上禀老祖 削减其资源供给 虽然他心里暗恨不已 但还是起身相迎 同时脸上也多了一份合约的笑容 在下来自赫连先族之脉 赫连丹青 见过赫连道友 成流笑着 伸手虚应道 道友请 少青 两人落座后 成流直接开口道 不知道有来寻 有何要事 闻言 赫连丹青面色一正 开口道 此次来拜访道友 是有一事相求 望道友能行得方便 闻言 成流既没有答应 也没有否决 而是笑着道 不知道有想要行什么方便 成流清楚 能让一位金丹修士 亲自跑一趟 这是应该小不了 不然 凭借着赫连先族 在此片海域中的威名 定然会有大把的修士 交好对方 赫连先族 成流也是比较了解 那可是有原因 老祖坐镇的古老先族 那可是比寻常员 阴急势力 存在的时间还要悠久 连织脉都有几只 寻常这等先族 可没有此等抵御 虽然此族的主脉 在镇海蒙某一座岛屿中 此片海域中 赫连先族 也只是织脉之一 但此织脉 可是在此片海域 已立足了上千年 也是抵御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力 据闻 此片海域中之脉十分兴盛 连金丹大圆满修士 族族有好几位 便是赫连先族祖地的老祖 对此之脉也比较关注 再加上 此之脉人才被出 因此 这才在此片海域中 积攒下偌大的生命 也正因为如此 成流心中更为疑惑了 对方有什么事 需要用到他 毕竟 他也不过是一位金丹修士而已 有这般修为的修士 成流相信此族 应该不缺 也正因如此 他可不敢直接答应 见对方没有直接答应 赫连丹亲哈哈一笑道 道友多虑了 此次在下所求之事 对于道友而言 应该是一件好事 闻言 成流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但面上依旧是笑盈盈的 哦 道友诞讲无妨 若是能答应 在下绝不推辞 本族希望能收购道友的受血生意 想来道友也是为了零食 这点本族绝对会给道友一个满意的价格 赫连丹亲笑着道 若不是对面的修士 是一位金丹修士 而是一位助机器修士 他早就威逼对方了 那里用得着如此这般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 也只能用零食来收购对方手中的生意了 希望对方不要不是好歹 毕竟 这是他能拿出最大的诚意 受血生意 这是成流早年在此先成立足后 所发展起来的生意 为此 他早年将老族赏赐下来的宝物 变卖一些后 一点一滴的慢慢壮大至今 不然 丹平开设的店铺 不知哪年才能积攒下足够的零血 才能让家族的练气大圆满修士进行突破 现在此门生意 可以虽不敢说很庞大 但也有足够的规模 此时 对方来摘取桃子 他怎么可能答应 怪不得 近些几年来 收购到的受血比以往少了许多 显然 这是此族的动作导致受血生意 出现了意外 毕竟 灵血对家族的重要性 极其重要 也因如此 成流才极为在意 当然 这些杂事 老族也并不清楚 不过 成流虽不知对方的目的何在 但他不可能放弃此门生意 此乃是家族最大的底蕴之一 也不能直接回绝 须婉转一些 以免伤及对方的颜面 旋即 成流笑着道 多谢贵族的好意 虽然在下也很想答应 但此门生意 乃是为后辈的银胜所利 在下也不能为了一时的零食 而弃后辈 不管不顾吧 道友的这番心意 在下心灵了 听闻此言 贺莲丹青脸上的合跃之色 逐渐消散 而后面色正重道 道友真不愿意放弃吗 见状 成流依旧笑着点了点头 哪怕道友得罪我族 也不会改变主意吗 说到最后 贺莲丹青的语气 变得越发冷漠起来 见此 成流脸上的笑意 逐渐收敛 再次点了点头 瞬间 那才相谈甚欢的两人 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有种一触即发 即将翻脸的模样 无形的硝烟气息 在此间包厢内弥漫 这时 贺莲丹青脸上 严肃的表情为之一跨 硝烟气息 清扫一空 而后他苦笑了一声道 不瞒道友 此乃是老祖交代下来的任务 希望道友能成全 显然 见对方不答应 直接开始用原音修士来威胁 他面前的金丹修士了 不然 连这等的小事都办不好 空手而回 一旦被那些死对头知道 那岂不是要被笑话死 所以 无论如何 今日也要促成此事 另一边 见贺莲丹青如此说 成流心底一尘 不管对方所言 是真 是假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便贺莲丹青或者贺莲先祖 很重视授血生意 但授血也不过是化妇灵财 以及一些特殊宝物的辅助灵财 亦或者秘书所用 如今看来 是没有办法 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 让对方离开了 玄机 成流面露愧疚之色 道 不瞒道友 若是此门银盛 只是为后辈而立 在下 也愿意成全道友 毕竟 重新为后辈弄一门银盛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就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罢了 听到这里 贺莲丹青知道 接下必定有转折 也不知道 对方有何底气 胆敢落缘英真君的颜面 想到这里 他倒是想要看看 对方如何说 这时 成不争又接着道 道友有无奈之处 在下亦是如此 这门银盛 是我家老祖亲自交代下来的 之前受血量不够 还被老祖狠狠批了一顿 说到这里 成流大有深意地望了对方 而后道 不是在下不想成全道友 而是道友你 让我为难啊 老祖 贺莲丹青心中一惊 难不成 对方的底气 正是源于那老祖 连想都不用想 寝室都不寝室 直接回绝 这说明 此人背后的老祖 极有可能也是一位原因真君 这瞬间 他对家族的情报部门不作为 越发痛恨 贺莲丹青心念白转 随即面露认真之色 试探地问道 阁下的老祖 不知是哪位啊 说不定 我家老祖也认识你家老祖 到时候 有两家老祖商谈 倒也不必让我等为难 闻言 承留心中越发确定 贺莲先祖对此门生意的看重 同时 他也清楚 这不过是试探之一 而后 承留接着道 我家老祖不喜后人 打着他的名号行事 不然 也至于受写的银圣 规模如此小 听到这里 贺莲丹青眼眸深处 闪过一道怀疑之色 见状 承留好似没有注意到 这个细节一般 又接着道 不过道友所言倒是不错 承留沉吟了一会 沉生道 这样吧 我家老祖曾留给我一块庇佑令 以此挡些麻烦 说话间 承留伸手一番 一块令牌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挥手一甩 此块令牌 飘到了贺莲丹青面前 见此 贺莲丹青也明白怎么回事 庇佑令 乃是修为高身者 四点后人 势力组织的一块护符 不但代表着身份 也彰显着高举的修为 正因为 庇佑令中有法力印记 而且还蕴含了气息 代表了此人的身份 修为低下者 根本模仿不了 对方如此做 他也明白原因 一则不想违背老祖的命令 毕竟 庇佑令中的法力印记内的气息 便是最好的身份证明 二则 向他展示肌肉 这在对方取出庇佑令来 他便是知道 这是十有八九 假不了 虽是如此 但贺莲丹青 还是接过面前漂浮着的庇佑令 细细打量起来 此块庇佑令 由灵精打造 正面铭刻着三个符文字体 陈氏楼 这三个符文与纹理 浑然一体 衔接着背面 嗯 没有被篡改的痕迹 背面则是 一道道从正面漫移而来的纹理 勾勒出了一道图案 此乃庇佑的阵法 没有被修改痕迹 完全是一笔勾勒而成 随即 贺莲丹青细细感应起 背面图案中的法力印记与气息 气息与印记 丝毫没有衰退的痕迹 显然对方的老祖 关键的是留下法力印记的修士 确实是一位原音真君所烙印 不过 就是气息陌生的紧 对此 贺莲丹青也没有在意 毕竟 修仙界中的老怪太多了 不要说他不认识 即使老祖也不一定认识 这点也很正常 看似贺莲丹青 查看庇佑令的时间 过得很长 但实则不过是 呼吸间的功夫而已 这一刻 他确定了对方没有虚言后 玄机 他面露遗憾之色道 在下也不认识你家老祖 不过 这是在下也做不了主 最终还是由我家老祖拍板 说着 贺莲丹青将手中的庇佑令 递给了承留 闻言 承留一边接过令牌 一边开口道 也是 我们做小辈的 可无法为长辈做主 不过 在下与道友相识 也算是一件性事 哈哈 贺莲丹青笑了一声道 确实也是 玄机 两人闭口不谈刚才之事 反而闲聊起其他去世来 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是相交多年的老友 与此同时 旋风海域 某座无名荒岛 地下深处 雷光环绕的光幕内 有着一片极大广场 中间屹立着一座庞大的传送石台 在这座石台的右上角落中 忽然有灵光闪起 只见一只巴掌大小的人偶 散发出柔和的灵光 再次看去 人偶已消失不见 转而出现了一位面容陌生的修士 不错 这正是成流的灵魂傀儡化身之一 被安放在这里 也是因为老祖已彻底放手 留在家族的灵魂傀儡 只有这一处了 因此 成流也在此处留下了一尊灵魂傀儡 方便随时与老祖取得联系 只见成流化身 来到了一侧 伸手一点 一抹灵光 没入蒲团上的那只人偶身上 瞬间 刚才那般异象在线 灵光消散 蒲团上以多一尊面色 苍老地修士 见此 成流没有犹豫 直接将今日之事细细倒数了一遍 毕竟 这已涉及到了原因修士 已不是他能处理的了 两久之后 成不争这才开口道 此事 你做得不错 现在就看赫连老祖 给不给本尊面子了 若有变化 可随时通知我 是 不过成不争相信 此事已经会到此为止 赫连老祖 应该不会为了一门不起眼的营生 从而得罪一位不知深浅的同道修士 何况 据成流所言 家族的受血营盛 规模也不大 因此 也不可能 为了这么一点市场份额 得罪于他 当然 成不争也不担心 赫连老祖能知道他真实的身份 毕竟 他烙印在庇佑令内的法力印记 以及气息 都是用神通之力 模拟出来的 根本不是他真正的气息与法力印记 所以 也不可能 有人借此与成不争的身份 联系在一起 成不争做事 一向如此稳健 怎么可能留下如此之大的漏洞 旋即 盘坐在蒲团上的三阶灵魂傀儡化身 罢了罢手道 行了 此事我已知晓 我那边还是要处理 化落 盘坐在蒲团上的成不争 心面一动 灵光一闪 一只巴掌大小的人偶 重新掉落在蒲团上 见此 成流谋中闪过一道无奈之色 随即回到最初的角落 也化为人偶 浩大的地下广场内 再次恢复成了以往的模样 另一边 先蒙城 监察殿 主殿中 端坐在宝座上的成不争 心里喃喃到了一声 贺怜先祖 他眸中闪过一道思索之色 两久之后 他这才继续处理起 面前需要批示的预检来 不过经过他这些日子 日夜不断地批示 之前储殿主的所遗留下来的证物 已被处理得差不多了 一日 成不争处理好最后一块需要批示的预检后 他倾靠在宝座上 彻底放松下来 此时 他已将此具化身的伤势彻底养好 现在也是去内食堂看看了 正好借此机会去万宝店看一下 店主的一级的权限 能用贡献点兑换什么层次的宝物 成不争心中喃喃道 玄机 成不争站起身来 向大殿之外走去 与此同时 镇海盟某片海域中 一座庞大的岛屿上 笼罩着一片丝滑透明光幕 放眼望去 旗内有仙鹤翩翩翩起舞 时不时地便有一道灵光 在青山绿水之间划过 山峰之间 点缀着阁楼 宫殿 古厅 偶尔间 也看到灵兽在嬉戏玩闹 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模样 此处 正是赫连先祖的祖地 赫连先岛 此岛 深处坐落着一座古谱的大殿中 一道声音 打破以往的平静 拜见老祖 赫连丹青恭恭敬敬敬地 向宝座上 纳到尾岸身影 行了一礼 事情 办得如何了 平静且淡默的声音 从赫连先祖的老祖 赫连传安口中道出 闻言 赫连丹青回道 启禀老祖 收集灵血之事 已落实得差不多了 话落 赫连眸中闪过一道犹豫之色 见状 赫连传安眉头一皱 随即道 可是遇到了难题 是的 老祖 赫连丹青回道 大部分修士 碍于我赫连先祖威严 交出了此项生意 即使背后有原因修士 在我亲自拜访下 那些原因真君 也同意将受血生意 交出来 不过 代价要高显 赫连传安点了点头道 如此也是正常 能给我赫连 足颜面 本足自然不能 落了对方的颜面 这点 你倒是做得不错 这时 赫连丹青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老祖 开口道 不过有一片海域的 受血生意 没有拿下 哦 赫连传安眉头青醋 平静道 难不成有修士 不愿意卖我赫连先祖一个面子 那倒不是 赫连丹青回道 之前根据家族的情报 得知掌握此门的生意的 是一位铸鸡妻修士 我亲自降临见到那人后 才清楚 那是位金丹修士 这一刻 赫连丹青毫不犹豫地 给情报部门 上起了眼药 随即 他接着道 这还不是关键 若不是我抬出了老祖你 那金丹修士 还不会将身后的 援英真君抬出来 此人背后的援英老祖 极为低调 可能是一位 不喜俗事的援英修士 紧接着 他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细细地向老祖讲述了一遍 这时 赫连传安沉映了一会儿 随即道 此时 乃是多事之秋 这位不知深浅援英修士 不必细究 何况 规模也不大 此事 到此为止 显然 赫连老祖也不愿意 一点零头生意 去得罪一位 修为不知几何的援英老怪 其后人也早已说明了 他家老祖不喜他用他名头行事 不管是什么原因 有一点极为清晰 那便是 不希望有人能通过此层关系 找到本尊所在 因此 赫连老祖决定 此事就此为止 并吩咐不得追查 是 赫连丹青满心欢喜地 躬身抱拳 回应道 毕竟 他也不想探究一位 元英真君的底细 后果可不是他一位 金丹修士所能承受的 因此 赫连丹青满心欢喜地 答应了下来 毕竟 万一惹怒了元英真君 结果谁也无法预测 实在是 修仙界中元英老怪性情 稀奇古怪的太多了 直接被打杀 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算日后老祖能战胜对方 为他报仇 那他也不能复活过来 当然 这种可能性极小 为了一位金丹修士 与同道拼命 几率也极为渺茫 也就在两人交谈之时 先蒙总部 陈不征顶着楚店主的样貌 来到了内市堂 内市堂 乃是监察店 级别更高的任务发布部门 不到一定级别 根本无法踏足此堂口的大门一步 结因 内市堂内任务 都是高度机密任务 不是化神尊者所发 便是诸多副盟主 所商议决定后 所发布的任务 即使以本尊监察长老的身份 也无法踏入内市堂 这正因为 本尊的身份 虽是监察长老 但在监察长老中的级别太低了 堪堪达到两页金色酒页草一级 以至于 陈不征从来没有机会 进入过内市堂 而之前 也是因为楚店主 遗留下来的政务太多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查看 同样 也是因为如此 陈不征至今也没有去查看过 店主在万宝店的权限 能兑换哪些宝物 如今 之前楚店主遗留下来的政务 他都已处理完毕 现在他可以着手 接取任务 累计贡献点了 拜见店主 正在内市堂查看任务的几位原音修士 见到楚店主的一瞬间 连忙行礼拜见 见状 楚店主面带微笑点了点头 以示应答 就在这时 方堂主从偏店中走出 瞥了一眼大店中几位监察长老 随即将目光重新落在楚店主身上 攻身抱拳道 店主 这边请 对此 楚店主微微汗手 在方堂主的引领下 两人来到了偏店中 等楚店主落座后 站立于一侧方堂主 这才开口道 不知 店主可有何事要交代 闻言 成不争苦笑了一声 而后摇头道 方兄不必客气 如今 你已近声缘因尽多年 无需这般客套 落座吧 多谢店主 方堂主也没有坚持 点了点头道 等方堂主落座后 成不争这才开口说道 此次来内市堂 倒也无其他要事 主要是揭取任务 积攒些贡献点 为道风兑换一些辅助突破的灵物 方堂主文言 也知道楚道风几次突破失败 确实消耗了店主 大量的贡献点 再加上楚店主的修炼 以及用度 贡献点也用得差不多了 而后他也没有多想 伸手一番 一块玉碱 出现他的手心中 店主 上面下发的任务 全部在这里 说话间 方堂主便将手中的玉碱 递到了楚店主面前 文言 程不征点了点头 接过预检 查看起来 斩杀一位四阶神恩使 上脚神血 奖励贡献点 斩杀一位四阶天元使 奖励 镇守风界岛 巡查禁忌海 期限十年 程不征发现 几乎大部分任务 都是有关风界岛 以及禁忌海内的任务 而且 这也是所有任务中 奖励最为丰厚的 不过 其中以斩杀神恩使 上脚神血的任务 奖励最为丰厚 其次 便是斩杀天元使 地灵使 血兽使 等任务 再次之 便是镇守 巡查一类的任务 奖励最少的任务 便是清除在先盟内 犯下滔天罪过的修士了 以及冒犯先盟威严 斩杀触犯先盟利益的势力 等等 这些修士 势力 无一不都是原因修士 或者有原因老祖坐镇的势力 在修仙界中 都是明镇一方存在 而且这些任务中 也包含了 已上了天道追杀令的修士 就在这时 一件任务 引起了陈不征的注意 灭绝赫连先卒 奖励贡献点三万五千 此道任务 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没有丝毫介绍 在诸多任务中 极为不起眼的存在 但比较奖励 比起同类任务而言 奖励也算比较丰厚 对此 陈不征心里也比较疑惑 紧接着 陈不征又接着查看起来 很快 诸多任务 全部被他查看过了一遍 少庆 陈不征放下手中的御简 陈赢了一会 心中便有决定 随即 他的目光落在方唐主身上 缓缓开口道 方兄 这赫连先卒的任务 是怎么回事 怎么奖励 超出同类任务小伴了 文言 方唐主面色一愣 楚殿主以往对这等 既浪费时间 又麻烦的任务 可没有丝毫兴趣 但转念一想 之前楚殿主 在禁忌海的遭遇 却又释然了 现在炼狱一族的那些天元使 对楚殿主 曾经楚殿主上次遭遇围攻 身受重伤 但力斩两位天元使 一位堪比人族元英大圆满修士 一位堪比元英后期修士 这等存在 已是炼狱一族的核心高层 若是现在楚殿主踏入禁忌海 说不定有堪比化神尊者的祭司 或者是神使出手 那楚殿主一去 可就真回不来了 想到这里 他立即回到 殿主 此任务乃是尊者所下达 因此 奖励要比同类任务 要高尚一些 原本这等机密 不应该向外人透露 但楚遥不但是监察殿的殿主 而且也是他的恩人 他有今天的地位 也是楚殿主一手提拔的缘故 不然 即使他晋升至元英镜 最多也只是一位监察长老而已 根本不可能有如今这般地位 因此 对于楚殿主的询问 方唐主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他所知道的信息 全部导出 尊者 成不争谋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高高在上的尊者 怎么会与区区一个元英先卒的势力 产生纠葛呢 难不成 赫连先卒无意间得罪了尊者 亦或者 得罪了尊者某位后辈 还是说 这里面有复杂的关系 不过这任务的奖励却是丰厚 因此 成不争也不想就此放弃 玄疾 成不争开口问道 方兄 这是哪位尊者所下达的任务 殿主 这我就不知道了 此任务 也是从副盟主那边传达下来的 方唐主回道 而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 近期只有天招尊者在总部 言外之意 已很清楚了 此任务 有很大可能 便是天招尊者所下达 成不争文言 点了点头 而后他沉吟了片刻后 又询问起赫连先卒的详细情报来 对此 方唐主也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将他所知情报 详细地倒数了一遍 经过方唐主详细叙说 成不争也对赫连先卒的实力 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这任务 他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 成不争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紧接着 成不争与方唐主闲聊了一会 便告辞离去了 出了那试堂 成不争并没有回主殿 而是出了监察殿的区域 向万宝殿方向走去 沿途中的先蒙修士纷纷行礼 即使原因修士遇见了 也是率先问安 成不争面带微笑 打着招呼 不多时 成不争来到了 人来人往的万宝殿大厅 万宝殿 大厅中 一道道流光 来回传档 环顾一圈后 成不争发现了三层一间宝石 门额上的玉壁 亮着银银绿光 显然 此间宝石处于空置状态 见此 成不争脚下一点 犹如大鹏腾空而起 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处 再次看去 它已出现在那间宝石前 随即 成不争直接打开了面前的大门 碰 等成不争踏入宝石内 大门自动封闭 门额上的玉壁 已由银银绿光 变成了鲜红之色 就在成不争踏入宝石内的瞬间 另一边 内室堂 某间密室内 一位青年修士 匆忙地关闭大门 开启阵法 做完这些后 他伸手一番 一块玉壁出现他的手心中 一道法力注入手心内的玉壁上 只见他嘴角微微动了几下 玉壁也随之闪动起来 呼吸之后 玉壁上的灵光彻底沉寂下来 而后青年修士伸手一番 玉壁消失在他的手心中 而后他轻忽了一口气后 这才湿湿然打开大门 向外走去 监察店 某间密室内 这老家伙 终于接任务了 不过胆子 可比以往小了不少 盘坐在蒲团上的赵涵 放下手中的玉壁 轻笑了一声道 低难见 他看似笑盈盈的 但眸中却是闪过一道犀利的寒光 赵涵沉淹了片刻后 伸手一番 手中的玉壁 不知何时已换了一款 只见他嘴角微动了下后 便收起玉壁 再次修炼起来 若是仔细观察的话 便能发现 赵涵平静的脸庞上 多了一丝微不可查的笑意 此时 程不征还不知道 他此行的任务 极有可能会有波折 他也想不到 赵涵在短短不过几十载的时间 对监察店的渗透 如此之深 即使 内侍堂这等重要之地 都有暗子存在 可见赵涵在这些年里的动作 一直都没有停下 虽然如此 但也不妨爱程不征 此时心中的期待之一 此刻 程不征站在玉台前 用本源珠内的力量 激活了先猛指环 瞬间 他面前玉台上 闪现了出一片光幕 大致扫视了一眼 程不征便发现 储店主的权限 果真不是本尊监察长老的权限 所能相比的 不但稀缺灵物 兑换贡献点的额度 足足有十五万 而且还多了一个 万宝秘库的选项 除此之外 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用齐缺灵物 兑换贡献点的额度 早已达到了上限 所剩的贡献点也不少 见此 程不征也没有犹豫 直接点开了 万宝秘库 这一选项 请客间 一种种稀缺灵丹妙药 天地奇珍异己的灵物 映入他的眼帘之中 破阴丹 贡献点 十二万 服用此灵丹 有极大几率突破智原阴境 祝 此乃第三次兑换兑换价格 可兑换一 三分之二 天花运神丹 贡献点 五万 炼化此灵丹 可抵原阴中期修饰三百年苦修 祝 此乃第五次兑换价格 可兑换四例 九分之四 天青转神丹 贡献点 二十二万 服之链化 可抵原阴后期修饰四百年苦修 祝 此乃第三次兑换兑换价格 可兑换零利 三分之三 目前已无份额 请尽快为先蒙做出重大贡献 重新调整份额 蓝宝问道丹 贡献点 二十五万 服之链化 可抵原阴后期修饰五百年苦修 祝 此乃第三次兑换兑换价格 可兑换零利 目前已无份额 请尽快为先蒙做出重大贡献 重新调整份额 化一道丹 贡献点 五十五万 服之链化 可助原阴中期修饰 突破至原阴后期 成功率在四二百分号 祝 此灵丹仅能兑换一例的 可兑换零利 一一 目前已无份额 请 天心随 贡献点 四万两千 服之链化 可助金丹巅峰修饰 突破至原阴境 成功率在百分之十五 可配合其他灵物突破 祝 此灵丹仅能兑换三份 可兑换零份 三分之三 目前已无份额 此花灵矿 贡献点 一万三千 此灵才乃是天地奇珍一级 丙等上级灵物 可铸造无上法宝 亦可炼制无上阵法 祝 此灵才宝库已无 可兑换三份 零 三 雷零晶晶 贡献点 一万 此灵才乃是天地奇珍一级 丙等下级灵物 可铸造雷属性法宝 亦可炼制雷属性阵法 祝 此灵才 成不争方看到这里 也对万宝秘库中诸多宝物 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灵丹妙药 乃至天地奇珍一级的宝物 都是有限制 看似限制极大 但好处多多 类似突破类 以及精进修为的灵丹 宝物根本不缺 而不像本尊的权限般 虽然看似 只要有足够的贡献点 便可以兑换 但事实上万宝殿中根本库存 品阶越高 更是常年缺失 尤其是突破类 以及精进修为的灵丹妙药 宝物根本没有了兑换 不 准确来说 万宝殿的资源 都优先供应权限更高的 万宝秘库 只有万宝秘库 达到一定的库存量 才会出现刺激权限中 想到这里 成不争利即关闭 万宝秘库选项 随即打开灵物这一选项来 查找后 他发现 类似紫华灵矿等 在万宝秘库中缺失的灵物 刺激灵物选项中 果不其然 也没有 见词 成不争也肯定了心中猜测 他微微感叹了一番 先蒙对资源严厉把控后 微微摇了摇头 而后接着打开了 万宝秘库 这一选项来 接来下来 成不争也没有查看 对他无用的宝物 他将心神都放在了 对他有用的宝物上 离火刚煞 贡献点 78万 荣誉领域 可助原因大圆满修士 巩固根基 增长战力 即使突破化神之境 也能增加7%的成功几率 助 先天刚煞乃是 天地造化之物 此份先天刚煞 仅适用于 修炼火属性功法的 原音大圆满修士 并且 修士也只能在 原音境炼化 目前可兑换灵分 一 一 玄雷刚煞 贡献点 86万 荣誉领域 巩固根基 拔高战力 即使突破化神之境 也能增加9%的成功几率 助 先天刚煞 乃是 天地造化之物 此份先天刚煞 仅适用于 修炼雷属性功法的 原音大圆满修士 并且 修士也只能在 原音大圆满精炼化 目前可兑换一份 零一 允金刚煞 贡献点 75万 荣誉领域 可助原音大圆满修士 巩固根基 也能增加7%的成功几率 助 先天刚煞乃是 天地造化之物 零一 此即刚煞 贡献点 56万 荣誉领域 也能增加9%的成功几率 助 先天刚煞 乃是 天地造化之物 此份先天刚煞 仅适用于 修炼龙属性功法 目前可兑换一份 零一 星辰刚煞 贡献点 53万 荣誉领域 巩固根基 也能增加9%的成功几率 助 先天刚煞 乃是 天地造化之物 此份先天刚煞 仅适用于 修炼特殊功法的 原音大圆满修士 可兑换一份 零一 焚羊灼气 贡献点 75万 焚羊灼气 荣誉领域 可与相对应的 阴属性 先天刚煞 阴阳共计 堆彻根基 突破几率大涨 最高可达至15% 助 此份大地灼气 同属先天造化之物 仅适用于修炼阳属性 活属性功法的 原音大圆满修士 目前可兑换零份 一 太阴灼气 贡献点 72万 太阴灼气 荣誉领域 可与相对应的 阳属性 先天刚煞 阴阳共计 最高可达至17% 助 此份大地灼气 同属先天造化之物 仅适用于修炼阴属性 水属性功法的原因 大圆满修士 01 悬兵灼气 贡献点 75万 悬兵灼气 荣誉领域 可与相对应的 兵属性 先天刚煞 阴阳共计 最高可达至16% 助 此份大地灼气 同属先天造化之物 仅适用于修炼兵属性 水属性功法 可兑换一份 01 鬼圆灼气 陈不征看到这里 也知道了 楚殿主选择的是 哪份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了 正是 离火刚煞 与 焚羊灼气 兑换这两份先天之物 所需要消耗的贡献点 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再加上那些修炼资源所需 也怪不得 楚殿主的贡献点 只剩下几万点了 不过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的份额 还有个一份 也许这也是赵寒的目标所在 也怪不得 同为元阴大圆满之境的修饰 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楚殿主只用分离出的力量 便能与赵寒僵持不下 也正因为 赵寒也是 刚刚突破元阴大圆满之境 同样也是因为 赵寒现在只是监察殿的副殿主 根本没有兑换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的权限 忽然 成不争的念头一转 不对 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不能重复炼化于领域 不然 必然会起冲突 微能大简不说 甚至还有可能废掉 元阴修士的领域 到时候 那真是突破无望了 因此 赵寒如此着急 让楚殿主退位的目标 这不是主要原因 虽不是赵寒主要目的 但也极为重要的因素 不过话说回来 相对五行 三旗 阴阳属性的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那些特殊的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属性的先天灵物 在贡献点上 要少上一小半 也许是 修炼特殊功法的修士 极其稀少 所以 这才如此便宜 即使如此 那也是一个庞大的贡献点 同样 陈伯征也明白 先天刚煞与大地灼气 是原因大圆满修士必须之物 除非 今生今世 只想指这一步 若是不使用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堆彻根基 即使矫天之性 成功突破化神之境 战力也无法与那些使用 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的修士相比 这不但是战力的问题 而且也是关乎到 修士的底蕴所在 若是没有炼化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或许今后的先徒将变得越发艰难 成不正望着面前的光幕 谋中闪过一道思索之色 先天刚煞与大地灼气 这两份先天造化之物 是他势在必得之物 先天刚煞 那星辰刚煞倒是 与他灵根 功法 相合 但对应的大地灼气 五行 三旗 阴阳倒是不缺 却没有与星辰刚煞相合的大地灼气 这一点 便让成不正很难受了 也是因为这些先天刚煞 以及子级刚煞 属于特殊先天刚煞 极难寻到相对应的大地灼气 这才导致 所需的贡献点 要比寻常属性的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要少上许多的因素之一 成不正心里微微感叹一番后 继续查看起来 化神丹 贡献点 45万 此造化灵丹 扶之炼化 可助修士一步登天 突破至化神之境 成功几率在25% 助 此乃第二次兑换价格 目前可兑换一粒 二分之一 90造化丹 贡献点 35万 此造化灵丹 扶之炼化 可助缘因大圆满修士 突破至化神之境 成功几率在15% 助 此乃第二次兑换价格 目前可兑换一粒 二分之一 破到丹 贡献点 25万 此造化灵丹 扶之炼化 可助缘因大圆满修士 突破至化神之境 成功几率在9% 助 此乃第二次兑换价格 二分之一 造化母根 贡献点 29万 此造化灵物 扶之炼化 成功几率在9% 助 此乃第二次兑换 二分之一 成不征一直查看到最后 谋中闪过一丝了然之色 显然 这些灵丹 灵物份额 其中一份已被储殿主用掉 剩余的一份额度 才是赵寒最为主要的目的 寻常修士难以了解监察殿的额度 但对赵寒来说 却不是个问题 毕竟 赵寒出身也是顶尖先门 宗门内也有化神尊者坐镇 想到知道监察殿的份额 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虽然成不征 也对这些灵丹 灵物 极为掩热 但看到只剩下几万贡献点 也打消了心头的不切实际念头 即使帮处道锋 兑换一粒破阴丹 还差好几万 更不说兑换这些宝物了 反正 这些极度珍贵的宝物 是他目前无法拿到手的 至少是短期内 是不可能的 成不征心里暗暗地思索着 直行盟中任务 现在看来是已早不宜迟啊 少庆 成不征深深地望了一眼 面前光幕 而后取下淋浴台上 凹槽内的纸环 随即头也不回地 往宝室外走去 回到监察殿 主殿 成不征开始处理起 今日暗影听送来 需要批示的几块预见 就在这时 主殿的殿门上 那一层光幕 荡漾起淡淡的波纹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成不征 心神被触动 随即抬手望去 见状 他大手一挥 殿门上的光幕 立即溃散开来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道身影 显露出来 他见到高台上 暗桌后宝座上的身影 三步并两步 连忙上前 拱身行了一礼道 再下世元生 拜见殿主 闻言 宝座上的成不征 望着眼前面容陌生 原因中期境界的老道 某中闪过一道若有所思之色 淡淡道 道友 可是范云海域时是先族的老祖 殿主 慧眼如炬 时真君连忙奉承了一句道 不才 正是老道 说话间 时老道伸手一番 一只金色的储物带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接着道 这是本族的心意 希望殿主能网开一面 说着 时老道衣袖一幅 储物带轻飘飘地 飞到了成不征面前 不错 这时老道 正是成不征处理第一件证物时 所批示的待定御检 此族利用血迹之法 献祭了大量散修 以此助家族后备修士 突破当前瓶颈 当时 待定两字 还是储道封教 他在此遇见批示 显然 此族在先盟内 或者说在监察殿内 并没有关系 因此 这才耽误到如今 不然 时老道 应该早就该戴着后脸 上门拜访了 端坐在宝座上的成不征 瞥了一眼面前 漂浮着的储物带 平静道 不知 道友想让本座如何网开一面 闻言 时老道面色不改 笑着道 本族的心意 就在储物带中 至于店主如何处理 老道可不敢插手 监察殿的事物 店主看着处理便是 老道绝无二话 见词 成不征哪里不清楚 这言外之意 很明显 时老道对储物带中的宝物 有极大的信心 相信结果不会出现意外 对此 成不征道 是对储物带内的宝物 倒是有些好奇了 旋即 成不征神念蔓延而出 将他面前的储物带笼罩 这是一块泛着青色 阴晕光芒的灵精 周遭还弥漫着 极为浓郁的道运 表面上 还有一片片浑然天成的灵片 这是正是天地奇真一级的灵物 清流到灵精 此灵才 可是天地奇真一级中 丁等上级灵物 可不是丁等中级 下级灵物 所能相比的 在原音修饰眼中 也是价值匪浅的灵物 可见 这十老道 也是下了极大的代价 如此珍贵的心意 成不征自然也明白 此事该如何处理 成不征望着大殿中的十老道 念动一动 忽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道 此事本殿主可以网开一面 但本座有一事 需要道友的帮助 闻言 使老道眸中深处 闪过一丝不快之色 这份礼物 足以摆平此事 但家族的命脉 捏在对放手里 他不得不低头 也正因如此 这丝不快之色 立即消失不见 虽然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表面上 依旧是一副恭敬之色 随即道 殿主有事 需要老道帮助 是老道的福气 请殿主明言 端坐在宝座上的成不征 自然明白 石老道这副表情 不过表面上功夫而已 毕竟 谁也不希望遇到贪得无厌之辈 随即 成不征轻笑了一声道 石道友 无需这般郑重 本座不过是 向你打听一些事 毕竟你族在范云海域 立足了几千年 肯定比监察店 对此片海域更加熟悉 听到这里 石老道心里的不快之意 消散许多 只是一些情报而已 倒也不算什么紧要之事 何况 对方乃是一位原音大圆满修士 执掌监察店的存在 这点面子 还是要卖的 成不征短短一句话 效果好得出奇 可见 成不征对于人心的把控能力 店主下达之命 老道岂有不尊之理 石老道的姿态摆得很低 见词 成不征也明白 火候差不多了 也没有多绕弯子 直接开门见山道 道友 对赫连先族 有几分了解 文言 石老道心中一动 难不成 这位店主准备对赫连先族动手 此族的阿扎事 可并不比石室先族干得少 毕竟 同处一片海域 他对赫连先族的底细 可比先盟要知道得多 不管是此族 在泛云海域的支脉 亦或者是在镇海盟主脉 他可都是极为关注 正因此 此先族 背后有一位原音老祖 若是这位店主 对赫连先族出手 不管是支脉 还是镇海盟祖地 对他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前者 一旦覆灭 短期内 即使有祖地的支持 支脉也不可能重建 若是后者覆灭 那泛云海域中支脉 不过是他随手可捏死的势力 到时候 虽不能全部吃掉 此族在泛云海域中积业 但也能分得一杯羹 因此 不管结果如何 都对石室先族 有极大的益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石老道没有丝毫犹豫 将他所知晓的支脉信息 全部导出 包括近些年来 收购受写生意一事 详细讲述了一遍 不仅如此 他还将赫连先族的祖地内实力 也一一讲述了一遍 说到最后 石老道又补充道 殿主 赫连老祖并不是原英初期修士 早在三百年前 已踏入原英中期之境 不仅如此 据老道猜测 甚至此族的上一任老祖 并没有作画 而是暗藏在祖地内 不然 三百五十年前 赫连先族便覆灭了 那是一次在赫连先族老祖 赫连传案外出之际 一位原英邪修突然来攻 最后却无功而返 虽然事后 赫连先族放出消息 说是利用先辈的后手 击退邪修 但老道却是不信 若是邪修真君看到希望 可不会这么轻易退走 定是发生了什么 这才让邪修看不到 攻破大阵的希望 这才不得不退走 后来 根据老道打听到的消息 确实有蹊跷 据情报记载 原本赫连先族的户足大阵 变得岌岌可危 随时都有破碎的可能 但忽然之间变得稳弱金汤 显然 这极有可能是 原英真君出手了 不然 也不会有此明显的变化 而且 当时邪修已将赫连先导 用大阵笼罩 任何传言手段都不管用 这也说明了 绝不是外来真君助气一臂之力 因此 老道猜测出手之人 极有可能是赫连先族上 一任老祖 赫连妙松 大殿内 随着石老道的讲述 陈不征也对此族的实力 有了一个更为细致的认知 赫连妙松 陈不征心里喃喃自语了一声 不过按照寿元推算 赫连妙松应该到大县了 同样若是服用了 增长寿元的灵丹妙药 也能活到现在 即使没有这等 极度珍贵的灵丹妙用 但自我封禁 也不是没有可能 减少寿元的流逝 所以 赫连先族 有两位原英真君 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想到这里 陈不征越发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沉引了片刻后 陈不征收敛起心中思绪 面带微笑地望着大殿中的石老道 开口道 石道友 你足之事 到此为止 本座希望过几日 能听到罪魁祸首已俯首的消息 到时候 希望你能来监察殿请罪 文言 石老道那颗一直提着的心 彻底放了下来 随即连忙道 殿主你放心 老道一定亲自处理祸首 日后这位后辈 也不会出现在修仙界中 说到处理祸首 以及不会出现在修仙界时 石老道的语气 明显加重了几分 显然 这里面另有所指 紧接着 又道 七日后 老道定亲自来监察殿请罪 绝不会让殿主为难 对此 端坐在宝座上的城部争 没有丝毫在意 微微汗首道 那便好 还有 本座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是可一 不可二 如若再犯 到时候可不要怪本座不念情分 文言 石老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道 老道回族后 定会严家管教族人 请殿主宽心 他明白这种事 不能出现第二次 不然 无尽海中的悠悠之口 可不好赌 到时候 先蒙威严受损 也不是一位监察殿 殿主所能承担的 因此 石老道也明白 这是既是警告 也是表示了 若是再犯 对方也无能为力 见此 端坐在宝座上的城部争 伸手将面前的茶盏 往前轻轻一推 而后抽出一块玉碱来 再次开始批示起政务来 修饰都是人精 哪里不明白 这是要送客的意思 谁 石老道很有眼力净 功身抱拳道 老道先回去了 七日后再来监察殿请罪 闻言 程不征抬手点了点 开口道 本殿主还有政务要处理 便不多留道友了 殿主客气了 石老道脸上 带着盈盈笑一道 老道告辞了 旋即 石老道直接退出了大殿 向外走去 程不征望着消失的背影 凝望了一会后 微微一探后 再次批示起遇捡来 他清楚 这便是肉弱强食 真是修仙界的样子 即使到了楚殿主这般地位 也难以避免 更不用说 按照自己的心意 随心所欲 没有绝强的修为 没有坚硬的靠山 修饰也不过是一只 随时可覆灭的蝼蚁 当然 这也是石室先祖 没有做得太过分 事情不大 其中的内幕 鲜少有人知晓 若是途径一程 即使是石老道 是原因大圆满之境的修饰 也难以逃脱先盟的制裁 这也是 监察殿可随心处理 最为关键的因素 就在城部争 批示政务之时 石老道已成座船送阵 回到了泛云海域中的 某座仙城中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端坐在上手宝座上的石老道 一改之前 面见城部争 那笑盈盈的模样 神色变得极为正重 他望着下方 面带不安之色的诸多长老 平静道 此事 本祖已摆平 闻言 宫殿内诸多长老 脸上的紧张之色 瞬间消散一空 而后纷纷说道 本族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怎么可能摆不平呢 不错 何况血迹的那些修饰 多是无门无派的散修 即使个别修饰有宗门 那都是实力弱小的宗门 而且那些宗门 也都是内陆宗门 就算知道是本族所为 这些宗门 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世杰 何况老族可是一位原因真据 我族 也是先盟的一份子 先盟怎么可能对我足出手吗 最多借此让我足出血一番 道理便是如此 只要我等日后手脚利索一些 便不会有此麻烦 端坐在宝座上的石老道 听着诸多长老的言论 脸色越来越黑 他清楚 必须要狠狠杀一杀这股风气 不然 要不了多久 范云海域中的石室先祖 将会成为历史 就在这时 诸多长老也注意到了 老祖那逐渐阴沉下来的脸色 宫殿内的议论之声 逐渐小了下去 直至宫殿内再无一丝声音 安静的有些圣人 说啊 怎么不继续说了 石老道面色阴沉 越发冷漠的声音 在宫殿内响起 本座倒是想听听 你们如何让本族壮大的 说到壮大两字时 不由地加重了几分语气 而石老道眸光也越发圣人 也越发让诸多长老 感到头皮发麻 见此 宫殿内诸多长老 哪里不明白自己等人的言语 明显触犯到了老祖逆龄 这时 一位资历较老的长老 上前一步 小心翼翼道 老祖 可是此行出了什么问题 文言 端坐在上手宝座中的石老祖 环顾一圈后 最后目光落在了资历较老的长老身上 语气深沉道 你们想让后辈突破当前境界 壮大家族 本座可以理解 但本座不得不提醒你们 这次是小 付出一定代价 本座可以保下你们 不过此行监察殿 以明示本座 如若再犯 那先蒙定会彻查 一旦先蒙出手 必是雷霆一击 将我族覆灭 先蒙做事手段 你们也清楚 绝不是本座出言恳贺你们 说到最后 他怕这些长老继续偷偷摸摸 在他背后搞小动作 接着道 事可一 不可二 一旦到了那时候 不但家族会覆灭 而且本座也会自身难保 宫殿内 诸多时世先族的长老 见到老祖这般说辞 也明白了 这绝不是虚言耸文 大部分长老 也打消了心中 偷偷摸摸的想法 紧接着 石老祖环视了一圈 又接着道 一旦被本座发现 到时候可不要怪 老祖我不留情面 此后 将此条禁令 列入族规中 一旦有族人触犯 绝不姑息 文言 宫殿内诸多长老 也知道老祖是下定了决心 不可能改变心意了 随即连忙应声道 是 这时 一位掌管家族宝库的长老 上前一步 躬身像宝座上的老祖 行了一礼后 开口道 老祖 既然如此 那家族内存留灵血 该如何处理 毕竟 这些灵血 也是族人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获取的 甚至也牺牲了好些族人 当然不能将这些灵血 全部销毁 那家族付出的代价 岂不是太大了 文言 端坐在上手宝座中的石老祖 沉吟了一会道 将宝库中的灵血 加上家族的授血生意 统统打包给赫连先族 为了让族中后背断了 用血迹之法突破的念头 最好在族规心力之际 处理掉 也正好表决了家族的决心 免得一些不劝告的后背 做出阳凤阴违之势来 反正 家族得到的灵血突破密阵 也只是对炼气七修饰有效果 对铸鸡七族人而言 效果极为不理想 至于 对金丹族老 那更是一点用都没有 因此 也不会对家族造成动荡 老祖 赫连先族手 想要的是受血生意 可不是灵血 即使加上族中受血生意 他们也不会答应吧 执掌家族宝库的长老 陈生道 毕竟 在家族中 谁也没有他清楚 宝库中存留了多少灵血 这些灵血 他可是深知其价值 绝不是寻常势力 所能负担的 即使赫连先族 在泛云海域中的分支 想要拿出这笔灵石 虽不说伤筋动骨 但至少需要大出血 这时 端坐在宝座上的石老祖 眼眸微眯 淡淡道 依照本座所言 你去联系赫连冲便是 他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价格也不必优惠 可以的话 加上二成也不是不可以 石老祖心里清楚 赫连先族的分支 在几年前 突然大量收购受血生意 绝不是如他们所说般 是为了扩大受血生意 毕竟 这门生意的利润 本身就不大 再加上 无论是至灵末 炼至灵丹 没有相应的制服师 炼丹师 乃至炼气师 甚至阵法师 根本无法消化 如此之多的受血 显然 赫连先族 也是为了修炼某种秘书 秘阵 那灵血的功效 可比受血的效果 要大上许多 这可不是他实施先族 小打小闹那般简单 不然楚殿主也不会开口 向他打听赫连先族之事 甚至 连位于镇海盟统治范围内的 赫连先族主卖 都会遭到先盟的无情清洗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决定在先盟动手之前 先狠狠地赚上一笔 弥补些先前的损失 当然 这些事情 也无需与后辈多言 毕竟 楚殿主那边还没动手 若是在他这里走漏消息 他绝对有难以推脱的责任 文言 宫殿内诸多长老 显然也是想到了什么 毕竟 老祖刚才提示的 也很明显了 这时 执掌家族宝库的长老 也想到了什么 随即道 老祖 那要不要通知先盟 石老祖罢了罢手道 这些事情 你无需操心 现在 你按照本座所言 去做便是 正好你在准备些后里 七日后 本座要用 是 另一边 监察殿 主殿 端坐在高台 按桌后宝座上的陈布征 正披示着 今天送来的几块玉碱 这时 他刚放下手中的玉碱 殿门上 那层薄薄的光幕 再次荡漾起来 紧接着 一位元英修士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错 这位元英修士 也如石老道般 向楚殿主送礼来了 对此 陈布征也如之前般 收下了重礼后 敲打了一番 便让对方离去 当然 重礼也不过是一件 天地奇珍 一级钟禀等下品灵物 远远无法与石老道相比 不是此先祖所犯之事 比石室先祖小 而是此位元英真君 直接推出了一位金丹修士 当替死鬼 这是按照行情给的价 不多 也不少 等这位元英老祖离开后 一位又一位不断来访 好似 他们商量好的一般 不过在城部征眼里看来 这并不是巧合 而是因为这些修士 之前迟迟不来 也是因为 这些修士察觉到了 此时是监察店权力交叠时期 现在知道 楚殿主在仲华店里压召函 落定大局 这才纷纷行动 一连多日 城部征收下了一批又一批宝物 而且多是天地奇珍 一级中丁等灵物 其中多为下品灵物 而中品仅仅只有几件而已 至于 丁等上品灵物只有一件 正是石老道送的礼物 清流到灵精 灵灵总总 共有21件天地奇珍一级的灵物 而天才地宝一级的灵物 一样也没有 不是没人送 而是势力中 没有元英老祖的存在 即使犯事 也到不了他的案头 因此 这些灵物 都被下面的修士收取了 数量也不是城部征所收之理 所能相抵的 这也是那些肥差 最为让人眼红的原因之一 实在是利益太大了 因此 收获也是他夫到店无法比拟的 而且 此等灵物来得还快 可见 有时候权力 也挺迷人的 至少 城部征此刻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七日后 石老道再次请罪时 此时带着厚礼 来拜访他的修士 也不多了 九日后 再无人来拜访他 主殿中 端坐在宝座上的城部征 心中默算了一下 之前他处理预检中 批示待定的势力 已全部带着厚礼来过来一次 总共二十七家势力 一个不差 也就是说 此次他顶着储店主的身份 手不动脚不动 便大发了一笔 这等灵物 可是有临时都无法得到的灵物 城部征 轻点了一下储物袋中的宝物 好处差不多到手了 也是该动身了 紧接着 城部征从宝座上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震海蒙 某座先程 传送大殿内 白光一闪 一间传送大厅内 多一行修士 其中一位头戴斗笠的老翁 出现在传送大镇上 老翁周身虽无威压弥漫 但目光所及 却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 这让诸多修士感到不适 这便是高位生命 对低位生命的压制 这还是收敛威压 与隐秘气息的缘故 否则 低阶修士可是难以承受 老翁瞥了一眼中人后 静止往大厅外走去 出了此仙城的传送大殿后 老翁越来繁华的仙城 过了仙城之外的限飞距离 漠然见 一道神光 冲天起 顷刻间 那道神光消失在天际 原地再无一道身影 不错 这正是成不争 按照楚殿主平时出行的模样 所打扮 此行 也是为了执行任务 毕竟 无论是兑换先天刚煞 大地灼气 亦或者更加珍贵的灵丹灵物 都需要极为庞大的贡献点 而且得到此次机会 他还要从万宝秘库中兑换一粒 破阴丹 给楚道风 这些宝物 都需要贡献点 关键是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也只有几十年 也正因如此 成不争处理调监察殿繁锁之事后 他便立即执行任务来 高空之中 九霄之间 成不争凝望着天际的苍天白云 心里默默地盘算着 而周遭片片白云 犹如浮光流影般 瞬间被一道神光冲过 再次看去 那道神光已消失在天际 好 一声惊天怒吼 在虚空中传荡开来 隐得虚空震荡不休 漫无边际的云海 直接被撕碎一空 下一刻 一头狮兽娇身 足有几千丈高大的巨兽 出现在虚空之中 犹如一片庞大的阴云 遮蔽了好大一片虚空 庞大的体积屹立在虚空 宛如一片肉墙 严严实实地阻挡了成不争的前路 烟红如血的双目 紧紧地盯着飞尸而来的浩荡神光 见此 神光内的成不争 双眸一宁 平静地望着那头荒兽 念动间 一丝玄黄之光 在其瞳孔中流转 环顾一圈后 确定方圆十万里内 并无其他存在 与此同时 他眼眸中意向消失不见 而后露出了冷力的眸光 落在了宛如山岳般高大的巨兽身上 找死 下一刻 磅礴的法力蜂拥而出 强大无比的力量贯穿全身 神通 大日如来见 紧接着 一道贯穿长空 不可直视 犹如焦阳般的剑光 横击而出 虚空也在这瞬间 仿佛被煮开的废水般 震荡不休 就连云海也在这一刻升腾而起 无尽水气犹如鲜雾一般 而后直接被蒸腾一空 面对如此强悍无比的异计 荒兽张开那堪比百丈大小的巨口 一道血色光滑 从中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轰然冲向那道极致的剑光 血色光滑 映满此片虚空 轰隆隆 一经接触 血色神光消散一空 浩荡犀利的剑光 余微不减 向那头巨兽斩去 不等荒兽有所反应 下一刻 虚空中下起了血雨 伴随着快快庞大的肉团 从虚空中掉落下来 见状 程不征伸手探出 无形之力射出 无尽血雨 直接汇聚来 就连那大块大块的兽区 不断变形 挤压出片片血色液体 很快 便在程不征 形成了一条血河 只见他探出的右手 微微虚握 磅礴的压力瞬间暴涨 血河不断的凝炼 越变越少 最后化为一团 散发着萌萌光滑的血色液体 一股清香萦绕在程不征的鼻尖 见此 程不征伸手一番 一只那玉瓶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伸手轻点 一抹灵光注入 顷刻间 瓶口爆发出一股吞噬之力 呼吸间 便将漂浮在他面前 那好大一团血色液体 收入瓶内 再次伸手一番 那玉瓶消失在他的手心中 紧接着 程不征环顾一圈后 心念一动 一道浩瀚的神光闪亮 再次看去 那道人影不知何时已消失不见 接下来的半日中 程不征遭遇了几次荒兽的突袭 实力最强的 不过是四阶初七 实力的荒兽 其他都是三阶荒兽 也是因为此片海域 位于镇海盟内海区域 这才频繁有高等级的荒兽出没 从中也能看出 内海区域的危险之处 虽然这些荒兽 没有对他造成麻烦 但也确实耽搁不少时间 不过 他也有不小收获 三阶荒兽 价值不大 最多换些灵物 灵石 程不征也不差这点东西 因此 直接被他凝练成了精血 但四阶荒兽的价值就大了 所以 灵才都被他保留了下来 几次后 程不征也感到麻烦 旋即直接施展起神通 咒及盾 念动间 一道横跨虚空的神光 微微一闪 而后直接融于虚空 消失不见 不错 这正是突破四品神通层次时 此门神通所衍生出来的新生能力 虽然 神施展的效果 无法比你本尊 但也不是寻常修饰所能发现的 更不用说荒兽了 果不其然 程不征加持了此神通后 再也没有荒兽突袭了 因此 赶路速度大增 半日后 九霄之中 悬光一闪 一尊身影凭空闪现 仿佛是从虚空中走出一半 程不征双目低垂 俯视着云海下端 那一个黑点 他嘴里喃喃道 到了吗 寻着他的目光望去 游远极近 只见天际处 九霄云海之下 一片无尽的汪洋大海中 一方浩大的光幕显映了出来 仔细瞧却 那分明就是一座庞大至极岛屿 而那方浩大无比 五彩流转的光幕 便是磁岛的护岛大阵 这里便是赫连仙族的祖地吧 程不征心里喃喃道 念动间 他脑海中浮现了一片 连绵不尽的地图 比对了一下 确定无误后 而后城不征一步踏出 消失在虚空中 下一刻 一片五彩流转的光幕上空 那看似空无一人 只有白云在飘荡的虚空中 程不征静静静立在云端 而下方镇守大阵的 一众赫连仙族修士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哪怕有些阵法加持 检测能力大增 也是一样 他们与往常一般 依旧在谈论着趣事 这时 一位看似年长些许的青年 对着一位面容稚嫩的少年 调笑道 小三 你还是个童子鸡吧 等华哥有空 带你去仙城剑士 剑士 不错 理当如此 另一青年道 小三如今已踏入练气后期 该是去仙城剑士一番了 尤其得到温香阁 去剑士一番 妖精剑多了 就不会反受其害 是极 这点华大哥有百战不殆的经验 无论是什么样妖精 都迷惑不了华大哥 若是小三有华大哥 一半的经验 日后你行走修仙剑 我们也能放心许多 小三 你可不要辜负哥哥们一片心意啊 正是如此 依我看此事已早不宜迟 此次任务结束后 便是不错的日子 听着这些调笑之语 那面容稚嫩的少年 面色已是羞红一片 虽然他没去过 但也知道 温香阁是怎样的场所 这些事 同贝族人可不会刻意回避他 反而每次都以此来调笑他 虽然这样场面他遇多了 但每次还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这次也是如此 欠慈 端坐在一侧的中年大 大汉眼眸深处闪过一丝笑意 一闪即逝 随即他倾咳了一声道 不要带坏小三 元阳不可轻施 这对这日的先徒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突破驻激进时 小三 你可不要在意 他们这些元阳早逝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东西 闻言 那被换作小三的少年 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众人 而后面戴修红地点了点头 见此 中年大汉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回目光 落在了面前的玉壁上 至于刚才被训斥的一众青年 也没有在意 反正 这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骂一句 也不会掉块肉 很常见 何况 那中年修士 不但是一位助基基修士 也是一众青年的长辈 最关键的是 这些青年他们知道 这位长辈也是嘴硬心软 因此 他们也不会记仇 也正如此 在族中 也是较少与后辈相处 比较融洽的一位长辈 所以 自然也不会有人在意 被骂了几句的事 这一幕 清晰地被助立在云端之上的 成不征瞧见 此时 成不征瞳孔中 有玄黄之光流转 宛如神佛之眼 俯视着一切 目光转移 他的目光落在此道的广场上 此时 也有两对赫连仙族的修士 助手在两侧 中间是一座石台 上面布满了复杂至极的纹络 见此 成不征眉头一皱 这分明就是一座传训大阵 此门阵法 虽不可以直接用于传音 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加持于传音符 子母灵溪玉符一类的传心灵符 使得灵符传送范围更为遥远 清晰 造价 也是相当不菲 虽比不得先程中 传送大殿内 传送阵法 若不是传送阵所需的灵财 过于稀缺 价值并不比小型传送阵的价值 来得差 至于 停伏在广场上空一侧的浩大非洲 应该便是此族的猎杀荒兽与妖兽 获取资源的战略重器 如 白云门的顿天舟一般 当然也可以当作运送非洲 不过 看起空缺位置 应该还有三艘才对 显然 那些练器器修士与筑机器修士低阶修士 正是通过非洲来往于仙城之间 不然 这等低阶修士 可无法在内海中行走 程不征一边施展着大罗法木 一边暗暗地查看着赫连仙岛内的布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 程不征也对大阵内的赫连仙族布局 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了解 在此期间 程不征通过大罗法木 察觉到几处一样 一处位于峡谷中 那里有阵法笼罩 并带有屏蔽之能 并不是如护倒大阵般 只是较为纯粹的防御阵法 因此 程不征即使施展大罗法木 也无法看清其内事物 不过 程不征却是感应到了一股浩大力量 在其内酝酿 而且还充斥着勃勃生机之意 此处也有赫连仙族修士镇守 并且领头者还是为金丹修士 可见赫连仙族对于此处的看重 这也必是赫连仙族的重点 至于后几处位置 都带给他的威胁感 有轻有重 一处 在此岛中心的那处大殿 另一处 在此岛的后山禁地中 显然 前者很有可能是这代赫连老祖 赫连传安 至于后者 应该便是传闻中 早已作画的赫连妙松 不过此人带给他的威胁感 很淡 这极有可能 临近大县 本源也俘若不已 仅仅靠着秘书苟且偷生 这才导致如此 但成不征可不敢小觑 甚至比前者更为上心 这等临近大县的修士 狠起来 那真的是狠 说不定 就能拖着你自爆 一起共赴皇权 因此 成不征对赫连妙松 看得比赫连 传安更重些 哪怕后者带给他的威胁感 远不如前者 成不征 微微扫视了一眼后 对于赫连仙族的实力 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下一刻 一道浩瀚的剑光凭空闪现 从天而降 带着犀利无比的锋锐光芒 静直披在那方浩大的光幕上 哄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犹如雷霆乍响 撤响此方海域 这一刻 连天边的云海 在这剧烈狂暴的声浪中 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同时 那方笼罩在赫连仙岛上的 浩大光幕不断闪动 犹如即将破碎一般 寸寸裂纹显露出来 岛屿中 一些密室内 端坐在云床上的赫连仙族修士 直接吐出一口灵血来 而后顾不得许多 哪怕遭受反噬 也立即停止了修炼 地火室内 一位修士 正小心翼翼地打着法掘 神识观察着面前的丹炉内的变化 不断地调整法掘变化速度 如此模样 也可以看出此炉灵丹 对于它的重要性 也就在此时 哪怕炼丹室有阵法笼罩 也是一阵地动山摇 从丹炉中升腾而起 谁 一声带着绝望声音 在炼丹室内响起 此时 炼丹修士满脸绝望 这可是好不容易才收集到的一份灵药 就这样被糟蹋了 这关乎到它的突破 心里绝望之情 可想而知 地火室 一层 炼气室内 一位赫连仙族的修士 面露喜色地感应着炼气炉内的宝气 此时 它已过最为关键的一步 距离彻底成功 只差一步之遥 碰 瞬间 炼气炉内诸多灵精 灵悟的精华 微微一震 距离彻底成形 只差一步之遥的宝气 变成了一团废料 见此 那赫连仙族的修士 面色一僵 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只见它神色呆滞的 望着炼气炉内 一片狼藉之物 也就在刹那间 快 快发信号 有大敌来谢 镇守大镇的中年修士 面露惊慌之色 连忙开口道 闻言 余下的赫连仙族修士 慌不择乱地从储物带中 取出圆柱一般的事物 对着天空射去 一朵朵烟红的烟花 在空中绽放 与此同时 赫连仙道 中心处 某座大殿中 端坐在上手宝座的赫连传庵 也在这一刻睁开了眼眸 喃喃道 终于来了吗 赫连传庵台守望向虚空 目光深邃 仿佛他能穿越重重障障碍 看到大阵之外一切景象 不对 旋即 他站起身来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大殿中 另一边 岛中后山禁地 盘坐着一位老麦不堪的修士 周身萦绕的气息 淡泊到了极致 一动不动 宛如以作画了一般 不过 当这老麦不堪的修士 感受到剧烈的震动后 也缓缓地睁开了浑浊的双目 赫连妙松淡淡地瞥了一眼后 随即眼皮一踏 再次合拢起来 好似对于这番巨变 并没有在意 赫连岛中 在这一刻 诸多修士的反应各不相同 此时 他某种闪过一道惊讶之色 赫连仙族的护导大阵 果真不凡 之前 他加持着神通之威的一击 可不是随意的轰击 反而是此阵的薄弱点之一 此阵能安然接下 也对得起他那天地竞争的名头 但也说明了 赫连仙族的抵御绝非小可 也非寻常缘因势力 所能相提并论的 不过 此阵能接下他一击 却无法抵御第二击 念动剑 成不争望着那层闪耀不定的阵法光幕 再次爆发出强悍至极的一击 耀眼不可直视的剑纲 贯穿长空 携带着犹如开天辟地般的锋芒 直直地斩去 轰 轰轰 连绵成一片光波 从接触点迸发开来 将天地照应成雪白一片 住手 就在这时 大阵内一道灵光飞纵而至 同时开口喝道 对此 成不争双眸微眯 丝毫没有理会意思 反而爆发出全部微能 一声低喝道 破 轰隆隆 顷刻间 那不可直视的光芒 愈发耀眼夺目 在这一刻 天地间 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咔 咔咔 瞬间 那方浩大的光幕 犹如陶瓷般 寸寸碎裂开来 哄 一声撤向天地轰鸣声 传荡开来 刹那之后 赫连仙道清晰地 映入成不争眼帘之中 与此同时 那道飞射而至的灵光 也出现在虚空 显露出身形来 没能阻止对方 赫连传安面色看似阴沉 但心头却是极为惊讶 要知道 护导大阵乃是立足之初 便已不下 而后经过一代代先辈 不断精修 早已威能大涨 即使没有元英修士 主持阵法 单靠大阵之威 便是几位元英修士强攻 在短时间内 也难以攻破 但这位陌生的元英 初期修士 仅仅两击 便直接攻破阵法 不管是什么原因 也能看出对方的厉害之处 想到这里 他心底也不由下沉一分 随即赫连传安望着助力 在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沉声道 不知 道友为何要大动干戈 难不成 本族得罪了道友不成 闻言 助力于虚空中的成不争 平静地望着对方 但莫道 无 那道友为何如此 虽然赫连传安心底早有答案 但还是抱着希望 道 若是道友就此离开 今日之事可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 成不争但笑了一声 而后冷声道 本座只想让赫连先足覆灭 赫连传安彻底放弃了心中的希望 冷眼望着虚空中那道身影 沉重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好 那本座倒是要瞧瞧 区区一味原因初期修饰 有何本事 能让我赫连先足覆灭 说话间 赫连传安伸手一番 一座流光一彩的五指山峰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震 瞬间 那座五指山峰 银空风涨 直接化为一座太古神山 携带着狂暴的镇压之力 镇压而去 这一刻 浩大的虚空都笼罩在这座神山之下 赫连仙岛内诸多修饰 在这一刻感觉到 自身宛如蝼蚁般 根本无法升起一点反抗之力 而且被狂暴的镇压之力席卷 自身也丝毫不得动弹 甚至一些没有镇法必要的弱小修饰 直接被无匹的镇压之力压迫在地 这也仅仅是余微散意而出 所造成的影响 而狂暴之力针对的主要目标 那压力可想而知 此时 诚不争感受到那股可怖的镇压之力 不过面色极为从容 轻笑了一声道 若是只有这点手段 赫连仙族 今日就此烟消云散吧 说话间 一道惊天动地的剑光闪现 瞬间天地位之一亮 犹如大日升空一般 散发着不可直视的浩瀚神光 展 已经接触 恐怖无比的余微 席卷四面八方 瞬间 赫连仙岛上 无数花草树木 宫羽楼阁 山峰月灵 直接被夷为平地 若不是大多数洞府、宫殿、重地 都是灵财建造 并有阵法笼罩 两者交战的余微 足以将赫连仙岛破碎 哄 一声震荡虚空的巨响 那座太古神山 直接崩飞开来 向无尽海中砸落 惊起万丈浪涛 海底中无数弱小的妖兽 荒兽 直接被镇压而死 瞬间 那一片海域中出现了淡淡的血色 可见被崩飞的太古神山砸落 在这一刻 多少生灵死于其中 对此 无论是成不争 亦或者是赫连传安 都没有丝毫在意 那宛如大日生腾的剑光 携带着余微 速度丝毫不减地 向赫连传安轰杀而去 面对如此威能的一击 赫连传安心中极为惊骇 区区一味原因初期 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威能 这已超出了他的预料 念动间 赫连传安也不敢有一点点保留 磅礴的法力滚滚而出 瞬间 加持再深的护照 多了一只活灵活现灵规 于护照上游走不定 区区一品神通 如何能挡得住 成不争的瞳孔中 流转着一丝丝玄黄之光 冷力地望着赫连传安 心底难难倒 一声低吼传来 死来 碰 可不得剑光 静止 斩在赫连传安的护照上 咔 咔咔 游走在护照上的灵规破碎 护照也逐渐浮现出一道道裂缝 摇摇欲坠 有即将溃散的仙照 哄 一声轻响 护照破碎 犹如烈阳般的剑光 直接斩在赫连传安身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层蒙蒙光运闪现 挡下了锐利无比的锋芒 太玄灵符 成不争认出了 赫连传安生死存亡之计 所激活的灵符 太玄玉符 乃是一种极度珍贵的灵符 可抵御原音修士的功法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保命之物 当然 炼制此灵符 不但需要匪浅的制服先艺 而且所需的符指 也是一种极度稀少的 妖兽皮毛炼制而成 也正是原材料齐缺 造成了此灵 极为罕见的现象 这与成不争之前炼制的定位符 是一个道理 不过此灵符 有一个致命缺点 那便是 一旦激活后 受到一击后 无论威能大小 而后便会消散 当然 这是优点 也是缺点 只要不超过此灵符的上限 都可以安然无视承受下来 同样 即使承受炼气七修士一击 也会报废 果不其然 下一刻 那层萌萌光运 立即溃散开来 化作漫天光滑 消失在天地之间 而赫连传安的身影 显露了出来 助力虚空中的成不争 望着颇为狼狈的赫连传安 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本做到不幸 你能有第二张太玄灵符 念动间 剑光犹如白红贯日 带着无与伦比的功法之力 再次斩去 锋利的剑光 竟引得虚空都出现 道道一连 仿佛虚空都承载不住 如此犀利的剑光 这一剑 赫连传安心中清楚地知道 自己绝对无法挡住 若不是 自己有一张保命灵符 刚才便生死倒消了 虽是如此 但赫连传安 也不可能坐以待命 心念一动 哄 无尽海中 冲起万丈巨浪 一座太古神山 夹杂无量海水 冲破海面 腾空而起 携带着镇压虚空之势 再次朝着那惊天剑光 震去 神山依旧高步攀 与之前一样 但爆发出的威能 却是上涨了一大截 察觉到此番异样 陈不征也清楚 这定是赫连传安施展 消耗寿元 本元一类的秘术 才使得此宝的威能大涨 不过区区一件中品 本命法宝 即使有秘术加持 那又如何 化身所加持的神通 可不是寻常一品 神通所能比拟的 即使与寻常二品神通相比 也不若下风 瞬间 哄 今天巨像席卷开来 隐得虚空震荡不休 僵持了瞬间 眼看太古神山的表面 灵光闪烁不定 隐隐有落败之招 就在这时 一道贯穿长空的神光 穿射而至 爆发出强悍无比的威能 共同抵御着 那道惊天锋芒的剑光 同时 一道老麦的声音 传荡天地 道友 今日此事 本族既往不救 道友就此退去 如何 哄 三道强悍无比的力量 在这一刻竞数消灭 虚空中 只有蓄力浩大的灵光烟花 在绽放 再次看去 一尊头发花白 面容苍老的修饰 出现在虚空中 与贺连传安并列成一排 目光深邃地望着远处 那道身影 语气虽平和 但并不代表心理不仇视 若不是他受缘无几 现在靠着秘书保命 一定要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 若是可以 他宁愿付出全部受缘 也要让侵犯者身云此地 但对方至始至终 仅靠一门强悍无比的神通 碾压贺连传安 不知还有多少后手没有动用 也正因为此 哪怕他极尽升华 恢复巅峰战力 极大可能无法奈何得了对方 关键的是 一旦他极尽升华后 留给他的时间就不多了 到时候 如若对方再来侵犯 单靠贺连传安根本无法应对 而贺连先祖也将有被灭的风险 毕竟 之前的两击 他也是看在眼里 那是彻底碾压贺连传安之局 哪怕他心底不愿相信 但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根本无法辩驳 若是两对一 必定会让对方心生忌惮 贺连先祖便有两位元英修士 足以威慑绝大部分 对贺连先祖窥探之意的修士 若是对方不退 那也只能死战了 也基于此 贺连妙松这才说出如此话来 见状 成不争面色凝重了许多了 多出一位元英修士 那可是对他极为不利 毕竟 他只是尊化身 根本比不得本尊 沉吟了一会儿后 成不争点了点头道 贺连先祖居然还隐藏了一位元英修士 那此事便到此为止 告辞 华落 悬光一闪 那道身影消失不见 见此 贺连妙松心神松懈了下来 刚想对贺连传案说什么之时 灵爵疯狂警示 好似大难即将临头一般 只见一尊身影 漠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道浩瀚见光长河 映入他的眼帘之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轰击 贺连妙松根本来不及有多余的动作 全身爆发出强烈至极光芒 一拳携带着浩荡的法力 加持着领域之力 轰去 同时 笼罩在他全身的护照上 多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巨龟虚影 显然 在这生死关头 贺连妙松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施展了阵族神通 玄规大法 这时 贺连传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目露凶光 惊骇大喝道 而敢 可惜成不争施展了咒击顿 攻速快若闪电 贺连传案根本没有时间去支援贺连妙松 也就在这一声大喝中 两股强悍至极的力量碰撞在了一起 哄 狂暴无比的权势溃散开来 紧接着 那层加持着神通之威的护照 在极致的锋芒下 化作虚无 碰 一层蒙蒙光亮 将贺连妙松包裹起来 而犀利至极的剑光 也无法奈何 那看似薄薄一层的光幕 下一刻 剑光消散的瞬间 蒙蒙光照 也随之化为漫天光滑 太玄灵符 成不争眉头一皱 眸光有些阴沉 他没想到 区区一位大献将至 残存自保的贺连妙松手里 居然也有如此珍贵的一张灵符 之前是贺连传安 他还可理解 但贺连妙松手中也有 就让他有些想不通了 虽有些想不通 但成不争明白这道灵符 极有可能是贺连妙松手里 最后一道护身符 不然 贺连传安也不会生死关头 这才激活太玄灵符 从而保存一命 由此可见 太玄灵符在贺连先祖手中 也没几张 贺连妙松有一张 已出乎了他的意外 因此 绝不可能有第二张 也就在这一刻 太古神山携带着 狂暴的镇压之力 朝着成不争的化身 静直落下 竟饮得虚空动荡不休 如同废水煮开了一般 见状 成不争没有丝毫必退之意 今天见光凭空生腾而起 弥漫着至刚至阳 刚猛无仇之威 似乎要将贺连妙松一举震杀 同时 成不争周身护照 也爆发出神圣之光 宛如仙佛灵世一般 伟岸无比 让世人不可直视 他清楚 唯有先将灭杀一人 他才能完成此次任务 贺连妙松与贺连传安 两者相比 自然是姥姥垂耳的 贺连妙松比较软 也比较好捏 关键的是 贺连妙松大献将至 死至较重 一旦有机会 定会给贺连传安创造机会 拉着他共赴皇权 这是毫无疑问的 原本成不争偷袭贺连妙松 也是这个原因 但现在打算落空 也只能强行斩杀了 近在眼前的贺连妙松了 另一边 恍如虚幻长河的剑光 震杀而来 带给了贺连妙松 致命的威胁之感 哪怕如此 贺连妙松的脸色 没有丝毫变化 但周身缭绕的气息 猛然暴涨 一声嘶哑的声音 在此片虚空响起 林玉 戳 暗黑如墨的天地 寝刻间将此方天地笼罩 与此同时 一道璀璨神光轰然爆发 迸发出撼动虚空之威 向娜娜到剑光长河 席卷而去 这一刻 贺连妙松便知今日之事 已无法善了 这在对方偷袭的一瞬间 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贺连妙松 因此 贺连妙松已不再寄往于此 也因如此 他也不再有所保留 对此 成不争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好似对这一切 早已事先预料到了 同样 对于领域之力的镇压 也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他相信 贺连妙松若无其他后手 这一剑定能让对方魂归幽名 再无存活之力 也就在这瞬间 贺连传安 好似听到了什么暗号一般 同时 一方幽暗无边的空间 直接闪现 瞬间 虚空中 凭空出现了两片微能浩瀚 颜色相近的领域 一方领域昏暗有黑 散发出泽人遇事气息 仿佛是远古巨兽张开了 那张吞噬众生的大嘴 留下了垂缠的咸水 另一方领域 虽有两千里之广 颜色近乎相同 但笼罩范围明显不如前者 迸发而出的寂灭万物气息 好似一旦被其笼罩 将会被终极一切 显然 两方可不的领域 看似极为相似 气息却有所差异 这正是两人同修一门 功法所致 瞬间 占据两千里之广的两方领域空间 连成一片 将虚空中那尊身影笼罩 仿佛下一刻 那道渺小的身影 即将被碾成虚无 轰隆隆 大日如来见 遭受到领域的镇压 微能削减 在顶峰力量的赫连妙松一击下 尽数消弭 下一刻 太古神山 弥漫着镇压天地万物的威势 犹如要将天地倾覆一般 震杀而至 哄 笼罩在城部争周身上的神圣之光 看似极为渺小 但在这瞬间 爆发出璀璨无比的光芒 竟将虚空照应成如梦似幻的世界 可不得力量席卷虚空 四略开来 也再差那间 杜恶神光荡漾着淡淡波动 而后禁归于平静 显然 遭受领域镇压 即使堪比寻常二品神通的削弱版 杜恶神光 也在一定程度上 防御威能也减弱了许多 而身处领域中的城部争 也感受到了浩大的镇压之力 以及神秘的侵袭之力 在无时无刻地在腐蚀着 领域融合秘术 也怪不得 它的诸多神通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威能削减 这极有可能是 古老仙族的底蕴之一 若是只是一位 原因中期修饰的领域 它倒是可以强行破开 但两方领域加持 它就些力有不歹了 除非 动用锄电竹本源珠内 那为数不多的力量 加持于身 这才有希望强行破开 这也化身无法施展领域的缘故 若是不然 虽无法抗衡 但也可以保存自身 此刻 城不争神色凝重 瞳孔中有丝丝玄黄之光 再流转不定 这一刻 这片覆盖四千里 方圆之广的领域世界 在他眼中 却是看到了 不同的风景 只见领域世界内 有无数纵横交错的纹落 散发着异议光辉 虽看似是一个整体 但城不争 却是感受到了 两种莫名的气息 粗壮些纹落 为赫连妙松所有 而纤细纹落 弥漫着赫连传安的气息 就在城不争 寻找此门融合领域 秘术破绽之时 一声低贺传荡开来 死 显然 赫连仙族的两位老祖 并不想给城不争 一丁点反应时间 哄 太古神山 与贯穿长空的神光 携带着极致的力量 划破昏暗无比 浩大至极的领域世界 向城不争 轰杀而至 见状 城不争脚下悬光一闪 立即消失在原处 但刹那间之后 太古神山 与那道无匹之威的神光 依旧静置向某处虚空 镇压而去 下一刻 那处虚空走出一道身影 显然 领域中的一切 皆被赫连仙族的两位老祖掌控 丝毫波动都无法隐瞒 也正因如此 哪怕城不争施展神通 也无法躲避 同样 城不争也因领域镇压 使得神通之威 无法得到充分展现 威能削减 若在外界 他施展削弱版 咒击盾 一步之下 便能横跨万里之遥 但此时 在这区区四千方元之广的领域中 却始终无法脱离 当然 若是有一些时间 他也能从领域中脱离出来 但赫连仙族的两位老祖 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时间 机会 哄 一道剑光展出 崩飞了太古神山 也消灭了绝大部分 浩荡神光的功法 灿烂无比的光芒 耀眼至极 将昏暗的领域世界 照应成雪白一片 不足瞬息的时间 浩瀚的神光 与那崩飞的太古神山 再次席卷而来 功法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与之前相比 功速至少提高三倍有余 显然 这是有了领域加持后 所造成的变化 哄 哄哄 接连不断剧烈爆炸声 在浩大的领域世界中 不断响起 每响起一次 那处便闪耀起一片 不可直视的璀璨光芒 此时 虚空领域世界中 薄杀的双方 成不争承受着 被动挨打的局面 同时 笼罩在他周身的神通护罩 也由之前荡漾着淡淡的波动 变成了闪耀不定 隐隐有破碎的征兆 若不改变此番局面 成不争的化身 必将陨落此处 也就在虚空传来的余威 被禁术镇压时 赫连仙岛上的诸多修士 也都从刚才失神的状态中 反映了过来 诸多赫连仙族的修士 无论是在密室闭关 还是在炼丹 炼宝 都走出了近视 无数道神念蔓延开来 向虚空中的领域探去 可惜 领域乃是原因修士的大道体现 可不是寻常修士所能窥测的 因此 诸多赫连仙族 也只瞧见浩大无比的 幽暗领域世界中 不断闪起炽烈的光芒 连一道人影都无法看清 同时 一道道义论声 在赫连仙岛各处传开 看来老祖快要镇压来犯之敌了 一位赫连仙族的金丹长老 抚着长须 面色轻松地 向身侧的小背笑着道 显然 这位资历颇老的金丹长老 也清楚两位老祖施展的是什么手段 毕竟 原因修士的领域 极限便是三千里之广 根本不可能出现四千多里的领域 这也让他想到了 家族中传闻的某门秘书 长老 是真的吗 一位青年修士 心有余悸地望了一眼虚空 那方号大无比的领域世界 开口道 那需要多久 才能镇压 此番邪修来袭 可是给家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连我的精心维护药源 都被余威摧毁的一颗灵草都不剩了 说着 青年修士指向远处 那片草木不存的白地 此时 只有几杆破碎成一片的镇旗 横七竖八地摆放在那里 见状 那金丹长老轻笑了一声道 区区一接镇法 如何能挡得住原英修士交手的余波 而后他看着露出满脸心疼脸色的青年 话风一转 接着道 等老祖镇杀了邪修后 家族肯会补偿你等此次损失 真的 青年修士念带西纪之色地问道 当然 金丹长老汉手笑道 一位原英修士的身家 那可是我等无法想象的 到时候 老祖自然不会忘了我的 这时 青年修士 好似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长老 一位是传岸老祖 那另外一位是何人啊 难不成是老祖的好友 显然 像青年修士 这等助机修士 并不知晓 贺连妙松的存在 闻言 那金丹长老眸光一动 摇摇头道 或许是传岸老祖的某位好友吧 显然 贺连妙松的存在 不到一定的修为 层次 根本无法知晓 同样 这极有可能是 等级较高的家族机密 话落 这位金丹长老 也不再言语 静静地凝视着虚空中 那片浩大无比的领域世界 见此 青年修士 也只好压下心头疑惑 而后期待起老祖的赏赐 与此同时 这样的场景 在何 仙道各处议论着 祖兄 你说老祖能镇压对方吗 一位赫连仙族的修士 对着身侧的修士问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 身侧的修士 坚定地点了点头道 你没看到虚空中 那幽暗的领域吗 此乃是本族最为高深的功法 现在邪修被镇压在老祖的领域中 结果已是很明显了 不然 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文言 那修士有些忧心冲冲道 不过那邪修能攻破本族护导大阵 倒也不能小觑 说不定 显然 他对老祖 不能瞬间镇压来敌 信心产生了一丝动摇 似乎知道身侧修士的心理担忧后 这赫连仙族的修士 倾笑了一声道 能修炼到原因之境 哪位是好相遇的 老祖 不能直接镇压对方 也是情有可原 你见哪位原因修士 那般容易陨落的 至于 那邪修能攻破护导大阵 极大有可能借助了某种宝物 不然 不至于被老祖镇压在领域中 虽然岛屿上的赫连仙族修士 大多数对此战抱有极大的信心 但总有少部分修士 对此却是感到忐忑不安 但岛屿之外 乃是内海 内海可是有无数荒兽 妖兽盘踞 就是遇到四阶大妖 荒兽 也不是没有可能 即使运气好没遇上 但一定能遇到三阶小妖 或者三阶荒兽 这便是内海 除非启动战略非洲 才可安全无忧地去往仙城 但忧心忡忡的赫连仙族修士 都是低阶修士 反而那些金丹镜的长老 祖老各个面色淡然 对此战的结果早是成竹在胸 正因为他们清楚 除了赫连传案老祖外 另一位元英修士是何人 虚空中 那四千里之广的领域 究竟代表了什么 以至于 这些金丹长老 祖老的底气 极为充足 就在赫连仙族 纷纷议论之时 虚空中 那片浩大的领域中 莫名之间起了变化 只见四道颜色各异的 渐气长河 爆发出剧烈无比光芒 就连光看的诸多修士 也在这一瞬间 双目被刺地生腾 一些实力弱小的修士 双目中纷纷流下了血泪 至于 其他修士双目 也在这瞬间变得通红 如此惊天意象 还是在领域中 被镇压的缘故 若是换作在外界爆发 这些赫连仙族的修士 其结局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虚空 浩大的领域世界中 此时 成不争承受着 极为被动的局面 原本那张平静的脸庞上 其眼眸内的异象 也在这瞬间消散一空 一丝喜意闪现 同时 一声低鹤声响起 破 就在刹那间 只见四条剑气长河 化作一条更加庞大 浩瀚 虚幻的剑气长河 犀利的锋芒直冲久消 仿佛一柄精士神兵出世一般 在这一刻 那浩大的领域世界 在璀璨至极的 剑光长河照耀下 显得极为不起眼 而后镇压虚空的领域 犹如瓷瓶般 寸寸碎裂 最后消散一空 轰隆隆 撤响此片天地的剧烈爆炸声 回荡不休 再次看去 虚空中那方 浩大无比的领域世界 已消失不见 只有一道浩浩荡荡 平铺天地的剑光长河 迸发出息卷天地之威 光芒耀眼至极 愚微不减的铺天剑光长河 静直向虚空中 同时显露出的一道身影斩去 面对如此惊天动地的异计 赫连妙松在这瞬间 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全身爆发浩荡的威亚 一道神光贯通天地 其内蕴含了极尽的力量 显然 为了迎接这一剑 赫连妙松极尽升华了 爆发迄今为止 最为强悍的力量 见状 远在一方的赫连传安清楚地知道 哪怕妙松老祖极尽升华 也绝对无法接下这一剑 此刻他是想要救援 也无法在这瞬间支援妙松老祖 就算加上他 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如今不得不如此了 念动间赫连传安眼眸中 闪过一道坚定之色 同时 他嘴角微动了几下 瞬间之后 一道低喝声 在此方天地回荡 住手 寻声望去 那是从赫连仙岛中 某座大阵笼罩的宫殿中传出 与此同时 一只仿若实质的擎天巨掌 爆发出可不知力 好似太古魔神的巨手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向那道庞大 且虚幻的剑气长和擎拿而去 仿佛之手便能将其覆灭 对此 陈不征没有理会对方的意思 轰沙而去的剑气长和 也没有因此 微能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弱 哪怕在这生死关头 陈不征的脸色 也没有一丝变化 显然 他并没有因为 来者极为强大 而后退一步 也就在这时 一道弹幕的声音 在虚空回荡 终于出手了吗 与此同时 一只遮天蔽日的拳头 表面上燃烧着熊熊烈火 仿佛大日降临一般 静止向那只擎天巨手 轰沙而去 一掌微能浩瀚无比 后发先至 最先碰撞到一起 哄 今天爆炸声响起 虚空震荡不休 同时 静影的天地为之一轻 而后磅礴之力 尽数消弭 虚空也恢复平静 也就在这时 虚空中也多了两道身影 一位面戴黑色面具 身形修长 静静助力再成不争一侧 另一位 则助力在赫连传安一侧 紧接着 哄 虚化而又浩瀚的剑气长河 在这一刻 与那道贯穿长空的神光 碰撞在一起 神光寸寸破碎 虚空中 也爆发出一朵蓄力的烟花 一声惨叫从中传来 显然 哪怕赫连妙松极尽升华 也没有在这一箭中存活下来 对此变化 成不争没有丝毫意外 一位老老垂矣的修饰 等待墨图的修饰 能有多少后手 即使早年有不少的手段 也早早将宝物交给了家族 培养优秀的后辈 它唯一的作用 便是在最后一段时光 尽可能的守护家族 赫连传安谋中 闪过一丝悲痛之色 看着虚空中 那朵蓄力的烟花 他心里喃喃道 妙松老祖一路走好 还是在踏尖图 也在这一刻 他也确定了 对方极有可能不是邪修 很有可能就是他等待之人 不然 对方也不会准备得如此充分 那请公阳真君出手 便有充足的理由 不过郑主没来 来的是两位极其强悍的修士 对此 站立在赫连传案一侧的原因修士 淡淡瞥了一眼虚空中那朵烟花 而后将目光落在了那位 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身上 不错 这位突然对成不争 出手的原因真君 正是他早年认识的一位原因修士 龚智阳 此人不但是许时的师尊 也是顶尖魔门血纱门的原因真君 在魔门中 其地位仅在化神尊者之下 万魔之上 而且 此人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 那便是魔道联盟诸多副盟主之一 执掌魔道联盟偌大的权力 如此人物 会为贺连仙族出手 显然 这里面的关系 极不简单 此时 龚智阳面色凝重地望着 这位不知修为几何 但实力极其惊人的修士 此人虽戴着面具 但他知道这位修士 定不是楚遥这个老家伙 毕竟 他与楚遥见过不止一次 也曾有些摩擦 也正因如此 他知道这突然出现 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绝不是楚遥所办 身形 样貌 都可以作假 但法力属性 以及法力气息 可无法改变 除非传闻中 无上神通一级的变化之术 或者是传闻中原古流传下来 多属性功法 才有这个可能 但无论是前者 异或者是后者 都不可能 前者 他迄今为止 都没有听闻过 此品阶神通的存在 就是传闻中的灵界 此等无上神通 也属于极其顶尖的神通 以他如今的地位 若有这等神通存在过的痕迹 他早早便得知消息 但迄今为止 他都没有听闻过 显然 苍语界修仙界中 绝没有此等无上神通存在 至少 在修仙界中如此 至于后者 远古功法虽精妙 但早已不合时宜 毕竟 那时灵物资源丰厚 灵气浓郁 与现如今有极大的差异 那时能修炼到高深之境 也是因为灵气环境 以及资源丰厚的缘故 但放到了现在 可没有远古时代的环境 资源 供修饰成长 那时 才是修饰理想的修炼环境 最为关键的是 自从上古单属性功法 大行其道 此类功法早已断了传承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就是他的宗门内 也没有这等功法 只留下支言片语的记载 也正是 从这些支言片语中 他这才得出了一些 此类功法的效果 而且 就算修炼多属性功法 其法力本源 也无法变化 不管变化成哪一属性 都是如此 也正是如此 他确信此人 绝不是楚遥 况且 龚智阳也对楚遥的底细极为清楚 所以 这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定是楚遥邀请而来 以防意外 不然 这位修士出手 赫连先祖的两位元英修士 早就魂归幽明了 哪里可能存活到现在 也怪不得 区区一位元英初期修士 面对他那近乎致命的一击 丝毫没有必退 显然 那斩杀赫连妙松的修士 清楚地知道 有人会出手抵挡 而且还信心十足 这也说明了 那位戴着黑色面具 不知深浅 仿若凡人的元英修士 早早就降临了 说不定 就是与那元英初期修士 一起来到的 不过 先前并没有露面而已 念动间 一道道念头 在他心头划过 刹那之后 他便压下心头诸多念头 神色平静地 望着那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淡淡道 不知 这位道友如何称呼 无可奉告 一道淡漠 而又平静的声音 从黑色面具后传出 声音不大 却是清晰可闻 而此时 陈不争如同跟班一样 静静地站立在这位修士身侧 好似以此人马首施瞻 听闻此言 公志阳眉头微皱 随即舒展开来 平静道 想必 你们也是受邀而来 何必伤了你我的和解 今日此事 作罢如何 若无必要 公志阳真不想与那位 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对上 虽他不知道此人的修为 但能轻而易举地接下他的一击 必定是原因大圆满之境的修士 这等存在 几乎都是不好惹的角色 若是对方 真不给面子 那他也不会留情面 修炼到这般境界 有如今地位 没有出众的战力 也无法押服诸多魔道大能 更不用说担任魔道联盟 赴盟之位 所以 他自认为在修仙界中 诸多元音大圆满修士中 虽不是问鼎王座之人 但也是顶尖上那一波存在 即使实力不如对方 但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另一边 赫连传安听闻此言 谁也没有察觉到 他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愤恨色 不过这一丝异色 很快消散 因大圆满修士 同样也是魔道联盟的副盟主 背后更有一位化神尊者 作为靠山 那可是赫连先族不能招惹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不得不听从对方之令 除非 他想要让赫连先族破灭 况且 赫连传安现在还寄望 公志阳拯救他的家族 一旦公志阳撒手不管 赫连先族覆灭就在今朝 所以 他哪怕心里极为不舒服 也不能表露出一丝异样来 因此 赫连传安此刻 也如成不争一般 等待公志阳之令 而不敢有其他动作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弹幕声音 再次响起 不如何 这道声音 正源于黑色面具之后 这一刻 公志阳的眼神 变得极为冷静 而一侧的赫连传安 虽没有任何表情 但心里极为欢喜 谈崩了 好呀 一位无名之辈 其可与名满修仙界的公志阳 相比 哪怕 那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修饰 看似也不简单 但他心中对公志阳 充满了极大的信心 早些年他曾经见过公志阳 斩杀元英修士 犹如土狗一般 翻手可灭 就在戴着黑色面具修士 话音刚落之际 虚空中一连泛起 一方足足有三千里之广领域世界 在虚空中逐渐显露出来 看似此方领域世界 不如之前赫连先祖两位老祖 联手施展秘书 所显应的领域世界 但威势却是不可同日而语 见词 成不争谋中 闪过一丝异色 此方领域宛如实质 没有一点虚幻之感 而且浩大的领域世界 表面缭绕着无尽玄黑之气 宛如那是人间地狱般 有如此意向 显然对方已炼化了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化入了自身的领域中 若是此方领域 与赫连先祖两组 联手施展的领域世界相碰 几乎等同拿鸡蛋与石头状 不会出现意外 只有一个结果 那便是赫连先祖两位老祖的领域 会直接破碎 即使元英后期的领域 与此方领域相碰 也是如此结果 除非 对方也是元英大圆满修士 也炼化了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这才能保持不相上下的局面 不过 以公制阳线如今的底蕴 已具备突破化神之境的基础 当然 几率很低 或许 这也是对方迟迟没有动手突破的 主要原因之一吧 同样 陈不征也明白 对方施展领域 主要是为了试探他身侧 这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底细 毕竟 同阶修士相抗 身战力极其之小的一部分 对方如此做 也是因为 领域不但是元英大圆满修士的象征 同样也是自身根基的照应 一些见多识广的修士 即使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也可以通过领域 识别对方真正的身份 也因如此 公制阳一出手 直接用领域镇压 可见 能修炼到元英大圆满之境的修士 一举一动都大有深意 对此 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瞥了一眼从虚空中显映出来的领域世界 而后大有深意望了一眼公制阳 下一瞬间 四到惊天见光 照耀大千 紧接着 一方更为浩大的混沌世界降临世间 也在这刹那间 整片虚空被无尽的混沌之光笼罩 就连成不争的化身都没有来得及动作 就被混沌世界笼罩 不仅如此 就连身为元英大圆满之境的公制阳 也无法在这瞬间 脱离此方混沌世界笼罩的范围 可见 混沌世界之大 镇压之力的强悍 当然 公制阳所施展的领域 也被混沌世界笼罩 更不用说 只有元英中期修为的赫连传安了 赫连先到 高空中 一片不见边际的混沌世界中 无尽的混沌浪潮汹涌拍来 回来冲刷着混沌世界 仿佛泯灭一切外物 但有两道心神 超脱于外 而且还能融于此方 微能无限的混沌世界 不错 这正是成不争的化身 以及那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戴着黑色面具的修士 能施展出如此手段 也是因为 此位修士正是成 不争的本尊 再成不争的化身 动身的一瞬间 本尊也做好了随时出关的准备 而顶替楚殿主的化身 等待如此之久 除了批示监察殿的政务外 也是在等待本尊炼化灵丹结束 所以 成不争的化身 才安耐了许久 成不争清楚 如今楚殿主的本源珠内的力量 所留不多 因此 想要凭借这些 完成此道任务 是件根本不可能性的事 而且 本源珠内所留的力量 它也不能随意动用 需要留着激活先蒙指环 以及身份令牌等等所用 不仅如此 本源珠内所剩的力量 也无法爆发出 当日在仲华殿之威 一举镇压赵寒之能 所以 本源珠内的力量 现在也只能当作辅助之用 而无法对敌 再加上 他从十世先祖老祖口中得知 赫连先祖可能存在第二位原音真君 赫连妙松石 成不争便只以化身的实力 完成任务可能有多么小 正鉴于以上诸多因素 成不争决定让本尊随行 当然 化身也不能用楚殿主的身份出行 这才有了之前 攻打赫连先祖的画面 其实 早在成不争的化身降临赫连先祷之初 施展大罗法墓之时 他便感觉到了 那大阵笼罩的密殿中 蕴含了强烈至极的危险 也就在那一刻 本尊也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以至于 有了之前本尊凭空出现 拦下了龚智阳的轰杀 这才有机会 让化身斩杀了赫连妙松 而本尊为了一举斩杀赫连传安 龚智阳 直接以本命法宝 布下了混沌结阵 此举 主要是为了防止龚智阳跑路 至于贺连传安 成不争丝毫不担心 以化身的实力足以应对 所以 这才如此 此时 成不争操控着 混沌结阵大阵之力 朝着那处占据三千里之广领域 碾压而去 顷刻间 混沌世界中 掀起了惊天混沌狂潮 好似 要将其淹没了一般 轰隆隆 阵彻混沌世界的巨响 从那无尽混沌狂潮中传出 瞬间之后 淹没在混沌世界中领域 隐隐有不知之感 好似下一刻浩大的领域 便会直接破碎 这还是炼化了 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的领域 换作没有炼化两种 先天灵物的领域 混沌浪潮一次冲涮 就会支离破碎 另一边 犹如实质般的玄黑领域中 此时 龚智阳手持一块令牌 无尽法力涌动而出 注入令牌中 令牌爆发出来的威势 越发强烈 但除此外 并无任何动静 忽然 他眉头青簇 心念一动 足足有三千之广的领域 刹那间默然变小 化为一道护照 将他与赫连传安笼罩 同时开口道 此阵未能其大 绝不是 你我所能阻挡 快与本军联手激发此道令牌 才有可能脱离此阵 快 说话间 龚智阳也没有停下动作 紧接着 一道神光从他周身暴射而出 化为一面古朴的铜镜 落在领域内壁之上 一道蒙蒙之光闪亮 领域内出现了一道护照 同时 一股青烟也随之而来 加持在法宝的护照上 显然 为了加强自身的防御 他直接动用了全部的防御力量 铜镜法宝 乃是上品法宝 防御智能极其强悍 而那道青烟 则是一门防御神通显化 如此做 也是因为龚智阳清楚地知道 外面内门阵法的威能 有多么厉害 即使他的领域 也差点瞬间被破 他的领域 单论防御智能 也不是寻常领域所能比拟的 那可是已炼化过 先天刚煞与大地灼气 防御智能堪比上品防御法宝 从中也可以看出 此门阵法的厉害之处 现在收缩领域 防御威能还能上涨一截 多坚持几夕 但龚智阳清楚 这不过是暂时的 迟早会破 而他唯一的生机 便是手中的令牌 也正如此 龚智阳不仅祭出了法宝 施展了神通 就是为了能多拖延片刻 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激活令牌内云之威 不过 一个深深的疑问 存在了他的心中 这楚遥所掌握的监察殿 并无这等实力修饰 便是先蒙的几位副盟主 也没有如此手段 这楚老匹夫 是从哪里结交到 战力如此强悍之辈 来助助他完成任务 不过这道念头 很快被他压下 此时首要任务便是逃离此阵 另一边 听闻此言 赫连传安也不敢怠慢 他清楚 若是连龚智阳都无法抗衡此门阵法 也需要逃顿 更不用说他了 所以 赫连传安丝毫没有犹豫 磅礴的法力汹涌而出 化为一道璀璨的法力光柱 注入到令牌中 同时 赫连传安寄出一件中品防御法宝 化为一方护照 阵足神通也加持于上 两方加持了神通微能的光幕 使得龚智阳领域内的防御微能暴涨 可谓是固若金汤 这绝不是一句玩笑话 在这生死危机的刹那间 龚智阳应对 可以说是极为稳妥 从中也能看出 此人极其丰富的经验 浩瀚无垠的混沌世界中 陈不征也注意到了龚智阳的领域变化 自然也清楚 是加强自身防御职能 而且 陈不征也想到了 对方极有可能有后手 毕竟 龚智阳不仅是一位原英大圆满修士 同样也是魔道联盟 位高权重的副盟主 有此等地位 有一些后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 有用吗 陈不征心里喃喃自语了一声道 尼南坚 陈不征丝毫没有耽误 直接爆发出目前他的极限威能 轰隆隆 一声巨响 在混沌世界中撤响 融合了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的领域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显然 这方领域即将到了极限 而无尽的混沌浪潮 依旧如海潮般疯狂呼啸而来 在这瞬间 注意到此番变化 公智阳眉头青醋 但磅礴法力的输出速度 依旧没有增加一丝 显然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 而赫连传安面色虽然平静 但眼眸中却闪过一道交集之色 但法力输出同样与公智阳一般 毫无增长 咔 咔咔 碰 瞬间 公智阳的领域直接轰然崩塌 与此同时 正在疯狂注入法力的公智阳 也在这瞬间 面色突然变得惨白 一股灵血化 作一道积事而出 此刻 公智阳嘴角有灵血一出 但面色平淡 看似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在疯狂激活令牌 同时 他周身环绕的气息 也在这瞬间下降了一截 显然 领域崩塌 对公智阳而言 绝对是一个重创 毕竟 领域可不是宝体 而是作用在修饰本源上 因此遭受重创也可以理解 哄 铺天盖地的混沌浪潮 带着狂暴之威 直接扑在一方 犹如光幕上 此方光幕 表面上浮现着一只灵规虚影 一经接触 此方护照犹如纸片般 直接被撕碎 丝毫没有起到一丝阻拦的作用 而那件中品防御法宝 也在威能无边的混沌浪潮下 连一丝残渣都没有留下 直接消散一空 同时 陈不征也感应到了 本命法宝的威能 有了一丝丝上涨 不过对应的是 他感觉到 他的狂暴混沌浪潮 依旧威势不减地 朝着最后一方光幕 冲刷而去 嘴角溢着嘶嘶淋血的公志阳 一边极力地输出法力 一边注意着外边的动静 此时 他知道 若是这样继续下来 不等完全激活令牌 他便陨落在此处了 想到这里 公志阳眸中 闪过一道血光 紧接着 他的余光瞥向了 正在全力输出法力的赫连传安 心底低难了一句 为了本作的先徒 如今也只能委屈你了 与此同时 他抬手 凌空虚抓 而一直注意着 对方的赫连传安 见到对方如此模样 哪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惜的是 外有足以覆灭一切的混沌浪潮 那有原因大圆满修士 此时 他属于穷途末路 不等他有所动作 一股强悍至极的力量 将他笼罩 哗 一声低吼在此方护照内响起 与此同时 一道血色光幕将赫连传安笼罩 从中传出一道惨叫声 不过这道惨叫声 还没有完全喊出 便戛然而止 请客间 这位在修仙界中 高高在上的元英真君 直接化为一团璀璨的光滑 其内隐隐有血色光滑闪现 原地 只有一层衣物 连元英中期的赫连传安 在元英大圆满之境的修士手中 一招都过不了 可见 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公志阳也不愧是魔道大佬 不到呼吸之间的功夫 便将一位元英中期修士 炼化成一团本源 这绝不是先到修士 所能做到的 哪怕同为元英大圆满之境的修士 也做到不到如此程度 从中 也可以看出 公志阳极为精通 魔门神通 秘术 当然 这里 也两人距离较近的因素之一 也有突然出手突袭的缘故 哪怕贺连传安之前也注意到了 但两者之间的攻速 神思反应 根本无法比较 若是不然 公志阳也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 镇压对方 就在这时 轰隆隆 一阵剧烈的震响声音 传入了公志阳的耳畔 瞬间 只见加持了神通之威的防御护照之上 出现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纹 这是破碎前的征兆 见此 公志阳丝毫没有犹豫 伸手一挥 那团泛着血色光韵的璀璨光团 直接注入到他面前的令牌中 令牌散发出来的波动越来越大 但除此之外 别无动静 就在这时 咔 咔咔 无边无际的混沌浪潮 直接冲破了护照 连那上品法宝铜镜 也被混沌浪潮破碎 连一丝残渣也没有留下 如之前贺连传案的中品法宝一般 直接化为虚空 这可不是程不征故意如此 而是全力运转 混沌结阵 他根本不能如 覆灭皇甫先族的诸多金丹修士 那般掌控犹新 实在本命法宝的威能过于浩瀚 远不是当年他处于金丹镜 所能比拟 因此 本命法宝极限威能 无法收发犹新 同样 程不征的眼眸中 也闪过一道可惜之色 中品法宝就算了 但上品法宝何其难得 就这么成了本命法宝的养料 那也太可惜了 更让他头大的是 本命法宝的威能 由上涨了一截 很快便能达到蜕变的程度 不仅如此 距离人宝合一之境 也越发艰难了 也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无边混沌浪潮滚滚席卷而来之时 宫至阳眸中闪过一道狠色 他挥起布满纹落悬光的大手 狠狠地朝着自己胸膛拍去 一道璀璨的光滑 从他胸膛处暴射而出 没入眼前的令牌中 就在混沌浪潮靠近的 公志阳的一刹那 一股惊天动地的光柱 直入九霄 爆发出无尽光辉 将此方混沌世界 照亮的雪白一片 哄 浩瀚无边的混沌世界消散 似到流光倒卷而回 天地也恢复了清明 成不争望着天际处 那道极光 眸中闪过了一丝可惜之色 眨眼间 那道极光 已经消失在天边 即使施展大罗法目 也无法找到其踪迹 显然 公志阳在这瞬间 便出了大罗法目的 探测的极限 不过也正常 刚才爆发的一击 犹如惶惶天威般 绝不是原因修士 所能拥有的战力 足以堪比化神尊者的 权力一击 也只有如此 才能破开 以本命法宝部下的 混沌结阵 当然 这也成不争是一位 原因初期修士 也只能将本命法宝的威能 发挥到这个极限 若是他登灵化神之境 或许化神尊者 落入大阵中 也难以破开 这仅仅是境界变化而已 若是成不争 将本命法宝 蜕变成灵宝 即使化神境大元 满至尊 也无法挣脱 最后只能黯然身遇 当然 这些推测 都是成不争 通过本命法宝的 威能变化规律 得出的结论 是否正确 还要等待将来的考证 虚空中 成不争 凝望着天际的目光 而后视线 落在了面前 臣服不定的 四柄古朴长剑上 见到本命法宝 表面丝毫无损 他心头算是松下了一口气 哪怕他知道 单凭这等轰击 根本无法奈何 他的本命法宝 毕竟 四柄混沌到结界 是以仙晶为主材 造化炼制而成 哪怕品阶在低 其本质底韵在那里 当然 成不争担心 也是有缘故的 正因为一旦 以本命法宝布阵 被敌人破开后 会对本命法宝 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也因如此 之前他才极为担忧 现在看来 扳倒尊者传下的 炼宝法门缺陷 对他影响不大 不过 成不争细细感应了一番后 他发现 也并不是全无一点影响 这看似毫无损毁的四柄 混沌到结界 此时内运的波动 却是下降了一截 显然 这定是 混沌结阵 被破后 所导致的 不过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温养一段时间 便可将本命法宝的威能 再次恢复到巅峰 成不争望了一眼面前的四柄 古朴无华的长剑 心念一动 四道剑光 齐齐没入他的体内 下一刻 他便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赫连仙岛上空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身影 成不争俯视着 极为安静的赫连仙岛 鼻尖营绕着一丝 淡淡的血腥之味 此时赫连仙岛 安静得有些甚人 成不争面色平静 淡淡瞥了一眼后 顷刻间便消失在虚空中 再次看去 他出现在一座假山下 深达千丈地下广场中 广场内空无一人 顶部零星摆布着 一块块造型各异的银石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照亮了四面黑油油的长条石块 这正是禁魂石 此时 成不争目光并不在这些禁魂石上 目光是落在了广场中心 那处石台上 不错 这正是成不争所熟悉的传送镇 不过 不是大型传送镇 而是一座小型传送镇 但也足以传送至亿万里之遥 见此 成不争眉头青醋 眸中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显然 此方传送镇的出现 确实超乎了他预料 紧接着 成不争伸手青台 一抹悬光从他手中击视而出 顶刻间 那抹悬光没入传送石台上 萌萌亮光从传送石台上亮起 但随即熄灭了下去 出现如此变化 精通镇法的成不争也明白 这是相连接的传送镇已破损 或者对面的传送镇已关闭 这才导致如此情况出现 见状 成不争也清除里面的原因 虽是如此 但成不争也没有直接离开 旋即 成不争也没有丝毫 在一员英真君的颜面 直接开启了搬家模式 碰 广场中心的传送镇法 直接被他打包带走 紧接着 广场四周由禁魂石条 彻城的墙面也被他拆卸下来 大手一挥 三面墙壁上的禁魂石条 几乎瞬间清空 显露在外的是 黑乎乎略带潮湿的泥土 很快 成不争将最后一 墙壁拆卸一空 这些禁魂石 正好再加固一下 家族密地的地下广场 环顾一圈后 此方地下广场已无丝毫价值 下一刻 成不争脚下 闪起一道悬光 再次看去 他已消失在此方地下广场 与此同时 赫连仙岛上 那一道不断闪起的悬光 也在这一刻停止了动作 这正是成不争的万华道身 他在被 混沌结阵笼罩后 下一瞬间 便出了混沌世界 亲手覆灭了赫连仙族 可惜的是 并没有全部剿灭一空 一些灵根优异的赫连仙族修士 以及一些相对较为年轻的金丹真人 早已失去了踪迹 显然 赫连仙族 或许在赫连妙松身影的一瞬间 便做好了准备 当然 也有可能更早 也正因如此 此时看似满身都是储物带的化身 其实价值并没有多少 至少 在原音境修士 眼里如此 身家极为富裕的成不争 自然也没有看在眼里 但也没有浪费 因此 他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几乎将整个赫连仙岛都收刮一遍 看似用时很长 不过时间其实很短 毕竟 成不争寄出本命法宝不下大阵 到公至杨桃顿 也就是转眼的功夫而已 可见修为越高 搬家业务也用时越短 效率越高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注立在赫连仙族的上空之中 成不争的瞳孔中 异象闪现 丝丝玄黄之光 在旗内流转 打量着下方尸横遍野 狼藉不堪的赫连仙岛 如此做 也是防止万一 毕竟 化身施展的大罗法木 不过是削弱版 远远无法与本尊相提并论 扫尸了一圈后 此时赫连仙岛内 并无落网之余 也只有那些 早就借用传送阵 离开的赫连仙族修士 除外 与此同时 万化道身 带着大量的储物袋 出现在本尊身侧 而后挥手一摆 金色储物袋 银色储物袋 灰色储物袋 漂浮在成不争面前 而后化身 直接化为一道影子 没入成不争的背影中 这些颜色各异的储物袋 零零总总 共有几十只之多 借此 挥手一招 漂浮在他面前的诸多储物袋 犹如鲤鱼一般 窜入他的宽大衣袖中 收起诸多储物袋后 成不争目光俯视着 下方的赫连仙岛 眸中闪过一丝可惜之色 低声喃喃道 可惜了一座中型灵脉 化落 只见成不争身手虚抬 微微往下一压 轰隆隆 连绵不绝的轰鸣之声 在此方海域撤响 只见下方的赫连仙岛 好似被天地镇压了一般 直接坍塌 化作滚滚碎石 没入无尽海中 无尽的灵气 犹如山洪爆发一般 弥漫天际 同时 一方浩大的漩涡 在海面上浮现 随着成不争抬手 海面上浮现的浩大漩涡 平息了下来 再次看去 海面上再无一座岛屿 就连一块桥石都看不见 只有一望无尽的海水 映入成不争的眼帘之中 下一刻 成不争脚下悬光一闪 便消失在此方海域中 许久之后 一道金光从远处 击视而来 金光消散 一艘金色宝船浮现出来 同时一道道流光 从宝船内飞射而出 灵光消散 虚空中 助力着一位位修士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这些修士 无意不是浑身缭绕着浩荡的威压 若是爆发此等威压 不要说助机器修士了 便是金丹修士 也难以行动自如 不错 这些面向各不相同的修士 正是镇海盟中的原因真君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此处可是赫连传安的家族祖岛 纪龙子俯视着下方 一望无尽的大海 语气平淡地对着身侧的原因 真君问道 若是成不争也在此地 定会识得此人 不错 纪龙子正是鸣香真君的师兄 亦是那位救援皇甫先祖的援英修士 差点将成不争赌在天方仙城的镇海盟大佬 闻言 那位援英真君 谋中闪过一道回忆之色 经过脑海中的线路图比对 确定无误后 这才开口道 纪师兄 不会错的 而后又补充了一句道 若是盟中记载 无误的话 正是此处 纪龙子点了点头 而后他伸手虚抓 天地间 凭空刮起一阵怪风 再次看去 他手里多了一团杂乱气息的光团 仔细感应了一番 他眉头轻皱 挥手一甩 手中光团消失在了天地间 而后望了一眼平静的吴静海 淡淡道 走吧 我们来迟了 而且一点气息也没有残留 就连赫连仙岛也不复存在 逗留下去 也找不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如今之际 也只能严密监控 附近的大大小小仙城了 这时 一位镇海盟的原因修士 面色难看地问道 就这样 显然 他极为不愿意 正因为此人 也是一族之族 他不在意赫连仙族的死活 却无法接受 蒙中如此行事 此时 随行的大多数修士 也是如此盯着纪龙子 心底或多或少都有些不乐 他们也都是一族老祖 或者一方势力的首领 只有那些身后无家族 无势力的散人 站在一侧 平静地看着 好似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一般 见词 纪龙子面色平静地扫视了一眼 那些一族之族 淡淡道 我们得知的消息 也是从魔道联盟那边传过来的 难不成 诸位还准备逼问魔道联盟不成 而后又道 何况 此事本座已上报 自有坐镇在镇海先城的尊者处理 我们现在除了能做这些 还能做什么 还是 诸位有对策交往 见到这些原因修士 没有任何反应后 紧接着 纪龙子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接着道 本座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盟中绝对会追查到底 这点请诸位放心 凶手定是原因后期修士 或者是大远满之境修士 只要现在还在镇海盟内 绝对可以找出凶手 回到先城后 本尊第一时间申请 开启窥天井 到时候 即使此人动用秘术掩盖修为 面容 也绝对会在窥天境下 原形毕露 一旦有可疑者出现 只要我等纠缠片刻 自有同道相助 说到这里 纪龙子话音一顿 接着摆了摆手道 好了 不要在这里停留了 先回去监控个大先城吧 话落 纪龙子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没入停伏在虚空中的宝传中 见词 那些事不关己的原音修士 也齐齐化作一道灵光 顿入金色宝传内 行了 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走吧 回先城 一位先祖老祖 平静道 而后也随之飞入了宝传中 见状 剩余的先祖老祖 以及势力首领 化作一道道灵光 消失在原地 再次看去 那停伏在虚空中的宝座 已经化为一个经典 消失在天际处 与此同时 一位面色苍老的修士 面色平淡地 来到了一座中型仙城 此人修为不高不低 是一位筑基期修士 一看就是一位 混迹修仙界多年的老油条 绝不是好欺瞒的修士 因此 此座仙城中 也没人想打他的注意 当然 心怀不轨的修士 也大多是低阶修士 街角处 一位青年修士 对着身侧老道 低声道 老大 那修士面容陌生 应该不是本城之人 要不要 闻言 那未面容积有亲和力的老道 循着对方的目光 扫去去 瞬间 一个大笔都扇在青年修士的后脑勺上 你长点心吧 你看那人虽是只身一人 但你看他面容苍老 布满岁月痕迹 最多也只有几十载可活 那不是挺好的吗 青年修士不解道 这样一来 只要将他除去 这老头的一生累积的宝物 不都是我们的了吗 一声低喝 在青年修士修士的耳畔响起 蠢不可及 在修仙界中 能活到如此年月 那个不是奸华似鬼 岂能与寻常修士可比 而且像这种大限将至的修士 一生累积的宝物 早就化为了突破资粮 所以也并无油水可捞 关键的是 还能舍得拼命一搏 说到这里 面容祥和的老道 语气一变 温和道 不过 也不怪你 毕竟 你突破住机器才几年 日后时间长了 你就明白 这些老东西的奸华之处了 好了 这个目标不行 再找找 嗯 青年修士点了点头道 老大我明白了 而后 他将目光移开 重新寻找起目标来 也就在青年修士与老道 余光从那面色苍老的修士身上 挪移开来之时 看似正在漫步的老者 眸中闪过一丝笑意 不错 这老者正是成不争 施展神通改头换面的样子 就在青年修士的余光 落在他身上的一瞬间 他就注意到了遥远处的两人 或许寻常元英修士 无法察觉 但成不争的宝体 足足要比寻常元英修士 强上三倍之多 因此 无感极其敏锐 也正因为如此 那青年与老道的低声对话 他也是听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 他也没有在意 这样的情况 他见了多了 若是换作以前 成不争还灭掉两人的打算 但自从每到一座仙城 都有这些修士 他出手的心思也就淡了 除非 不知死活 非要来找死 那就怪不得他了 旋即 成不争将那两人抛之脑后 不紧不慢地 向此座仙城中的传送殿走去 许久之后 传送殿 某座大厅中 诸多修士 先后相继登上了传送台 其中 便有一位面容苍老的修士 白光一闪 成不争消失在了此座仙城中 天魔道 阴邪之气弥漫 空中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 腐臭味 等等一些极为怪异的味道 与鸟与花香仙盟 各大仙城相比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即使是实力 稍弱于魔道联盟的镇海盟 与此座魔道相比 环境也是天差地别 此时 弥漫着怪异味道的街道上 有面色铁青 浑身上下散发着腐蚀的味道 在阳光的映衬下 泛着丝丝金属光泽 显然 这是为走炼尸意图的魔道修士 此人周身弥漫着浩荡的魔威 也可以判断出 是一位实力及其高深的魔修 若是此人出现在仙道主宰的疆域 虽不能说群起而公之 但也必定会收敛气息 低调行事 这也是此位魔修 修为高深的缘故 换作是一位炼气气魔修 当然 这里是魔道联盟掌管区域 因此才会如此大方地出现在街道中 正因为 此条街道上几乎都是魔修 不准确地来说 此魔城内几乎都是魔修 有周身弥漫着血煞腥味 浑身缭绕着血色光韵的魔修 也有身穿黑袍 周身散意着淡淡的古怪气息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修士 与旁人气息相左 但这些修士 周身弥漫着浩荡的威压 而街道两侧的店铺 也是仙城内的店铺 大不相同 有造型圣人的店铺前 两侧个站立着高矮相差不多 面容都泛着枯黄容貌的修士 而且獠牙壁露 寒光闪闪 这两尊同假尸都高举着条幅 尚书道 诚信精英 两大优惠 百年老店 值得信赖 如此古怪的店铺 着实让人不敢恭位 也丝毫感受不到店铺的诚信所在 也有如寻常造型的店铺 不过店铺门前 各有挂着一个灵彩打造的笼子 左边笼子中 端坐着一位赤着上身的男子 此修 面容俊美 肤色稀白 肌肉线条极为迷人 但那双眼眸却始终闭着 但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却在无形之间散移开来 右边笼子中 端坐着一位面容绝美的女修 此女衣衫不整 相间外露 看似狼狈 但勾魂夺魄的诱惑力 却是极具引人心神 那些眼神犀利的修士 透过那不整衣上的缝隙 也能瞧见那一抹春光 此女身段曼妙 堪堪一卧的牵牵细腰 隐约可见 再加上令人怦然心动的容颜 对于男修而言 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游物 可惜的是 那双性眸却始终紧闭着 但那股引人遥想的诱惑力 杀伤力极大 同样 也使得许多低肩魔修 驻足停留观看 店铺的生意 也比寻常店铺要好上许多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从远处走来 沿路中 街道两侧的店铺 丝毫没有让他目光有所驻留 不论是那卖练师的店铺 亦或者是那挂在笼子中 勾人心铺的女修 都没有引起他的一丝兴趣 不错 这正是刚刚从镇海城 传送而来的龚智阳 若是换作平时 他或许有兴趣看看 但此时 他可没有这个闲心 也没这个功夫 很快 龚智阳来到了此城的后山禁地中 虚空中弥漫着浩荡的威压 以及那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黑色旋雷 都丝毫没有 让他的脚步有所停留 少庆 一座通体有黑 规模灰红的大殿 映入他的眼帘之中 此座宫殿的外壁上 浮现着造型各异的修罗浮雕 活灵活现 好似真有修罗封印在其中 尤其那一双双心红的血木 充斥着贪婪的欲望盯着来客 好似下一刻便会破墙而出 吞噬来人 对此 龚智阳丝毫没有在意 直接来到了紧闭的店门前 托儿 求见师尊 龚智阳面露恭敬之色 恭身行礼道 进 一道苍茫的声音响起 仿佛此声远在天边 又好像近在眼前 与此同时 店门上的透明光幕溃散开来 旗内的店门也自行打开 见词 龚智阳轻忽了一口气 而后步入大殿中 此时 大殿中空无一人 再次看去 高抬的宝座上 却是多一道瘦弱的身影 看似并不强壮 但那道身影 却是带着某种异样的伪暗之感 看似为和 但却有种莫名的和谐之感 启禀师尊 徒儿办事不力 请师尊则罚 龚智阳低手抱全道 此时 他在大殿中 在一丝高高在上的 魔道副盟主之样 听闻此言 端坐在上手宝座中的身影 脸上的平淡之色消失不见 谋中 泛着冷力之意 望着大殿中的龚智阳 平静道 怎么回事 龚智阳闻言 他便清楚师尊语气看起平静 但饱含了怒意 若是回答不好 不了多少 玄疾 龚智阳连忙将自己 接到赫连仙族的传信 而后所发生变故 以及前因后果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最后 龚智阳又补充一句道 若不是师尊你赐下的令牌 或许徒儿今日 也会陨落在那方大阵中 虽然事实与他讲述了差不多 但龚智阳却在有意无意之间 高抬了戴着黑色面具修饰的实力 显然 如此高抬对手 这也是龚智阳的自保之举 言毕 龚智阳垂手力 好似在等待师尊的责罚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 在龚智阳耳盼乍响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 可有虚言 瞬间 嘶嘶灵血 从龚智阳的耳内一出 不仅如此 蹊跷之中有灵血渗出 对此 龚智阳心里 不但没有丝毫的不分之意 反而充满了欢喜 这意味着 此事算是过去了 若是师尊风轻云淡 言语温和 龚智阳这才担心接下来的命运 随即 他连忙道 师尊 徒儿所言 可以用到星座宝 绝无不实之处 听闻此言 端坐在宝座上的那道身影 汗手微点 显然 这时 他好像相信了龚智阳所言 哼 宝座上的身影 心里冷哼了一下 但心里却是泛起狐疑来 这是先蒙几个老家伙中的一位的案子 不过 恐怕他要失望了 虽是如此 但心底难免生起一丝怒意 与此同时 无边的威压弥漫开来 站立在大殿中的龚智阳 鼻尖忽然萦绕着浓郁的血腥之味 他眼眸中闪过一道惊慌之色 这绝不是他的灵血味道 这浓郁的血腥味 与寻常腥味大不相同 充满了血煞之气的味道 在这一刻 龚智阳仿佛置身于无边炼狱血海中 好似下一刻便会化为血海的养料 他明白 这是师尊动怒的前兆 就在龚智阳以为师尊改变心意 则罚他之时 忽然大殿中弥漫的血煞之气 消散一空 好似刚才龚智阳所遭遇的一切 皆是幻觉一般 但龚智阳鼻尖残留的丝丝血煞之味告诉他 这绝不是幻觉 师尊刚才绝对是动怒了 心意微动 便有如此一招 也只有宝座上的血海尊者 才有这般伟丽 就在这时 心如细发的血海尊者 也注意到了龚智阳眸中那一丝惊慌之色 而后面色平静 淡淡道 收集灵血仪式 就此结束吧 先蒙中那几个老家伙 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而无动于衷的 闻言 龚智阳心头一松 而后连忙道 师尊 虽然先蒙那边不好收集 但可以在 不等龚智阳说完 端坐在宝座上的血海尊者 罢了罢手道 无需如此 本座神通大法 早已在几年前已大成 现如今收集灵血 不过是为了防止将来 何况 实质关键时期 就不必要在这个结果眼上 节外生枝了 你可明白 徒儿明白 龚智阳公身报全道 听到这里 龚智阳也差不多明了前后因果 显然 之前师尊收集灵血 是为了日后 毕竟 血厦门的秘术 术法 阵法 乃至神通 大都需要灵血精华 何况 师尊乃是化神尊者 想要发挥出相应的威能 自然需要海量的灵血 也正因如此 师尊才早早有了安排 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期 绝不能与先蒙翻脸 这可是关乎人族的大事 绝不容许出错 同样 先蒙那边也不会揪着此事不放 估计很快就将此事淡化 忽然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血海尊者 眸光闪动 好似想到了什么 对了 本尊传下的那门秘术 修炼得如何了 血海尊者脸上难得出现了一丝郑重之色 像大殿中垂手立的公志阳问道 启禀师尊 徒儿在蒙中找的那些原因修饰 早已将那门秘术修炼成功 而且 已用秘术凝练了大量血道符文 足够用了 现在只等师尊下令 便可敲响天魔中 分发秘术符文 前往封界岛 闻言 血海尊者 谋中闪过一丝寒光 冷漠道 这些修饰 可有将此门秘术传出去 或者独自使用此门秘术符文 引诱荒兽 公志阳自然知道此事 到底有多重要 而后连忙回道 启禀师尊 此事是徒儿亲自独办的 在传下那门秘术前 都让他们发下了道心大事 因此 绝不可能将此门秘术传出 而且 他们也都是徒儿的亲信 这些年来 徒儿也一直派人盯着他们 到现在为止 摩影阁也没有探听到 有此秘术流传的迹象 因此 师尊大可放心 说到最后 公志阳好似想到了什么 目露犹豫之色 见此 血海尊者眉头青醋 淡淡道 有事 大可直言 多谢师尊 公志阳连忙谢道 师尊 此事已早不宜迟 若是时间一长 恐生变故呀 公志阳有些担忧道 文言 血海尊者淡淡地瞥了一眼 大殿中的公志阳 开口道 共激进济海 关乎人妖两族命运大事 也关乎道 本尊这等存在的道徒 自然需要集合两族之力 因此 时间上必须要协调好一致 如此才能展露两族全部的实力 夺取最大战果 造化 听到这里 公志阳也明白了 所谓的时间协调一致 是两族的巅峰力量 也就是人族的化神尊者 妖族的化神妖尊 毕竟 尊者无论是闭关 炼化灵丹 亦或炼制一些特殊法宝 修炼特殊秘术 等等 都是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 如 那位万魂魔尊 自从扳倒尊者步道后 一直在祭练他的万魂藩 到现在还没有出关 更不用说 那些兽缘更加漫长的妖尊了 区区几十载岁月 也就是打个短的时间 道理虽然公志阳明白 但他终究趴在这段时间内 出了差错 到时候 让两族算计落空 即使他背靠血海尊者 到时候 师尊也保不了他 想到这里 他不禁问道 师尊 那还需多久呀 听闻此言 心思缜密的血海尊者 自然明白 公志阳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随即道 应该快了 最多不会超过三百年的时间 日后 你定得仔细点 到时候 本尊斩杀一位炼狱族的神使 抽取神血 助你突破 多谢师尊 公志阳连忙谢道 这一刻 他似乎将平日里的沉稳之态 抛之脑后 可见 此言对公志阳 造成了多大的震撼 同时 他心底的一丝不满之意 消散一空 炼狱族神使的神血 可是无数原因 大圆满修士可求的宝物 即使尊者 对此也极为向往 此乃世间最大的造化 但公志阳也清楚 这是师尊斩杀炼狱族 最低阶的神使情况下 若是更高级别的神使 那抽取出来的神血 师尊也不会赐下 而是用于自身修行 这是毫无疑问的 想到这里 他心底的大喜之意 转变成了一抹期待 但他的脸上 依旧是一副感激涕零之色 见状 血海尊者面露温和之色 淡淡道 你我师徒千年 无需做出这般小儿状 闻言 公志阳点了点头 而后略微犹豫了一下道 师尊 灵血真不用收集了吗 毕竟 血煞门内的诸多同门 对灵血的需求 一直很大 如此决策 定会造成宗门震荡 阴森的大殿中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血海尊者 自然明白 公志阳的话外之意 沉吟了一回 道 那就启用宗门后背血库吧 一切等此战过后再谈 说到这里 血海尊者 眸中带着一丝冷力之色 心里暗恨道 否则 此次收集灵血之势 本尊定要和先盟中 那个道貌黯然的老家伙 较量较量 少庆 血海尊者 好似想到了什么 而后望着公志阳开口道 对了 被叛徒偷走的 天同血玲珑 可有消息 这些年徒儿一直在关注 并没有线索 公志阳躬身回道 此事先暂时放下 血海尊者眉头青醋 淡淡道 现在急需收集灵财 依照此宝的构造图 再炼制一剑 师尊 灵财徒儿已收集完成了 公志阳回禀道 二十年前已收集齐全 不过那次炼制失败了 而后徒儿也一直在收集 再加上肺宝分离出来的灵财 不过宗门内的炼器师 没有足够的把握 外界的炼器师徒儿也不放心 所以这些灵财 都封存在宗门宝库中 没有动用 好 血海尊者 谋中闪过一丝喜意 而后道 本座坐镇天魔城 无法前往 你回宗门将 这些灵财取回来 此次由本尊亲自炼制 是 公志阳立马领命道 徒儿 这就动身 公志阳明白 老祖是要在大战开启前 将一切事宜先行准备好 万一侥幸斩杀了一尊炼狱族神使 也可以用南斗六星血玲珑 立即布下血腥大阵 从而最大程度凝炼神血精华 催发倍增效果 这才是此套法宝的最大功效 在这一点上 血煞门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毕竟 血煞门的魔修 而且都是精通写道修行的修士 不错 公志阳一直寻找的血灵玲珑 正在城部争手中 被他一直存放在家族密地中 因此 这些年来 公志阳才没有找到丝毫蛛蛛丝马迹 可惜城部争手中的天铜血玲珑 不过是此套灵宝的六剑之一 因此 也只能使用最为基础的效果 即使如此 也帮扶了城部争很多 更不用说后辈了 此宝的神奇之处 不用多说 从中也能一窥 由六剑上品法宝组成的 血腥大阵的冰山一角 就在公志阳退出大殿后 动身回归宗门之际 城部争眼前的场景 为之一变 再次看去 他已出现在镇海仙城的传送殿中 某个大厅内 就在城部争 踏出此大厅的一瞬间 漫天光滑笼罩下来 就连传送殿这等重地的阵法 也无法阻拦 可见 这漫天光滑绝不简单 与此同时 生性极为谨慎的修士 也在这一刻 下意识防备起来 一道道护照轰然升起 其中便包括了 一位面容苍老 脸颊布满岁月痕迹的 驻基静老者 不错 这正是城部争所变化之样 不过他周身所笼罩的光幕 防御力也不是太强 只是展露出了 驻基静修士该有的水准 显然 在这一刻 城部争也没有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与修为 与此同时 凭空出现的漫天光滑 也在这瞬间倾洒下来 将传送大殿内的修士 全部笼罩 就在一道道护照 轰然升起之际 无尽的光滑 也随之倾洒下来 没有激烈的碰撞 也没有耀眼的灵光绽放 仿佛润物系无声般 悄无声息地穿过护照 落在护照内的修士身上 同时 城部争也感觉到了 一股柔和的力量 在他体内游转一圈 好似在寻找什么 最后 那道柔和的力量 直体上 冲入石海中 下一刻 那道力量化作 漫天光滑于石海中绽放 瞬间灰蒙蒙的石海空间 变成雪白一片 就在这时 盘坐在石海虚空的原因 表面微微闪动 一股玄妙的波动传出 瞬间 所有的异象 消弥一空 这时 城部争注意到 一些修士的面容 气息 以及修为 发生了变化 隐藏最深的 则是一位青年修士 表面上只有金丹镜修为 但谁也没想到 此人居然是一位原音真君 这位原音真君 注意到自身的伪装被破后 刚想有所动作 请客间 一道浩荡的声音 在传送殿内传开 所有修士 不得擅自走动 与此同时 一尊尊伟岸的身影 从天而降 而笼罩在传送殿的大阵 也不知何时已关闭 灵光消散 那一尊尊伟岸身影 显露出真容 定眼一瞧 这些修士 都是原音进真君 此时 因传动殿大阵关闭 神念自然也没有了限制 所有一切 都映照在诸多修士心头 只见 那些隐藏容貌 伪装修为的原音修士 全部被镇海蒙的原音修士 团团围住 这些被团围围住的修士中 其中有不少是魔道真君 那格格不入的气息 极为显眼 这时 镇海蒙诸多原音修士 其中一位看似领头的原音真君 环顾一圈后 淡淡道 请各位同道与本尊 走一趟 闻言 一位身形枯兽 眸中泛着血光的原音老者 嘎嘎一笑道 若是本君 不愿呢 不错 本君乃是魔魂谷长老 还敢对我等动手不成 本君乃是血煞宗长老 一位为桀骜不驯的魔道真君 邪道大能 纷纷开口道 开口的都是出身魔道顶尖宗门修士 各家都有魔尊作证 这才胆敢如此 至于那些没有化神尊者作证的魔君 可没有如此肆无忌惮 纷纷静静地观看着 就在镇海蒙领头修士 暗自皱眉之时 下一刻 黄黄天威 降临在传送殿中 哪个不愿配合本盟调查 站出来给老神瞧瞧 再次看去 一位面容慈祥的老玉 笑盈盈地望着众人 见此 一众镇海盟员应修士 瞬间齐齐攻身行礼道 属下 拜见宗宝盟主 另一边 刚才那些桀骜不逊的魔道真君 齐齐面色一变 而后立即低下高贵头颅 连忙拜见道 晚辈 拜见宗宝尊者 与此同时 传送大殿内 成不征也随着诸多修士 齐齐攻身行礼道 参见宗宝尊者 愿尊者先到昌龙 荣灯上见 一道道起伏不定的恭贺声 在传送殿内响起 见此 宗宝尊者笑盈盈的伸手一挥 一股柔和之力 将所有修士扶起 唯独那些刚才开口叫嚣的魔道真君 依旧保持着刚才拜见的姿态 旋即 宗宝尊者瞥了一眼 那些魔道真君 淡淡道 老师年纪大了 刚才没听了清 麻烦几位魔道小友 重新再说一遍 宗宝尊者 面色和跃 与气极为柔和 好似刚才真没有听清楚一般 见此 诸多魔道修士 联盟改口道 尊者 我等愿意配合郑海盟 不错 即使我等分数魔道联盟 但与郑海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时间 诸多魔道真君 将刚才那桀骜不驯的态度 抛之脑后 显然 他们在尊者面前 没有任何底气 正因为诸多魔道真君清楚 即使被斩杀在当场 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出头 哪怕自家化神老祖 也是如此 这一点 他们都清楚 所以立场转变得极快 既然如此 那老神就多谢各位 小友配合了 宗宝尊者面带笑意地点了点头 话落 那道身影已消失不见 见此 郑海盟诸多元英修士中 那位好似领头的元英修士 看了一眼众人后 而后淡淡道 诸位同道 请 言必 他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态来 见状 诸多出身顶尖魔门的元英修士 相互看了一眼 向传送大殿外走去 至于那些实力寻常的元英修士 也随之跟了上去 连门中有话神老祖的真君 都听从郑海盟修士的安排 更不用说他们了 他们可没有这般后台 一旦反抗 必定会遭受无情的镇压 而且 这里是郑海先程 可是有话神尊者坐镇 刚才出现在传送殿中的宗宝尊者 也说明了 这绝不是虚言 因此 敢反抗 必是死路一条 这是毫无疑问 虽然他们不清楚 郑海盟为何如此大动干戈 但也清楚郑海盟内 必定发生了大事 否则 断然不会有此动作 角落中 一道身影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犹如小透明的成不争 心中暗乎侥幸 正因为 他的神念 透过大正关闭的传送殿 发现郑海先程上空 助力着一道道尾岸的身影 周身环绕着浩荡的威压 这些郑海盟的修士 每一位都是元英修士 林林总总 有近百道身影 也就是说 足足有近百位元英真君 随时准备镇压一切 郑中心 有一面犹如焦阳当空的镜子 倾洒下无尽的霞光 整个仙城有所修饰 都被笼罩在其中 这一刻 不管是洞府笼罩的阵法 亦或者是客栈 店铺 等等建筑 所布下的阵法 丝毫无法阻拦 整个仙城 都沐浴在无尽光滑中 显然 传送殿内凭空出现悬光 正是源于此面宝镜 见此 成不争也差不多 知道此宝大明了 这正是镇海盟的传承至宝 亏天镜 亏天镜可不是只有一面 传闻中 此宝镜共有3650面 每一面宝镜都是上品法宝 据古籍记载 若是以3650面亏天镜 组成亏天大镇 只要注入修饰的一丝气息 或者法力 衣物 一丝丝痕迹 只要在仓与界内 都能轻而易举被查探到 无法躲藏 可惜的是 岁月无情 世事难料 因一些变故 如今镇海盟内的亏天镜 只剩下2000多面了 因此 也无法组成 这等今是奇镇了 当然 此时此刻 高挂在镇海鲜呈虚空 犹如猎羊一般的亏天镜 可不是寻常亏天镜 此镜 乃是七大主镜之一 在品阶虽还在法宝 这一层次 但寻常上品法宝的亏探镜 与此面主镜相比 还是有着鸿沟般的差距 根本不可以道理计 因此 这才差一些 便能破除成不争四品神通 遮天变 所变换的伪装 若是之前 他与万化道身 分开行动 化身所施展的削弱版 遮天变 极有可能被此面亏天镜的主镜 破除伪装 主镜有此威能 也是因为 此镜乃是上古流出下来宝物 不知历经多代修士的纪念 这才有此神威 到时候 什么结果就不好说了 同样 这也是镇海盟内 执掌一方大型仙城的原因修士 所需要执行的纪念任务 而后一代代传承下来 就如执掌流明海域的名乡真君 他必须纪念传承下来的一面亏天镜 主镜 当然 若是执掌一方大型海域的原因修士 不能祭练到相应的层次 镇海盟也会问责 所以 执掌一方海域 也是有责任在身的 可不是如寻常修士想象的那般 只管拿好处 而不管一点是的美好差事 这些密文 也都是陈不征顶着楚殿主的样貌 从监察殿了解到的 念动见 陈不征望着镇海仙城上空 心头浮现诸多关于亏天镜的念头 很快 陈不征便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每当有窥天镜倾洒下来的光滑 有异动之时 助力在高空之上诸多身影 便一道道身影消失 显然 此时 镇海仙城的一切 都在他们的掌控 从中也能看出 之前降临在传送殿的镇海盟修士 也处于其中 陈不征淡淡地瞥了一眼后 直接向中间某个传送大殿走去 此时 那些暴露出真容的原因修士 已被全部带走 传送殿也恢复了秩序 所以 陈不征没有丝毫犹豫 准备乘坐传送阵 离开这处是非之地 毕竟 一旦他若是暴露出来 根本无法解释目的 行踪 以及诸多问题 虽诚不争不清楚 为何有这么大的阵仗 但他也联想到了 或许是他覆灭了赫连先祖的可能 正因为 此次镇海盟的损失 太大了 不但损失了 一个原因级别的势力了 关键的是 还损失了一座中型灵脉 那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也是修士难以生存的灵地 而且 此举也对镇海盟的威严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尤其是 镇海盟内大多数元英修士 身后都有先祖势力 对于如此狠辣的手段 他们绝对会联手发声 不然 若不严厉处理 日后遭此厄运的家族 或许就会落在了他们头上 这才是最为主要原因 同样 也是因为 成不争下手过于干净 引起的反噬 绝不是 他上次灭掉皇甫先祖核心高层 能相比的 一则 当年他没有时间 将其全部斩杀 实则也没有动手摧毁灵脉 这才是关键 想到这里 成不争越发坚定了心理的猜测 不然 也不会如此之巧 他刚覆灭了贺连先祖 就遭受到了这般变故 关键的是 龚智阳也早早跑路 或许就此人 通知了镇海盟修士 按照原因大圆满修士的顿速推算 再加上镇海盟前去调查时间 以及返回 汇报的时间 算算时间的话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间段 巧 实在太巧了 成不争心中盘算了一遍 脚下的步伐 不由地快上了三分 很快 他便来到了通往先蒙城的传送大厅 在无尽光滑倾洒下 成不争也加入了登陆传送镇的排列队伍中 此时 大厅中的诸多修士 也不敢再隐瞒真容 奇迹落出了真实的容貌 修为 而成不争表面如常 但一直加持着神通之力 不断防御着漫天光滑的清洗 白光不断地闪耀 一批又一批的修士 被传送离开 但一直还没有轮到他 这一刻 成不争也感觉到了时间的煎熬 是如此漫长 好在时间是公正的 不会因为谁而加快 又不会因为谁而放慢 很快 成不争心中带着急迫之意 踏上了传送镇 白光一闪 成不争的身影 消失在镇海仙城中 此时 成不争虽然走了 但镇海仙城内 一位为隐藏身份 修为的原因修士 全部被揪了出来 一位没拉下 即使偶尔有零星反抗的修士 在镇海盟诸多真军镇压下 也直接被拿下 就算有强悍的逃顿手段 但还是被拿下 正因为 此仙城有化神尊者坐镇 绝不是 原因尽修士 所能翻得了天 那是一座神山 牢牢地镇压着云云众生 不但镇海仙城如此 其他仙城也在这同一时间 启动了亏天宝镜 寻找着一切可疑修士 当然 为此 一些仙城中 也难免闹出鸡飞狗跳的局面 不过很快就消灭了 正因为 诸多仙城 不但有实力惊人真军坐镇 而且也掌控着仙城大镇 关键的是 他们背靠镇海盟 有庞大修士可以调动 再有传送镇辅助 支援也很及时 所以 虽有动乱波折 但还是强力镇压了下来 就在镇海盟中诸多仙城 一切有条不紊排查之时 来到仙盟城的城部争 再次踏上了传送镇 白光一闪 旋风海域 一道流光在九霄之中穿梭 忽然悬光一顿 一位面容苍老的老者 显露出身形来 紧接着 他背影蠕动了起来 顷刻间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面容不满 风霜痕迹的老者面前 见状 成不争挥手一甩 衣袖中 一支支颜色各异的储物袋 鱼灌而出 漂浮在那道人影面前 对此 那道陌生的修士 也没有丝毫客气 直接大手一挥 将这些储物袋收起 再次看去 万化道深 已不见踪迹 成不争凝望着空无一人的天际 许久之后 他这才收回目光 微微一探后 心念一动 之前消失在此片海域的老僧 再次出现 依旧身穿陈旧的袈裟 而后 他化作一道流光 向附近的仙城方向顿去 好似刚刚从外探险而回 不到半日 来到了一座仙城后 化为无名老僧的成不争 直接来到了此座仙城的传送殿 白光一闪 无名老僧消失在此座仙城中 而后城不争接连 转成几次传送阵后 再次来到了仙盟城 旋即 成不争出了传送殿后 直接向仙府灵山方向走去 回归洞府后 感受到了那浓郁灵气 他心中多了一丝安稳之感 没有过多的感慨 成不争再次来一间进士前 打开大门 一阵阵雷鸣般的呼吸声 传入他的耳畔 寻声望去 只见一头牛犊大小 头顶立脚 泪下的翅膀 包裹着全身的灵兽 正呼呼大睡 呼吸悠长 而又生沉 宛如雷声大作般 每次呼吸 竟是那那浓郁至极的灵气 灵气翻滚 黄蜂四起 而后化作两道灵气长龙 被此头灵兽 彻底吞那一空 对此意向 成不争并没有在意 关注点反而在那头灵兽 周身散溢出的波动 散溢开来的波动 是之前的十倍有余 而且更加的凝炼 浩瀚 显然 经过漫长时间的吐纳 小猴已由四阶初期 彻底进入四阶中期 毕竟 小猴早年在狼牙秘境中 沐浴造化神光 早已突破至四阶初期巅峰 如今有这般境界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不过 小猴想要突破至四阶后期 估计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 若无造化 或许一生停留此境 虽是如此 但小猴的境界已反超他 不过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等他修炼至元阴中期 再服用九霄腾龙丹 可直接突破至元阴后期 到时候 小猴即使有造化 那也赶不上他的修为进步 成不争望着 爬在灵气节点上的小猴 心中默默比较了一下 而后他观察一会儿后 发现灵气浓郁 以及效率足够小猴吐纳后 便直接离开了这间境室 紧接着 成不争便回到了另一间境室中 盘坐在云床上 伸手一翻 一只长颈玉瓶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瓶口倾斜 一粒阴晕神光环绕的 九壳造化丹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散发着席人的丹香 见此 成不争直接张口服下 而后双目低垂 开始炼化起来 与此同时 成不争周身环绕着 莫名的道运波动 使得境室内的虚空 不断荡漾起波纹来 同时 成不争的石海中 也在他修炼之时 那四柄 助力在原音小人四方的混沌道结界 也在加快恢复自身的威能 就在成不争炼化 九壳造化丹之时 万化道深 来到了荒岛的地下广场内 同时 并将禁魂石条 给广场四壁加固了一圈 就连广场下方的宝库面积 也扩展了许多 并且也用禁魂石条充当墙体 紧接着 万化道深 来到了广场地下 宝库中 伸手一挥 一只只储物袋 漂浮在他面前 心念一动 一块灵气盎然的灵财 灵矿 灵玉 灵药 玉霞 药瓶 玉剑 兽皮 法器 宝器 纷纷从一只只储物袋中飞出 落在大小不一 位置不同灵木架子上 这些灵物 从赫连仙族收刮而来的灵物 此行 看似收获巨大 实则对成不争而言 并没有多少收获 也不是成不争如此大方 实在是这些灵物 都是低阶灵物 他都用不上 最多换些灵石而已 但成不争 目前也不缺灵石 自然不会将这些灵物便宜了外人 留给后辈 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若是真缺灵石 他也可动用这些灵物 换取灵石 不过 这是到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毕竟 这些都是家族后辈 紧缺的灵物 其中一些奇缺的宝物 在外界可是很难购买到的 而对他有用宝物 极有可能存在赫连仙族的宝库中 但等化身赶到之时 里面已空荡荡的一片 显然 收走宝库的灵物 定是那些赫连仙族的修士 乘坐那座隐秘的传送阵逃走了 不然 偌大仙族也不可能没有一种 对原因修士有用的宝物 关键的是 赫连妙松的储物袋 他也没有拿到 否则 还有一点安慰 好在此行任务完成了 有贡献点可拿 成不征一边想着 一边分类着灵物 很快 诸多灵物 全部被他分门别类地放置好 最后 成不征伸手一番 一座传送阵在空中浮现 不错 这也是成不征 唯一感到可喜的地方 若是将此座传送阵分离 定能得到不少的珍贵灵才 但必定会将一些 无法分离的灵才浪费掉 成不征沉吟了片刻 最后决定 还是炼化分离 毕竟 这座传送阵 只是一座小型传送阵 距离有限 并不能带给他太大的帮助 不如分离出来 或许还能得到一些 极度珍惜的天地奇真灵才 想到这里 成不征也没有犹豫 直接开始动手 分离此座传送阵 虽然化身 因受制于心灵感应灵静 无法炼制中品法宝 四阶灵丹 但也有本尊的炼丹 制服 炼气 诸多鲜意的造诣 因此 这种分离炼化小事 倒是难不住万道化身 下一刻 熊熊因火 凭空出现 将此座传送阵笼罩 在成不征的精妙操控下 很快传送阵便达到了极高的温度 而传送灵台 也逐渐软化 丝丝纹路逐渐浮现出来 见此 成不征不慌不忙地 开始打出一道道硬绝 开始分离 一道道纵横交错 极为复杂 乱成一团的纹落 随着成不征的硬绝变化 一道纹落 由节点开始泯灭 每遇到此道纹落连接不同纹落之时 成不征手上硬绝 就会变化一次 这代表了 不同灵境的交错点 若是方向错了 便会引起连锁反应 到时候 此座传送阵 算是彻底废了 再也无法分离了 因此 能分离宝物灵才的炼气师 必须要极为精通诸多静置 这是首要前提 不仅如此 后面还需要极为精妙地控制 这需要匪浅的炼气经验 以此两点 还是次要的 最为关键的是 必须要清楚 不同灵才之间的微妙反应 以其特性定制分离方案 可不是直接粗暴分离 就能成功的 这一点 才是关键 因此 修仙界中 能炼制器物的炼气师有很多 但能分离宝物的炼气师 都是较为稀罕的存在 从中也能看出 分离宝物中的灵才 必须有足够炼气造诣 以及足够的天赋 当然 成不征有造化神器在手 不在此力 离传送阵时 先蒙城 监察殿 某座近视中 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响起 什么 赫连仙族赴灭了 就连赫导 也不复存在了 赵寒目光冷立地望着 眼前这位垂手躬身的修士 冷冷地问道 语气虽然平静 但这位修士 也能感受到 此话内中蕴含的滔天怒火 是 严于有些颤抖的金丹七修士 大气不敢喘一声 连忙回道 见此 赵寒虽心中有万丈怒火 但还是勉强压了下去 问道 将此事细细道来 旋即 汇报修士 将在郑海蒙所发生的一切 通通告诉了赵寒 其中包含了郑海蒙 动用了 窥天镜之事 就在这时 一道蒙蒙光亮 从金丹修士的袖口闪起 见状 刚汇报完的金丹修士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赵寒 并不敢有所动作 注意此番细节的赵寒 淡淡道 行了 你先下去吧 闻言 金丹修士立即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赵寒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眸中的怒意已消失不见 反而充满了慎重之色 这一刻 他清晰地知道 楚遥的手段有多厉害 实力另一 放边不说 但楚遥能躲避窥天境的窥测 倒是不简单 显然 这老冬西定有重宝在身 不对 也有可能是 郑海蒙那边有交情匪浅的修士帮扶 所以 这才没有暴露出来 嗯 这个可能性更大 毕竟 窥天境拥有怎样的威能 监察店的秘卷 可是有着清晰的记载 而且 郑海蒙各座大型仙城坐镇的原因修士 执掌的窥天境 乃是主镜 那威能 绝不是寻常上品法宝的窥天境 所能比拟的 因此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就在这时 那位金丹修士 取而复返 启禀店主 郑海蒙那边刚传来消息 某座仙城各处 突然凭空出现了大量的流影石 画面显示着一位遮掩着真容的修士 自称是赫连仙导的幸存者 并且还在流影石中 模拟出了赫连仙族覆灭的场面 文言 照寒谋中闪过一丝喜色 不论此幸存者 是真还是假 一旦处遥的容貌显露出来 到时候郑海蒙问责 那她身下这个位置 必然不保 即使处遥隐藏真容 一旦出手有她的特征 不管是不是她 也可以推到她身上 哪怕到时候 不能对这老家伙怎么样 但她可以借此接手监察店大权 那也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这一刻 赵涵决定做一个热心修士 准备为郑海蒙的和平 贡献出一份力量 就在赵涵暗喜之时 那前来汇报的金丹修士可不知道 眼前店主心里的真实想法 其中 一人是魔道联盟那边的副盟主 龚智阳 话到这里一顿 她好似感觉言语有些不妥 又补充道 此人可不是覆灭贺连仙族的修士 而是联手贺连仙族的两位老祖 攻击大敌者 听到这里 赵涵差不多明白了怎么回事 显然 得知情报的贺连仙族也做了准备 这位魔道先盟的副盟主龚智阳 便是贺连仙族准备的最强后手 不过 三位原音修士 都拿不下楚遥这个东西吗 还让他将贺连仙族 给覆灭了 这老匹夫的实力 有这么强吗 还是说 这老东西 上次在仲华店出手 保留了很多 瞬间 一道道念头 在他心头闪过 这时 汇报的金丹修士 将赵涵心中的猜测推翻 直接道 凶手有两人 一人是面色沧桑的老者 一位戴着面具 不见真容 说着 他伸手一番 将收到的情报中的画面 展露出来 瞬间 大殿中灵气翻滚 两尊唯妙唯孝的画像 浮于半空中 紧接着 金丹修士 又将传来情报画面 一一展露出来 一面是一望无尽的灰蒙蒙事件 一面是冲天剑气 贯穿长空 虽然两幅意象 没有半分威能 但神韵却是跃然乍现 在见到两幅画像之时 赵涵还认为 那戴着面具的修士 正是楚遥这个老家伙 但看到那一望无尽的灰蒙蒙事件 浮于戴着面具身后之时 赵涵清楚 这绝不可能是楚遥 转念一想 又觉得太巧了 难不成 这不知从哪里冒出的 两位原音修士 是楚老皮爵的帮手 助他完成任务的 毕竟 时间也凑巧了 而且收益人 也是楚遥这老家伙 赵涵越想越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大 忽然 赵涵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随即道 楚遥主 最后在哪里消失的 文言 金丹修士连忙回道 楚遥主是旋风海域 失去了踪迹 说到这里 这位修士又补充了一句道 而且 到现在还没有回归 旋风海域 赵涵心里呢喃了一声 而后道 将此片海域内 有原音修士坐镇的事例 以及散人资料 全部汇总起来 现在立即去办 显然 赵涵怀疑 这两位修士极有可能 存在这些原音修士中 现在他找不到 楚遥的把柄 只能寻找这两位原音修士了 若是能找到 楚遥的退位 那是大势所趋 当然 他也不可能亲自出面 将这些告知 郑海蒙 毕竟 他现在的身份 也是先蒙的一员 一旦被人发觉 先蒙将再无他的容身之地 不过 赵涵在修仙界混迹多年 他在郑海蒙内 也有交情不错的朋友 倒是不难解决这个问题 到时候 甚至他还能有一份收获 另一边 听闻此言 金丹修士立即领命报 是 是不 弟子这就去办 话落 这位修士行了一礼后 直接向外走去 希望猜测不错吧 赵涵望着匆匆而去的背影 心里呢喃道 若是郑不征瞧见这一幕 定会告诉他 不要白费功夫了 与此同时 远在天边的泛云海域中 石氏仙族驻地内 某座大殿中 石氏仙族高层修士 却是整装待发 好似准备着大动作一般 大殿两侧 站立着一位魏族人 这些族人都拥有金丹镜的实力 也是石氏仙族的核心高层 零零总总 族有十几人 同样 这些族人都是石氏仙族的长老 族老 其中还有三位族人 病发虚白 脸颊上布满一道道皱褶 眸光浑浊 气血败坏 显然都是大献将至 或用秘术拖延寿源流逝的族老 见状 石老祖端坐在高台在宝座上 眸中深处闪过一丝无奈之色 望着那三位大献将至后背 淡淡道 你等三人立即回去 此行由我等便已足够 这时 三位大献将至族老中 其中一位上前一步 而后躬身行了一礼道 老祖 我们这三的老家伙的时间不多了 或许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 为家族出力了 此行请老祖带上 我们这个三的老家伙 请老祖安准 另一位大献将至的族老 也随之出力 祈求道 紧接着 最后一位大献将至的族老 面露愧疚之色道 老祖 上次捕杀修士 用灵血让后背突破 也就是我们这三的老家伙 做得最为过分 或许 也正是我等的缘故 这才让家族损失巨大 若是此行不让我等参加 我们三的老家伙 到死都不甘心啊 这时 大殿中诸多长老纷纷劝道 捕杀修士 我等意有出手 三位书柏 可不能将所有的责任 都揽到自己身上 不错 正是此脸 三位书柏 你等可不能多想 是极 三位书柏 将一生都贡献给了家族 而且 现在还能冲击一次元英镜 若是成功 本族的实力 将会再次拔高 三位书柏 你等可不要隐小时大 对啊 说吧 元英真君的地位 绝对不是金丹真人 所能相比的 而且 一旦能成功突破 那可是 能再添两千多年的寿元 是不 你等可要想好了呀 这一刻 大殿内的金丹长老 纷纷劝道 尽管知道 三位族老能突破的概率极低 但心中还是抱着一份希望 何况 此行有老祖带队 虽不能保证安全无忧 但在大概率上 是不会出事的 不过 这大县将至的三位族老 听闻诸多族人的劝告 并没有同意 依旧心意坚定地 望着高台宝座上的老祖 显然 他们希望老祖 同意他们三个老家伙的请求 正因为 没人比他们更清楚 自己能突破成功的概率 有多低 还不如用此残驱 替代近些年 刚刚突破至金丹镜的几位族人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 匆匆从外面赶来 步入大殿中 他直接向高台宝座上的身影 行了一礼 而后又朝着诸位金丹镜长老 祖老 败了一败 这才开口道 老祖 安插在赫连仙族之脉的族人 传来消息了 细细道来 高台上的宝座上 传来一道厚重的声音 与此同时 大殿内围之一镜 齐刷刷地看向那位青年族人 见词 十足青年修士 也没有犹豫 直接到 据鬼影传来的消息说 位于镇海盟内 赫连主脉覆灭后 此方海域的赫连之脉动作频频 不断在抛售各大仙城的产业 大有舍弃家族基业 隐姓埋名之举 不过就在杂日 这些动作立即停下 鬼影情报中 还特意指出 小离岛最近坚守严密 而且有几位对外宣大 以闭关的金丹修士 其实并不在范云仙城中 若不是一次意外 鬼影也无法得知其中内幕 而且不久前 鬼影也察觉到了族谱中 小离岛上检测到 有灵根的繁俗后人 比往常多了很多 数量几乎是之前的三倍 鬼影发觉了其中不对劲 这才急忙将情报 传回家族 好 石老祖心中一喜 而后点头道 辛苦了 你先下去吧 是 随即青年修士 再次行了一礼 直接退出了大殿 此时 在场的金丹修士 听闻此言 谋中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抛售动作停止 驻扎在范云城的 金丹修士闭关 小离岛中有灵根的繁俗 人数大涨 显然 小离岛是三者之间的 关键所在 小离岛 位于外海 极为靠近大陆边缘 这是一座面积庞大的岛屿 岛屿中生活着大量繁俗 这些繁俗 都是赫连仙族之脉中 没有灵根的后背 而且岛屿中 存有一道微小型灵脉 足够炼气漆修炼所需 因此 小离岛上的修士 也都是赫连仙族之脉的炼气漆修士 这也是赫连仙族之脉 唯一掌控的岛屿 同样 十世仙族 也有掌控了类似的岛屿 岛屿中 都有一道微小型灵脉 宫没有灵根的后人生活 并且也铸扎着炼气漆修士 不过十世仙族 掌控类似的岛屿 可不止一座 总共有七座类似情况的岛屿 也正是因为 岛屿中的灵脉 只是微小型灵脉 先蒙这才没有收纳 只有小型灵脉 先蒙这才会建造仙城 迁移修士 因此 这些微小型灵脉 大多被一方势力占据 其中以仙族为主导 毕竟 也只有类似仙族等势力 才需求这等岛屿 但鬼影所传来的消息 特意指出了 小离岛不正常之处 显然 小离岛中数量暴涨 有灵根繁俗 极有可能是从镇海盟逃顿过来 而后乔装变化的 赫连仙族主脉修士 如今 赫连仙族之脉 平下抛售家族产业之举 极有可能从主脉修士手中 获得强悍的杀手锏 所以 这才如此 而在范云仙城 对外宣称闭关的 赫连仙族之脉经单修士 也很有可能 悄悄赶回了小离岛 玄疾 有长老将心中的想法道出 老祖势不宜迟 应该立即动手 依我看 小离岛内必存在赫连仙族主脉的修士 甚至有不小的可能 存在着赫连仙族主脉的底蕴 不然赫连仙族之脉 也不会停下抛售族业的举动 不错 若是慢了 说不定就会让其他势力 截足先登 若能收刮到赫连仙族底蕴 说不定能补足上次被先蒙责罚的损失 这时 其中一位颇为稳重的长老 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轻笑了一声 而后开口道 让人截足先登 未尝也不是一桩好事 若是小离岛中 真有赫连仙族的底蕴 即使将其全部斩杀 但本族必定会有所损失 还不如 拿一些势力当作探路时 投石问路 若是小离岛真的重要无比 那驻扎在范云仙城中的赫连仙族 金丹修士 必定会赶回去支援 到时候 大战一起 我等也可看出对方的虚实 等赫连仙族之脉的核心修士赶到后 或者大战结束之时 我等再动手也不迟 到时候 本族不但能解决后患 而且也能一举吞下两方势力 家族的底蕴 必然会上涨不少 老祖 你看此提议如何 说到最后 他看向了高台上的石老祖 闻言 石老祖沉吟了一会 汉手笑道 可 随即 石老祖望向大殿内诸位长老 祖老 开口道 改变原先计划 按照玄会长老提议 着手安排 石老祖能同意此提议 主要也是忌惮和连仙族主脉修士 有可能带过来的杀手锏 毕竟 赫连仙族存在的时间 极为漫长 甚至出过好几位 元英大圆满之境的强者 而且 他也无法与负灭 赫连仙族的修士相比 若是赫连仙族先辈 真留守什么后手 也不会对这等强者造成伤害 但对他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正因为 他只是一位元英中期修士而已 此等强者后手 也不是他所能抵挡的 同样 他也清楚 想要启动这等后手 必定有着重重限制 但赫连仙族之脉停下之前的动作 想必已有准备 为防万一 石老祖还是准备稳一手 念动间 一道道念头 在他心头闪过 与此同时 大殿内传来一道道声音 是 紧接着 端坐在高台堡上的石老祖 开始安排起来 不多时 安排妥当 见所有人都有任务在身 而三位大县将至的祖老 却没有分配到一件任务 此时 他们眼巴巴望着老祖 目中带着一丝祈求之色 见此 石老祖淡淡道 你们三人 要么安享晚年 要么逆天一搏 不管此次任务 亦或者是以后 家族之事 你们三人都无需过问 紧接着 石老祖目光一转 望向大殿中的诸多修士道 行了 下去准备吧 话落 悬光一闪 石老祖消失在高台堡座上 而诸多长老 祖老也相继退出了此方大殿 那三位大县将至的祖老见此 谋中闪过一道坚定之色 原先他们准备安享晚年 沉寂下去的道心也逐渐生腾起来 显然 三人心中也决定拼死一搏 哪怕明知道成功破镜的几率 极其渺茫 但心中也无一丝动摇 而后他们三人迈动着坚定步伐 向闭关之地走去 另一边 旋风海域 某座荒芜人烟的岛屿中 地下广场内 成不争的万华道深 也终于将传送灵台 分离出诸多灵才来 五颜六色 流光溢彩的光团 浮现在他的面前 蓄力的光芒 将略显昏暗的宝库 映成一片如梦如幻的空间 其中二十几个光团 散发着蓄力多彩的光芒 周遭有无穷道运流转 这些灵才 都是天地奇珍一级灵物精华 品级最高的一块灵矿精华 也是道运波动最大 光芒最为刺眼的灵才 此块灵矿精华 乃是天地奇珍一级中 一等中品的灵才 其次便是 九中饼等灵物 最多的则是丁等灵物 即使此等丁等品阶的灵物 也要比寻常饼等天地奇珍 还要珍贵 难得 并且 这些天地奇珍一级的灵物 大多早已在修仙界中绝技 根本属于可遇而不求的宝物 当然 一座传颂灵台 可不止分离出这些宝物来 最多的也是天才地宝一级灵物 足足有一百多种 而且都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不过 此等品阶的灵物 对成不争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因此 成不争也将这些灵物 放入地下广场的宝库中 这也仅仅是分离出来的宝物 还有相当大的一份部灵材 属于一次性宝物 根本无法分离 因此 也有很多极度珍贵灵材 随着成不争的分离 彻底消失在世间最后一丝痕迹 将这些杂事处理好了之后 成不争也没有犹豫 脚下悬光一闪 消失在此处地下广场内 不多时 一道悬光 出现在悬风海域中的九霄之上 穿梭而过 不足半日的时间 他便已靠近此片海域中的 某座中型仙城 悬光滑落 一位老翁出现在此岛上 百里外 便是一座浩大的仙城 犹如荒谷巨兽 匍匐在那里一般 张口血盆大口 欠慈 万化道身顶着楚殿主的相貌 向百里处的仙城 城门口走去 紧接着 成不争没有在仙城中逗留 接连转成了几次传送阵 来到了仙蒙城 出了传送殿后 楚殿主直接向仙蒙总部方向走去 回到了仙蒙总部 成不争交接任务后 拿到了贡献点 而后沉吟了一会 来到来到了万宝殿 展查时间后 成不争带着一丝轻松之意 来到了监察殿的主殿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 楚殿主开始处理器 这些日子遗留下来的正午 不多时 楚殿主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抬手向殿门方向望去 只见殿门上那一层蒙蒙光韵 正荡漾着淡淡的波纹 见此 成不争大手一挥 只见殿门上的那层光幕 忽然溃散开来 一道身影显露出来 爷爷 你着急找我何事啊 楚道风面带笑意 向大殿中走来 一边走着一边笑道 看似楚道风表面如此询问 但传音内容却不是如此 而是道 成兄 有何事需要我 文言 成不争摇了摇头 挥一手一甩 一只玉瓶飘浮在楚道风面前 淡淡道 拿去吧 见此 楚道风心里有些好奇了 此之场景玉瓶内 应该是装着灵丹一类的宝物 但他也用不上呀 毕竟 他已处于金丹境界大圆满 再也无法用灵丹精进修为 忽然 他想到一个可能 但很快便将这个念头掐灭 他可是清楚 爷爷还存有多少贡献点 而且内试堂的任务难度 奖励的贡献点 也了解 所以 楚道风也清楚 这里面不可能是破阴丹 这也是他的下意识反应 虽是如此 楚道风也对面前的宝物 好奇心越来越大了 而且 他也清楚 以诚不争的性子 也不可能与他开玩笑 楚道风伸手一抓 屈指一弹 瓶盖打开 一股席人的清香 瞬间散逸在整座大殿内 而后 楚道风目露惊恶之色地 望着高台上的那道身影 下意识地说道 这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诚不争 见楚道风有些失态 生怕对方说了不该说的话 直接打断道 破阴丹 你应该熟悉特性吧 闻言 楚道风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而后连忙将瓶盖封住 而后转阴道 多谢成兄 此次大恩 我楚道风自当敏感五妹 他清楚 想要兑换一粒 破阴丹 需要多少贡献点 换句话说 绝不是成不争在短时间内 所能完成的 除非 成不争 揭取了难度很大任务 否则 段无可能兑换到 破阴丹 从中也能推测出 眼前成兄的真实实力 有多么不可深测 当然 也有可能是成不争从 其他途径得到此力 破阴丹 不过 这个可能性极小 尤其是他需要的时候 那也太巧了吧 就在这时 一道魂后的声音 在他心底响起 也打断了楚道风心中所思 行了 无需如此 你回去准备吧 望你能成功破阴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楚殿主 传音道 此刻 成不争也清楚 对方心中激动 恨不得立马就着手突破之事 因此 也没有多留对方 紧接着 楚道风带着欢喜之意 向成不争告别后 踏着轻快的步伐 离开了此座大殿 高台上 端坐在宝座上的成不争 望着楚道风离去的背影 心里喃喃道 希望再见之日 便是同道中人 不过 成不争清楚 这个希望有多低 不然 也不会有无数天之骄子 最后止于此步 不得寸步 但比寻常金丹镜大圆满修士而言 楚道风的希望 可比他们大得多 不然 成不争心中也不会抱有一分希望 许久之后 成不争轻叹了一声后 伸手取过一块预解 这块预解内 记载了一份情报 而此份 引起了成不争的注意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 郑海蒙此次动用 窥天镜的前因后果 以及被郑海蒙通缉的 两位元英真君画像 细细看了一遍后 成不争轻笑了一声 而后随手放在一遍 毕竟 这两位元英修士 既不是成不争本尊容貌 也不是楚殿主的面容 与他一点关联 也没有 即使有一点巧合 那也是楚殿主 可不关成不争的事情 总之 与成不争的身份 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 日后以本命法宝 布下混沌结阵 可不能用本尊的面容 这一点 成不争记在心上 实在是 混沌结阵的意象 过于罕见 也极为显眼 至于 见到意象倒不必在意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异照 并不为奇 旋即 成不争继续查看情报预解 而后处理起眼前的政务来 就在成不争批示御检之时 外海 靠近大陆边缘 一片海域中 某座面积庞大 灵气稀薄的岛屿 正被无边乌云所笼罩 不错 此岛 正是小离岛 也是赫连先族之脉 没有灵灯的繁俗后人 所生活之岛 放眼望去 除了那一片浩大乌云外 并没奇怪之处 但隐约间 一道道凄厉的喊叫声 呼救声 求饶声 从那片庞大的乌云中传出 秀 一道黑色流光 从远处穿射而至 同时 一声爆合声 在此方天地震响 贼子 还不快快住手 说话间 一道道浩瀚神光 贯穿长空 携带着无可匹敌的伟力 向那片庞大的乌云 轰杀而去 这一刻 在无尽的神光映衬下 此方天地 变成了一片蓄力多彩的世界 轰隆隆 惊天爆炸声 向四面八方传递而来 同时 一道道人影 注力在那片乌云之上 俯视着隐隐 即将破散的乌云 也在这一刻 乌云内的凄惨声 越发咸耳了 听文族人呼救声 那贺连先族诸多修士的眼神 越发阴沉 怒容满险 显然 这一瞬间 贺连先族之脉族长 贺连断飞彻底怒了 伸手一翻 一根流光一彩的白骨令牌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一声爆喝声响起 死 一道浩瀚神光 从白骨令牌中冲天起 照应天地 犹如黄黄天威降临世间 在场的诸多修士 在这一刹那 心底生起了莫名的恐惧之感 碰 那隐隐有些消退征兆的乌云 在这一刻 彻底消散 神光内蕴浩瀚无比的伟力 余微不减地向导中 那一位为戴着面具的金丹镜修士 轰杀而去 轰 轰轰 一位 两位 三位 这些戴着面具的金丹镜修士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 变成一朵朵蓄力的烟花 在虚空中绽放 庞大的波动 竟拧得虚空泛起了衣脸 碰 随着第六位 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身亡 这道可怖的神光 余微彻底耗尽 消散一空 同时 那些被围攻的赫连先祖修士 也借此逃得一命 若是在池上一些 来救援的赫连断飞一行修士 也只能见到一具具尸骨了 不准确来说 连尸骨都看不到 只剩下一片狼藉之地 毕竟 修士一向都是环保达人 错谷杨菲娜 才是修士的第一选择 磨到修士除外 与此同时 那逃得一命的赫连先祖金丹修士 纷纷化作一道流光 来到赫连断飞身侧 此时 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 还有不少 足足有十几位 显然 在人数上 这群戴着面具的修士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下一刻 一行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中 其中一位看似领头模样的修士 眸中满是冷光 嘶哑道 这等手段 应该是赫连先祖最后保命的手段 不然 他也不会容许我等活下来 灭掉的他们 赫连先祖的底蕴 就我等的了 话落 这领头修士 再次向赫连先祖杀去 显然 他并不在乎 之前陨落的金丹修士 同时 诸多戴着面具的修士 也不再犹豫 也随之出手 因为 他们清楚 若赫连先祖之脉 真有之前的手段 他也活不了 若是没有 就此逃离 他们的损失也太大了 也正因他们将利弊分析的极为透彻 所以也没有丝毫犹豫 不然 领头的话 也不一定好使 这便是人今之间的默契 另一边 赫连断飞健壮 也清楚 若不将这些戴着面具的修士击退 数十万没有灵灯的凡俗后人 虽不会葬身在此倒 但必定会被带走 这是最好的情况 也就是说 即使他们逃的一命 今后赫连先祖 也将不复存在 若是这些修士是魔修 或是邪修 数十万没有灵根的凡俗后人 那下场也可预知 总之 赫连先祖也是退无可退 也只有一战 若是换作散修 早就想得逃离了 这便是先祖修士与散修之间 最大区别 毕竟 身为先祖的一份子 从小就被灌注先祖的利益 高于一切的思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年龄的增长 修为的突破 以及对事物看法 这种思想有不同的变化 但有一点 大多数先祖金丹修士 能修炼到这般地步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家族的帮扶 只要有望保全家族的情况下 大多数都会挺身而出 正因为 家族不但是他们的根 也是他们最大的依靠 不然 与那些孤魂野鬼般的散修 有何区别 所以 赫连先祖的修士 也随着赫连断飞一起出手 轰隆隆 无尽炫目的光芒 在小丽岛上爆发开来 这一刻 双方进入了搏杀状态 就在双方搏杀之间 那看似那空无一物的高空之中 一片玄色光芒内 助力着一位位修士 不错 这些修士正是范云海域 实施先祖的修士 就在此刻 一道淡淡的声音 在光幕内响起 赫连先祖之脉 驻扎在范云城的金丹修士 全部赶来支援了吗 石老祖瞥一眼 身侧的一位金丹镜长老问道 闻言 那位长老连忙道 除了赫连玉跟赫连掌修 没有到场外 其余赫连先祖的金丹修士 已全部降临 而后又接着道 赫连玉镇守在仙蒙城 而赫连玉应该在范云仙城 石老祖汉守微点 而后不再言语 静静地俯视着九霄之下 那片光芒闪耀 力量交织的虚空 见此 其中一位新晋的长老 开口道 老祖 既然赫连先祖之脉 已全部赶来 我等是否要立即出手 紧接着 又一位长老担心道 老祖 这里虽然远离仙城 万一先蒙修士降临 我等岂不是白费功夫 此话一出 石氏先祖心里也明白怎么回事 为了给赫连先祖 有足够的压力 此次 他们可是 花费了不少的宝物 精力 珍贵的情报 小心翼翼的布局 这才让几家势力庞大的金丹先祖 联手出击 当然 付出如此代价 也让石氏先祖 彻底居于幕后 静静地掌控一切 若是此次谋划成功 无论是收获的宝物 还是家族基业 将会迎来暴涨 而且 也能铲除潜在威胁 此次联手的势力 都是范云海域 称霸一方的势力 若是这几家势力 多出一位元英真君 那便能与石氏先祖 打擂台了 毕竟 这些都在比较兴盛的势力 也因如此 石氏先祖 这才选上了他们这几家势力 所以 一旦先蒙修士降临 便会让诸多算计化为泡影 随风飘散 也正因如此 那些金丹长老 才会如此着急 当然 只要老祖出手 无论是赫连先祖修士 亦或者是那些联手的几家金丹镜势力 都无法逃脱被覆灭的命运 这也关键因素之一 听闻诸多长老的急言 石老祖淡定道 不急 不急 你们没见那些戴着面具的黑袍修士 一点也不着急吗 到现在 一个凡俗都没死伤 你们觉得正常吗 而且 此处虽然是先蒙的统治疆域 但并不在先程中 所以只要打点一番 不做出斩杀凡俗之事来 先蒙也不会做出 这等出力不讨好之事来 诸多金丹长老听闻此言 自然明白 老祖话语中的潜在之意 显然 这几家势力 也不是没有做功课 早就打点好了 紧接着 石老祖又道 赫连先祖 不到山穷水尽之时 我等绝不能出手 说到这里 他的话语中 充满了不容质疑的语气 显然 石老祖也被之前 那白骨令牌所发出的可不一击 吓到了 金丹修士 或许指清楚那道神光 威能恐怖 一击不但破碎了大阵 而且还斩杀了六尊金丹修士 但他们的认知也仅限于此 身为猿鹰境界的修士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那一击的威能有多么恐怖 若不是激发此道令牌的 是一位金丹大圆满修士 换作一位猿鹰修士 爆发出来的威能 至少要之前恐怖百倍 相差如此巨大 也是因为金丹修士根本无法控制 白骨令牌内磅礴无比的力量 因此 绝大部分力量都无法凝炼 而是浪费掉了 不然 堪比猿鹰后期修士的权力一击 所散发出的波动 也无法使得虚空震荡不修 隐隐有破碎之感 显然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是因为很大一部分 浪费力量有关 同样 也正是如此 也使得这道威能恐怖的神光 威能大减 一次比一次弱 最后只灭了六位金丹修士 即使如此 第一次攻击 也堪比猿鹰中期修士的权力一击 仅仅如此 这也能对他造成强烈的威胁 因此他才不敢轻易动手 而诸多时事先祖长老 虽不清楚里面阴犹 但见老祖与其这般坚定 也不敢多言 或许 其中一些见多识广的长老 也猜到一点 不过出于避讳缘故 所以也没有出言多嘴 也如老祖一般 静静地俯视着九霄之下 不断绽放烟花 轰鸣之声 连绵不断 撤降此方天地 一生生临死前绝望嚎叫 也随之传递开来 不过 九霄之上的一行 实施先祖修士没有丝毫动容 依旧在等待着老祖的命令 许久之后 九霄之下绽放的烟花 逐渐减少 不断篡动的光束 也随之减少 就连惨叫声 间隔时间也变得越来快 显然 一方已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才导致如此局面发生 放眼望觉 此时 戴着面具的修士 已牢牢占据上风 每一位赫连先祖的金丹修士 都有一两位身穿黑袍 戴着面具的修士围攻 距离彻底灭绝贺连先祖的金丹修士 也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果不其然 不多时 小离岛上的贺连先祖金丹修士 几乎全部被斩杀殆尽 只有实力最强的知脉族长贺连断飞 依旧在几位金丹修士的围攻下 苦苦地支撑着 不过距离极限 显然也快了 就在这时 贺连断飞似乎也支撑不住了 此刻 他双目冰冷地看着一位位 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 而后又留恋地看了一下岛屿中 数十万计的凡俗后人 一丝狠色在他眸中闪过 全部给我族人陪葬吧 这一刻 贺连断飞彻底绝望了 也疯狂了 发出临死前的怒吼 见状 九霄之上的石老祖暗呼了一声道 不好 瞬间 他念头一动 以生平最快的顿俗 想要离开此地 与此同时 贺连断飞的全身法力 精血 以及神魂 全部涌入心脏那一团梦幻之色光团中 紧接着 一道耀眼至极光芒 从贺连断飞身上 暴射而出 照应天地 这一刻 贺连断飞 像极了一轮烈日当空的骄养 同时 恐怖无比地波动 朝着天地八方 洗脚去 轰 轰轰 瞬间 此方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 少卿 白光消散 数十万凡俗消失了 就连庞大的小离岛也不见了 同样 那些戴着面具的修士 也不见踪迹了 好似 一切好似 都覆灭在这可不得一击中 就在这时 一道流光破海而出 助力于低空中 可 嗨嗨 阵阵咳嗽声 伴随滴滴灵血 从面具的边缘处 滴落下来 虽然这位戴着面具的修士 看似很狼狈 但他双眸中流露出极为兴奋之色 看似一切都覆灭在那惊天一击之下 但他清楚 那些品阶较高的灵物 可不会如此 轻易被摧毁掉 但想到 那惊天动地的一击 他现在心头也是感到一阵后怕 若不是他多年前 侥幸从衣服中 得到一幅内蕴神通之力的画像 恐怕此次 他也再在这里了 也是因为那幅 山水画内蕴含的神通 还是一门极其强悍的防御类神通 若不是如此 此次他也无法存活下来 即使如此 他的内服 也遭受了严重的震荡 宝体虽然没崩溃 但伤势也比较严重 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 赫连先祖底蕴 再也无需分配 确定小离岛中的宝库并没有被摧毁 还是海底之下 想到这里 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 越发觉得 这个可能极大 旋即 他立即将目光锁定在 海面上那片浩大无比的漩涡之下 那里 便是水离岛原先的位置 就在他刚刚有所动作之时 一道魂厚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这位小友 想往那里去啊 文言 戴着面具的金丹修士 应着急寻宝 下意识到 去寻 画刚一出口 他忽然意识了什么 寻声望去 只见一道道身影 助力在虚空中 都淡定地望着他 只见拿金丹修士 面具后的脸庞上 流露出骇然之色 眸中也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很快 他便恢复镇定之色 眼眸中惊慌之色 也随之消退 只见他摘下面具 显露出一张苍老的脸庞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道 范云海玉崔氏先祖 崔修 见过石老祖 说着 他便深深行了一礼 礼数极为周全 没有一丝不到的地方 见此 石老祖双眸微眯 淡淡道 崔小友 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话呢 就在崔修准备回话之时 他注意到 虚空中那一道道身影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讽刺之色 这时 他哪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显然 石氏先祖一行人早就到了 自然明白 对方为何恰巧 在这个时候出现 并叫住他 想到这里 他心中再无侥幸之念 随即躬身道 晚辈不过 话刚开头 下一刻 他就消失在原地 一道流光穿射至天际 见状 石老祖眼眸中 闪过一道轻蔑的笑意 低难道 想在本座眼皮底下跑掉 有这个可能吗 低难间 石老祖伸手望前一探 大手张开 与此同时 那已处于天际的流光 默然一顿 只见石老祖微微虚卧 瞬间天际处绽放出一道蓄力的烟花 还伴随着一道惨叫声传来 顷刻间 一位金丹镜大圆满修士 便陨落在原鹰老祖手里 可见 一不知差 便有天差地别的距离 随即 石老祖望着身侧的族人 淡淡道 将此片海域 给本尊通通清扫一遍 一颗零石也不要拉下 是 诸多石是先族的长老 齐齐回道 紧接着 一道道流光 从天而降 没入那片浩大无比 不可计量的漩涡之中 而石老祖助力虚空 静静地等待收获的果实 不过族人的一切举动 都在他心头浮现 真君之威 可见一半 同时 赫连先族其他几个之脉 也在遭受无情的屠戮 实力为尊的修仙界 在赫连先族的遭遇上 彰显得极为明显 时间如白居过细 转眼即过 一日后 先蒙城 先蒙总部 监察殿 主殿中 此时 端坐在高台暗珠后的楚殿主 刚刚放下手中的御简 正准备休息一会 忽然他抬手 向殿门方向望去 只见他眉头青醋 随即伸手一挥 与此同时 覆盖在殿门上 显露出来的萌萌光韵 忽然消散开来 一位身穿监察殿服饰的青年修士 显露出身影来 尤其是程不征注意到了 此人身穿的衣袍下百处 绣着一条象形符文 犹如一道阴影图案 他便知道 此人隶属监察殿哪个部门了 而且 也猜到了所为何事 不是有需要批示的预解 就是密包 不错 这身穿监察殿服饰的青年修士 正是来自于暗影厅 也是储殿主铁杆支持者 所掌控的部门 果不其然 只见那暗影厅的修士 步入大殿中 立即行了一礼 而后开口道 殿主 这是暗影厅最新收集到的情报 请殿主过目 说话间 暗影厅的修士 将萝莉城一堆的玉检 捧在手心 举过头顶 见状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成不征 伸手一挥 请客间 那萝莉城一堆的玉检 瞬间化为一道道流光 犹如一条条鲤鱼一般 浮动在成不征面前 而后整齐地落在他面前的暗桌上 成不征瞥了一眼 暗桌上多出一堆玉检 而后望向大殿中的暗影厅修士 平静道 下去吧 化落 成不征伸手探出 微章 一块刚成送上来的玉检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神念蔓延开来 另一边 大殿下的青年修士文言 立马行了一礼后 而后直接向大殿外走去 大殿内 再次恢复以往的冷清 肃穆之感 少清 端坐在暗桌后 宝座上的楚殿主 放下手中的玉检 而后接着查看起 刚刚送过的情报 很快 一个情报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成不征眉头青醋 心里呢喃道 赫连仙族之脉覆灭了 不错 此块玉检内 正式记录着赫连仙族覆灭的 来龙去脉 其中包含了范云海域 几大金丹势力 联合袭击小离岛之事 甚至在情报中 还提及到 背后有实施仙族的影子 显然 这是时间不够 没有调查清楚的缘故 事发不久 便有如此详细的情报传回 从中也能看出 先蒙强大的情报系统 以及监控能力 远不是松散般管理的赫海盟 所能比拟的 同样 这也是因为数十万凡俗 葬身小离岛 这才引起了先蒙的注意 若不是如此 此份情报 也不会送到楚殿主的案头前 不过当成不征 看到情报中 实施仙族的影子时 他心中便确信 此事一定有实施仙族参与 之前他在此方大殿中 向实老族打探 赫连仙族的情报之时 或许那时这老东西 就想到了什么 所以 这才有了小离岛覆灭之事 事情虽然办得甚何他意 但小离岛上 数十万凡俗就此陨落 这可不是成不征所想看到的 现在事情虽没有查清 但成不征清楚 实施仙族几有可能参与其中 不过 让他有点想不通事 灭绝大量凡俗 实施仙族的老祖 应该不会如此不治吧 成不征眉头青醋 望着手中的御检 眸中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两久 成不征轻叹了一声后 缓缓地放下手中御检 接着查看其他情报来 一个时辰后 刚刚查看完成上来的情报 成不征正准备继续批示御检之时 覆盖在殿门上的那层光运 荡漾起淡淡的波纹 似乎感受到来人一般 端坐在的高台宝座上的 成不征抬手望去 见此 成不征大手一挥 那层光目溃散开来 显露出一道较为瘦弱的身影来 见到来到人 成不征眼眸深处 闪过一道了然之色 不错 这正是做法 让他有些想不通的 实施仙族老祖 而后他双眸低垂 嘴角上扬 勾勒出一丝笑意道 贵族 好大的手笔啊 此番动静 连本座执掌的监察殿 都收到了消息 闻言 实老祖心中后怕不已 连忙回道 楚兄 这可真不关本族之事啊 说着 他便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一一倒数了一遍 并特意点出了数十万凡俗 因赫连断妃自爆而死 就是他想救援 也无法拦下 当然 话是这样说 但他清楚 赫连断妃的自爆威能 超出了金丹修士的上限 即使对他 也有极大的威胁 一个大义 说不定连他也会生育于此 因此 夺命而逃这番举动 他也被故意忽略掉了 总之 小离岛上数十万凡俗的灭绝 与他十世先祖 并没有一点关系 之所以如实到来 就是防止被人扣上一顶 屠戮凡俗的罪名 这等罪过 在先蒙的十大禁令中 排在前三 可见 先蒙对于此事的看重 闻言 端坐在高台宝座上的成不争 漫不经心道 是吗 此话言语中 充满了质疑的语气 而后他淡淡地 瞥了大殿中的十老祖一眼 开口道 但不管如何 此事也是因你 十世先祖而起 听闻此言 十老祖陪笑道 那是当然 不过 还请楚殿主网开一面 小小心翼 望殿主收下 说话间 一只金色储物袋 飘到了成不争面前 十老祖满脸笑容地 望着高台上的那道人影 见此 端坐在宝座上的成不争 微微汗手 而后神念蔓延而出 少卿 楚殿主的脸上 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淡淡地敲打道 下次可不要让本殿主为难 那是当然 十老祖连忙保证道 此时 他心中那颗提着的心 听到此话时 彻底放了下来 同时 十老祖心里暗护了一声侥幸 若不是为了谨慎起见 或许下次再见之时 便是先蒙执法队降临之计 同样 那时候 这顶屠戮凡俗的罪名 也会扣在十世先祖头上 不出意外的话 那时 也是范云海域十世先祖 覆灭之时 正因为 他清楚高台宝座上的楚殿主 定是早早得知了消息 不然也不会一开口 直接特意点出 显然 之前的布局 极有可能被先蒙察觉到了 但天地良心啊 他可真没有想过 毁灭数十万凡俗 对于凡俗之事 先蒙是极为看重的 正是清楚此间因由 他也从来没有 生起过这个念头 数十万凡俗 可不是几千凡俗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先蒙的重视程度 截然不同 这时 端坐在宝座上的陈布征 面带温和之色 笑着道 行了 石道友既然心里清楚 本殿主也不再虚道了 下次注意点 是 石老祖立即应声道 紧接着 两人闲聊了片刻 但看到宝座上的楚殿主 轻轻将暗桌上的茶盏 往前推了一下 石老祖也知道 是时候告退了 旋即 他立即赔罪了一声 而后告辞离去了 等那道人影 彻底消散在此方大殿中 把玩手中金色除物袋的陈布征 忽然动作一顿 伸手一番 一只长颈玉瓶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不错 此玉瓶正是从石老祖 供奉上来的宝物 能让陈布征如此满意 也是正是此玉瓶内 装着满满一瓶 足足十粒 阴阳涅槃丹 此灵丹 价值惊人 极度珍贵 细缺 不错 这正是用于 原音后期修饰 精进修为所用 一粒 阴阳涅槃丹 堪比原音后期修饰 二百四十载苦修 所谓的苦修 这可不是随意 待在一间密室内 就能修成的 不但需要灵气浓度 达到一定的程度 至少需要大型灵脉 而且修炼的功法品阶 必须要达到四阶 再加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需要时时刻刻 全新全新的炼化灵气 如 寻常大型仙城中的 仙府灵山 甲等洞府 等等一系列因素 总和下来 方才算一年苦修 总之 寻常原音真君 想要在一年中完成 一载苦修 绝不是一事 当然 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如 成不征本尊所闭关之地 一年苦修 修为进展 要比那些在大型灵脉中的 原音修士 要快上两成 若是减去平时修整的时间 这才有望 能完成一年的苦修 也因如此 这也使得先蒙成一等洞府 常年爆满 根本有空缺的时候 因此 此等洞府租赁权 也被炒成水涨船高的局面 可见 此等洞府 对原音修士 有多大引诱力 一切 都是为了精进修为的缘故 从中也能看出 死平灵丹的珍贵 也可看出 此分大理之重 若不是时世先祖的老祖 今生无望突破 至原音后期 以及时世先祖 有覆灭的危机 当然 这也是 因为此瓶灵丹无法换取到 更为罕见珍贵的 突破瓶颈类灵丹 灵雾 同样 石老祖也清楚 覆灭赫连先祖主脉的 极有可能是楚殿主 因此 楚殿主也极有可能知道 主脉的底蕴 落在了赫连先祖之脉手中 也正是鉴于诸多因素 他这才会上攻击 楚殿主 如此珍贵的灵丹 否则 石老祖断然不会将这瓶 阴阳涅槃丹 送给楚殿主 以求他能网开一面 从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毕竟 石粒 阴阳涅槃丹 若能全部炼化 等同原因后期修饰 苦修2400载苦修 尤其是原因后期的一年苦修 可不是原因中期修饰 所能相比的 差距甚大 从中也能想象 一粒 阴阳涅槃丹 蕴含多么磅礴的药力精华 即使成不征 身上的天地其真一级的宝物加起来 其价值也完全不及此瓶 阴阳涅槃丹的十分之二 关键的是 相比天地其真一级的宝物 此等灵丹 显得更为珍贵 其缺 换句话说 即使有天地其真一级的灵物 也极难能换到精进修为的灵丹 一切皆要碰运气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原因修饰 对此等灵丹屈之若物 如 原因大圆满之境的真君 对于这等宝物 就并不上心 主要是因为 原因大圆满之境的修饰 此等灵丹 已不能助他修行了 也只有先天刚煞 与大地灼气 以及增强战力的宝物 那才此等强者的罪求 成不征把玩着手里玉瓶 脑海中的念头急速飞转 少卿 他手里中动作一顿 一道蓄力霞光 注入到眼前的长颈玉瓶中 下一刻 阴阳双色的霞光 从玉瓶内冲天而起 将此间大殿 映衬成一片黑白世界 细细瞧却 无论黑色 亦或者是白色 都极为纯粹 并无一丝杂色掺在其中 显然 一切并没有异常 不过 成不征并没有罢首 哪怕他知道 石老道不敢在慈平 阴阳涅盘丹 动手脚 但一向极为谨慎的成不征 可不会将生死寄托在他身上 因此 成不征施展多种燕丹秘书 来辨别此瓶丹丹中 是否被他人动了手脚 最后事实也证明 是成不征多想了 此瓶阴阳涅盘丹 没有丝毫一样 见此 成不征这才彻底安心下来 将此瓶灵丹收入衣袖中储物袋 而后他直接向外走去 出了先蒙总部后 他收敛威压 如同寻常的炼器修士 向目的地走去 先蒙城 地摊区域 隐藏面容 修为的储店主 在摊位区域闲逛了许久 这时 他来到了一个摊位前 摊位上摆放着一些低阶灵药 以及几件下瓶法器 看似与寻常摊位上所放灵雾 并无任何区别 一看就是低阶修士的摊位 确实也是如此 摊主是一位青年修士 也是一位炼器后期的青年 忽然 成不征眸中一闪动 目光落在了一株紫叶餐上 随即 他伸手指了几株灵药 其中包含了紫叶餐 询问起价格来 见此 青年摊主漫不经心地 爆出了一个正常价格 旋即 成不征没有砍价 直接将其全部购买了下来 伸手一挥 一只灰色的储物袋 扔到了青年修士面前 淡淡道 轻点一下吧 对此 青年修士没有犹豫 神念蔓延而出 将储物袋笼罩 好似在轻点一般 少庆 青年修士点了点头 见状 成不征没有意外 下一刻直接离开了这个摊位 这时 青年修士望着离去的背影喊道 贵客 储物袋还没有还你呢 闻言 成不征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而后一道清晰的声音传来 这只储物袋 就送给小友了 话落 成不征的身影 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另一边 郑欢喜一笔交易完成的青年修士 忽然耳畔传来一声叹息声 小友 你亏大了 说话的是一位面色有黑 满是白发的老者 此时他一边走来 一边颇为遗憾地 看着那位青年摊主 闻言 青年修士面色一僵 然后皱眉道 道兄 何出此言 见状 老者看着依旧不明白的青年修士道 小友你是看走眼了 紫叶餐乃是一阶中品灵药 通体紫色 叶小如骨 根长如丝 这些都是紫叶草的特征 不错呀 他并没有看走眼呀 青年修士 眸中闪过一道疑惑之色 只见黑色有黑 头发须白的老者 注意到了对方眸中的疑惑之色 摇了摇头 又瞥了眼 围观地修士 淡淡道 不过 这仅仅是紫叶餐的诸多特征 之一罢了 画到这里一顿 而后望向青年修士道 你可注意到 刚才你卖的紫叶餐 表面的纹理 比寻常紫叶餐 稍微粗壮一点 而且 纹络也少了一些 文言 青年摊主笑着道 这应该正常吧 灵药根据气候不同 环境不同 等等诸多因素 有所差异 也是难免的 怎么可能 所有的紫叶餐 都长得一样啊 这时 围观的修士 纷纷道 不错 不同的因素 也有可能造成此等现象 此言有理 这等变化 在一阶灵药中很常见 见此 黑色有黑的老道 面色一黑 直接开口道 愚蠢 你等可知 二阶上瓶宝药 天灵紫参的特征 文言 围观的修士 纷纷监口不言 其中包括了那位青年摊主 显然 这等知识 已经触及到了他们的盲区 从中也能看出 这面色有黑的老者 对于灵药一道的了解 绝不是寻常 低阶伞修所能相比的 这时 围观的诸多修士中 响起一道声音 道兄 难不成刚才这位 摊位所卖的紫叶餐 是二阶上瓶宝药 天灵紫参不成 不错 老者点头道 正是此宝药 可惜了 话落 老者带着遗憾的叹息声 离开了此地 显然 老者因发现迟了一步 这才带着遗憾离开 若是他先发现的 此刻或许离开 就不是如此心情了吧 另一边 诸多围观的修士 同情地看了一眼 那神情有些呆滞的青年修士 而后纷纷离开 少卿 好似刚刚回过神来的青年摊主 恨恨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储物袋 一阶灵药与二阶宝药 两者之间的差距甚大 价值完全不能相比 显然 这一刻他好似也清楚 为何对方大气 直接连储物袋都不要 连忙跑了 阴郁之气 在他心头涌现 青年摊主再也没有心情摆摊了 旋即 他将摊位上的灵雾一收 带着郁闷的心情离开了 另一边 诚不征踏着轻松的步伐 远离了地摊区域 看似他心情愉悦 好似今天简陋了一般 实在他心里平静一片 不错 之前那青年摊主 不过是本尊的一个灵魂傀儡而已 此次交易 是为了方便将万化到身手中的宝物 转移到本尊那里 当然 转移天地奇珍异极的宝物 不过是顺便 主要还是将那瓶阴阳涅槃丹放到本尊身上 毕竟 这瓶灵丹 实在过于珍贵 所以 万化到身得到此瓶阴阳涅槃丹地的第一时间 便选择了转移 也只有放在本尊身上 他才能彻底放心 因此 灵魂傀儡早早就来到了地摊区域 摆起摊来 等待万道化身的降临 等时间差不多了 这才将天灵紫餐换成紫叶餐 这场好戏才拉开帷幕 到最后 青年摊主愤然离去 才落下帷幕 不然 这珠天灵紫餐早就被那些眼力毒辣 见多识广的修士买走了 根本不可能等到万化到身来到 不然 大戏没有开始 便结束了 如 那位黑荣友 见识广播的老者 在这人山人海的地摊区域中 这等修士不要太多 陈不征一边走着 一边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一切 确定没有破绽后 这才将此事放下 此时 不知变换过多少次熔岩 修为的陈不征 在一条四通八达的小巷中 施展了削弱版 遮天变 此门神通 也恢复了楚殿主的容貌 而那股射人心魄的威压 也随之展现 紧接着 楚殿主 也没有在繁华的街道中 多坐逗留 直接回到了监察殿的主殿 宝物已转移 陈不征也开始放心 批示起御检来 就在楚殿主处理政务之时 隶属监察殿区域中 某座大殿中 响起了一道冷兵刺骨声音 没查到 赵寒望着大殿中 那道瑟瑟发抖的身影 冷声道 此时 大殿中 那位修士心底 虽然极为胆颤 但还是立马回道 启禀殿主 旋风海域诸多元英老祖的情报 已收集完毕 这是名单 请殿主过目 说到最后 又面色犹豫 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道 不过 不是修为对不上 便是战礼无法企迹 说话间 青年修士将手中那块 记载着诸多元英修士的修为 来历等详细信息的预检 递到了赵涵面前 见状 赵涵伸手一挥 奉在青年修士手心中的预检 直接被射入手中 而后查看起来 少青 只见赵涵眉头微醋 而后放下手中的预检 目光落在大殿中的那道身影上 开口道 可有一漏 青年修士摇头 神色坚定道 没有 此块预检内记载的诸多元英真君 包含了短暂路过此方海域 先程的元英修士 忽然 他心中一动 又补充道 除非有元英真君隐藏修为 面容 等手段极为了德 不然绝难逃过先蒙的耳目 听闻此言 赵涵虽觉得有理 但他更倾向于 有先蒙修士 在此间动了手脚 尤其楚遥这个老家伙 执掌了监察殿千年之久 人脉关系更是错综复杂 若他想帮两位元英修士 隐藏踪迹 不过是举手之事 极为轻松 哪怕每座仙城中 都有禁断大阵笼罩 有强悍至极的检测能力 寻常原因修士 也修想在躲过阵法的检测 但执掌阵法的修士 若是有心隐瞒 那也无济于事 毕竟 阵法在强悍 也是由修士操控 若是如此的话 也可以说得通 念动间 一道道念头 在他心中闪过 两久之后 赵涵心底 喃喃自语了一声道 看来要抓住 楚遥这个老狐狸的尾巴 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时 那青年修士修士 好似想到了什么 带着立功心切的心情 立即开口道 启禀师伯 弟子 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假 赵涵面色淡淡道 刚才据弟子收到消息 那楚道风 已在仙府临山闭关 此话一出 立即感到不妥 而后接着解释道 师伯此次楚道风的闭关 可不同以往 这次他可是向内侍堂 方堂主借用了仙府临山 一等动辅 而且还借用了二十载之久 那楚道风 如今是金丹大圆满之境 根本无需闭关 显然他极有可能是为了突破 闻言 赵涵面色没有丝毫动容 淡淡道 此时本君已知 还有 你只需将本君的事办好即可 楚道风极有可能突破之事 他早在楚遥兑换破阴丹时 便已猜到 虽然寻常修士无法得知 即使副盟主也是如此 但化神尊者的权限 是最高等的 自然可以注意到万宝殿的一切变化 因此 早在那时 他便收到了老祖的传信 当然 这也是老祖专门标注了对方的先蒙指环信息 一旦贡献点有所变化 自然会有提示 不然 堂堂一位化神尊者 岂会一直观察着一位元英修士 哪怕这位修士 是位元英大圆满修士 那也如此 不过 话说回来 若是楚遥就此放手 他也不愿步步紧逼 但想到对方将监察殿 殿主权限最后一份突破元英镜的灵物兑换掉后 依旧不愿放手 显然 他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楚遥这个老家伙 明面上好似为后背突破灵物 这才出关 但实则上 依旧对突破化神之境的灵物 抱着窥去之心 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 如今 他在监察殿处理前段时间 遗留下来的证物 便是很好证明 就在赵涵思考着 如何踢开这个修仙路上的拦路石之时 一道恭敬的声音 在大殿中响起 是不 弟子知道了 青年修士 立即躬身行了一礼道 见此 赵涵压下了心间的思绪 望着宗门后背 罢了罢道 行了 下去吧 日后多关注一下 玄风海域的动静 是 是不 玄疾 青年修士 躬身行了一礼 而后退出了大殿 此时 大殿中 只剩下一道人影 端坐在宝座上 眼眸中浮现出一丝思索之色 就在这时 陈不征也将这些日子 遗留下来到的证物批示完毕 陈送上来的情报 也看了一遍 紧接着 陈不征也没有逗留 直接出了主殿 向内饰堂方向走去 来到了内饰堂 查看了一下所有任务 最后接取了一个 奖励正常的任务 显然 之前他也意识到了 并不能因为尊者发布的任务奖励多 直接接取 主要也是因为 其中牵扯到极为复杂的关系 以及潜在危机 所以 奖励才会高上一件 之前 内饰堂 方堂主对楚殿主有信心 而且 楚殿主身为监察殿的殿主 肯定知道其中内幕 所以 这才没有开口出言阻止 但实则上 这些隐秘规则 程不征并不清楚 毕竟 他只是个冒牌货 而且 楚道锋同样也不清楚 毕竟以他的实力 根本没有资格 实力 去完成内饰堂 难度最低的一件任务 正因如此种种因素 使得程不征 在内饰堂 第一次执行任务时 吃了个闷亏 当然 也并不是所有尊者发布的任务 都有风险 只是概率比较大而已 期间 程不征也仔细地想了想 现阶段还是稳步为上 可不呢 次次都需要本尊保驾护航 本尊首要任务 便是不断精进修为 直至达成预期进度 因此 长时间耽误本尊的修行 是极为不划算的举动 而且 若是任务能简单一点 贡献点少一些 但执行任务 也不会有意外情况 最重要的是 他推算过 冒充楚殿主的时间 足够他将那份宝物 从万宝秘库中兑换出来 这才是关键 接取任务之后 楚殿主与方堂主闲聊了片刻后 便告辞离去了 传言间 以过去七载 在这些年里 程不征接取的任务 都是追杀那些 在先蒙境内 为非作歹 动辄灭人满门的邪修 以及魔头任务 虽然这些修士 都是原音境修士 但多是散人 极少背后有宗门的存在 即使偶尔个别有 那也是门派企图 也被宗门追杀修士 因此 程不征虽然花费的时间 但多用在了 追查这些任务目标的踪迹上 虽是如此 但在这期间 也没有意外情况波折出现 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当然 任务奖励的贡献点 也远不如之前第一任务 但累计下来也有不少 足足有三十几万 距离兑换 星辰刚煞 还差二十余万 显然 如此之短的时间 积累下庞大的贡献点 可见程不征这七年中 接了多少任务 没此任务结束后 程不征第一时间 处理遗留下来的政务 查看一下情报 休整一些时日后 继续接取任务 为了提高完成任务完成的效率 甚至他还动用了 楚殿主的权限 以及关系 若非如此 这七年中 也不会积攒下 如此之多的贡献点 当然 程不征动用这些关系之前 也想与楚道锋通一下气 但楚道锋早已闭关 为此 他特意找了一下上官清玉 对此请求 上官清玉 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 显然 在找程不征找楚道锋之前 他就想到了这个可能 毕竟 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也正是程不征担心 怕被事后被真正的楚殿主算账 这才是他动用关系之前 询问楚道锋最为主要的目的 同样 明白此间应由的上官清玉 也告诉了程不征 权限可以随意动用 但动用楚殿主的关系 最好适可而止 此番劝告 程不征也明白 若是肆无忌惮 等日后楚殿主出关 他们夫妻两人 也无法帮程 不征压下此事 也正如此 程不征也没有让监察店的铁杆支持者 助他完成任务 仅仅只是 让他们帮忙打探 任务目标的行踪 再加上监察店的情报 所以在短短七年内 大量行踪不定的携修 魔头 亡于他的剑下 同样 也是因为打探目标的行踪 极为耗费时间 不然 积累的贡献点定会更多 若能第一时间锁定任务目标的行踪 他早就将此份先天刚煞兑兑换出来了 或许剩余的时间也可展望一下突破大圆满之境的灵丹妙药 可惜 此等灵丹妙药 监察店在万宝秘库中早就没了份额 不然 先天刚煞就不是他的第一目标了 不过他的收获 也不仅仅限于任务奖励的贡献点 这些邪修 魔头的身家也全部落于他的手中 价值最大的便是 仅仅原因初期修为的灵丹 分属好几种类型的灵丹 药效也有所差异 从一粒抵几十载苦修到上白载苦修都有 总共加起来 足足有三瓶有余 至于 仅仅原因中期修为的灵丹 也有一瓶有余 种类仅仅有三种 药效最差的一粒四阶中品的灵丹 能抵原因中期修士一甲子苦修 其次 便是能抵原因中期修士白载苦修 最后 也是成不争获得最为珍贵的灵丹 一粒能抵原因中期修士120载苦修 至于仅仅原因后期修士的灵丹 它是一粒都没有收获到 毕竟 原因后期的魔头 万化道身也仅仅拿下了一位 而且 还差点被反杀 若不是那个魔头 因施展魔道神通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被反噬 他也无法找到机会 最后以斩魂灭破剑 伤起本源 让魔头伤上加伤 战力大减 最后寻得机会 加持诸多神通 一举斩杀大敌 可见魔道神通秘术 虽能大掌战力 但隐患极多 远不如仙道秘术神通 那般稳健 当然 最后成不争收获也算不菲 可惜并没有精进修为的灵丹 最为珍贵的宝物 便是两件上品法宝 还是魔道法宝 而且 成不争收获的法宝 也都是魔道法宝 写法之宝 几乎没有它何用的 因此 这些魔宝在修整期间 全部分离成了灵财 毕竟 这些魔宝中 能分离出不少的天地奇珍 一级灵财 以及一些天才地宝一级的灵财 中间 虽有一定的损耗 但价值远不是被祭练过多少次 本源气息杂乱的魔宝 所能媲美的 再加上 这些魔头 邪修中的灵财 宝物 那收获就更大了 为此 成不争将那些不合用的灵物 以及分离出来的天才地宝 一级灵财 全部分批在镇海仙城的暗室中 卖了出去 换成了一笔树木庞大的灵财 也只有天地奇珍一级的灵财 以及精进原因修饰的灵丹 被成不争留了下来 虽然这些灵财与灵丹 都是魔道修饰所需 对他而言并不合用 但日后也可以与魔道真君交易 因此 这些宝物都被留了下来 而后通过先前摆摊的方式 交给了本尊 可以说 这些年 他是收获满满 这一日 成不争带着满满的收获 回到了仙蒙城 刚溢出传送殿 他便看到了远方天空中 燃烧着熊熊天火 炙热的高温 伴随着耀眼的光芒 照应着无边的虚空 这一刻 即使宝体强大如此似的成不争 也感受到了淡淡的温热之意 至于 那些修为更低的修饰 也只有助机器 以及其上境界的修饰 能保持日常活动 至于那些炼器修饰 不是早早去往 此遍海域附近的中型仙城 讨生活去了 便是直接打开阵法 闭关修炼去了 总之 仙蒙城诸多街道上 在南见到一位炼器器修饰 只有一些大型店铺 因阵法强悍 那些炼器器侍从 还在接待来往的顾客 顶着楚殿主容貌的成不争 眺望着高富于仙府灵山上空 那片熟悉的无边火海 此等天照 这已不是他第一看见 早在几年前 在他斩杀阴火老魔后 回到仙蒙城时便已出现了 当时 他还有些好奇 后来回到仙蒙总部 从他人的恭贺声中 才得知 那是楚道风突破险路的天照 为此 他还特意向上官清玉求证过 结果 并没有出意外 这就是楚道风突破所致 尤其现在方圆几千里内 灵气疯狂朝着那片火域席卷去 显然 楚道风的突破 目前还比较顺利 若是能成功破镜 这番天照 至少还需要持续好几载 成不争凝望着虚空中那片火海事件 心里喃喃道 希望再次相见之日 便是你彻底突破至原音镜之时 一声喃喃自语后 成不争便收回目光 直接向仙蒙总部走去 去交接任务了 毕竟 修士能否突破 只能靠自己 靠机缘 旁人也无法帮忙 若是能突破更好 从此以后 他也多了一位可信的同道修士 不能突破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成不争 也只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原因出其修士 并不能逆夺造化 凡本补原 一切皆看修士本身的运道与机缘 所以 成不争走的也是相当洒脱 时间如流水 眨眼间 便过去了三载 这一日 笼罩在仙蒙城上空 持续多年之久的天照 忽然消散一空 与此同时 一尊浩大无比 面目模糊的光影 助力于虚空中 犹如晴天巨人般 携带着莫大的威严 扫视着此方天地 只见那光影微微一笑 下一刻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没入下方的仙府灵山中 就在这时 那多年以来 那翻腾不休的灵气 在这一日 逐渐平复下来 炙热的温度 也随之下降 蓝天白云 也再次映入仙蒙城内的 诸多修士眼帘之中 很快 那些前往附近中型仙城 闭关修炼的炼气漆修士 也逐渐出现在 仙蒙城的街道上 街道上的修士数量 也急剧增加 当然 变化最大的 则是仙蒙城的地摊区域 虽不复之前 人山人海的热闹模样 但也逐渐恢复了几分生气 一片繁华热闹之像 再次在仙蒙城浮现 与此同时 仙府灵山 某座丙及洞府中 上官轻欲望着玉手中的玉符 虽神色清冷 但美眸中 却是难得 闪过一道明显的喜色 终于突破了 一声清冷婉约的声音 在静视中响起 不过 紧接着他美眸中 闪过一道无奈之色 心底难难道 不过这接待之事 如此矛盾的神色变幻 显然是因为玉符中 传来的信息 虽楚道风让他心生欢喜 但也有些为难 毕竟 楚道风突破原因境 那可一件大喜事 但接待诸位师门长辈 以及来和的原因真君 这些他真没有做过 同样 上官清玉也明白 楚道风传来的消息 潜在之意 换句话说 是他让以道吕的身份 正式出现师门长辈面前 以此表达决心 不过接待师门长辈此事 就让他感到为难 为难的地方不在其他 而是他清楚自己的性子 生怕做不好 从而辜负了楚道风的心意 也因此如此 这让上官清玉极欢喜 又感觉到为难 就在这时 盘坐在云床上的上官清玉 忽然倾抬袖手 向外望去 玉手一挥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光芒 飞射而来 最后 飘浮在他面前 下一刻 五彩蓄力的光芒消散 显露出一道道五颜六色的灵符 见此 上官清玉眸光微动 好似他想到了什么 而后 他也没有多做犹豫 直接查看起来 果不其然 这些传音符 都是楚道风的师门长辈 以及一些清楚 他与楚道风关系的原因修士 部分经单修士 所发来的恭贺信息 其中多为监察店内修士 所发的传音符 显然 这些修士 给楚道风发送的传音符 并没有得到回应 正因楚道风此时 应该再稳固根基 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些杂事 也因如此 熟知两人关系的修士 这才将传音符 转发到他这里 对于这些传音符 上官清玉沉淫了一会后 也硬着头皮 开始回复起来 玄机 一道道流光 从此座洞府中 积事而出 向四面八方飞去 三个月后 仙蒙城 某座豪华的酒楼前 人来人往 来往的修士 修为最低者 都是金丹镜真人 即使原因真君 也有不少 欠慈 一些路过的修士 对于也有些好奇不已 这时 一位好奇心颇甚 也有些背景的青年修士 见到此幕 心中一动 脚下的步伐一变 向此座酒楼走去 刚一靠近 就被一位身穿 侍从服饰 面容娇好的女修拦下 与其轻柔 面带微笑道 这位贵客 请出示请见 见此 住激进的青年修士 面色一冷 皱眉道 难不成 贵酒楼还有门槛限制不成 文言 面带微笑的侍从女修 顿时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样的情况 她今日也碰见了多次 而后面色不变 依旧带着职业微笑道 贵客 请不要误会 本酒楼可没有门槛限制 不过 今日酒楼被人包下了 请贵客见谅 说着 女修对着面前的住激进青年修士 行了一礼 另一边 青年修士文言 心中的疑惑更甚了 包酒楼虽然铺张了些 但也比较常见 让她惊讶的是 来往都是金丹修士 其中还有不少原因真君 究竟是何人有此颜面 就在这时 远处走来了一位面容慈祥的老道 但周身缭绕着 让人窒息的威亚 显然 这也是一位原因真君 见此 青年修士连忙退避开来 等那原因真君走过 她这才开口 向那位女修士从 问道 这些真人 真君今日来此聚会 所为何事 青年修士的语气 也比之前柔和了些 声音也低了些 在这一刻 她在练七七是从女修面前 放下前辈高人的颜面 面容交好的女修士从 对于眼前注击前辈心中的好奇 也略知一二 毕竟 如此之多的前辈高人降临 定是有大事发生 不然 也不会有如此盛景 紧接着 少女士从没有犹豫 直接道 这并不是什么机密钥匙 告诉贵客也无妨 今日 本酒楼有此盛况 也是因为储前辈突破原因境 要在本酒楼宴请四方好友 只有持有请柬 方可入内 听闻此言 青年修士算是解开了心头疑惑 玄疾 青年修士没有犹豫 直接就此离开 她可没有胆子闹事 强行进入酒楼中 毕竟她背后的靠山老祖 也是仅仅是一位金丹镜修士 一旦闯祸 极有可能连累到老祖 这点自知之明 她还是有的 另一边 酒楼大厅内 上官清裕迎接着一位位来宾 虽面色清冷 但礼仪却没有一丝不道之处 可见上官清裕 也极力想要办好此事 对此 诸多来宾也并没有在意 能手持勤俭来此座酒楼的修士 自然也了解这位 刚刚突破原因境处贞君的情况 他不但出身顶尖仙门 而且有一位职长监察店全柄的爷爷 至于清冷若先 就差一场双修大点的道旅 也同样有所了解 何况 今日来此的宾客 都是存心交好的修士 也不会有故意找茬的修士降临 毕竟 大喜之日 上官清裕也不会将勤俭 送给那些心藏恶意的修士 如 监察店赵涵便没有收到勤俭 当然 赵涵的一众支持者 同样也没有收到上官清裕的勤俭 一时间 酒楼内相熟的修士 三五人成一团队 高谈阔论 聊着去世 还有一些修士 借此机会 向那些原音境修士 请教着修行路上的疑惑 对此 来参加此聚会的原音修士 也是面带笑意地解答着 一直注意那边情景的修士 心中一动 随之也加入请教前辈中的一员 此时 酒楼中的气氛极为融洽 就在这时 一位金丹修士 来到暗影厅卫听主身侧 在其耳边嘴角微动了几下 而后卫听主挥了挥手 那金丹修士 立即退了下去 与此同时 未听主谋中闪过一丝郑重之色 沉吟一会儿后 便穿越过一位位高谈阔论的修士 来到了上官清玉面前 脸色和月道 上官小友 楚殿主何时道 闻言 面色清冷的上官清玉 先是行了一礼道 晚辈拜见为前辈 而后 接着道 应该快了吧 早在两个月前 已通这楚殿主 说到这里 神色清冷的上官清玉 沉吟了一会儿 而后又补充了一句道 现在没有道 也许是被什么事耽误了吧 不过回信中说 今日定会赶来 此时应该在路上吧 未听主闻言 点了点头 毕竟这些年楚殿主 不断接取任务之事 他也有所耳闻 而且还曾多次提供所需情报 因此 耽误了时间 也极有可能 紧接着 未听主伸手一番 一只玉侠出现在他面前 见到上官清玉眸中 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为真君平淡道 本君有要事处理 等会殿主来了 请你帮忙问候一声 闻言 上官清玉点头应道 见此 未听主接着道 此玉侠内灵物 乃是本君最近获得之物 对你大有益处 算是本君恭贺楚道 有的一点心意 说话间 未听主伸手一挥 封印的玉侠 飘到了上官清玉面前 见状 上官清玉虽不知道 此玉侠内所装何物 但也知道 这必定是价值不菲的灵物 随即 上官清玉面带诚恳之色 开口道 听主的心意 晚辈领了 不过这份宝物 还请前辈收回 晚辈不适合收下 对于上官清玉的拒绝 未听主心底不但没有怒意 反而 谋深处闪过一道赞赏之色 而后大有深意道 没人比你更合适 不等上官清玉再次开口 又开口补充道 对了 此玉侠回去再打开 切剑 话落 未听主已飘然离去 见此 上官清玉望着面前的玉侠 美眸中闪过一丝犹豫之色 而后先先玉手一挥 玉侠被他收起 他知道 一切皆是楚殿主的缘故 不然 单凭楚道风突破元殷境 这些修为更加高深的元殷真君 也不会降临此地 即使同道修士想要结识 也只会上门拜访 更不用说 像如今这般与诸多金丹修士 共聚一堂 对于元殷真君而言 等同淤尊降贵 更不用 还带着贺礼 毕竟 这仅仅是一次宴会 可不是元殷大典 根本无需准备贺礼 也只有楚殿主 才有这么大的面子 这些事情 上官清玉自然清楚 甚至他猜测到 这些来宾都带了贺礼 不过殷楚殿主还没到 所以 这才没有送贺礼 当然 此次宴会的主人公 楚道风没出现 也是因素之一 不过 占据的成分 估计小得可怜 很快 上官清玉 收敛好心中情绪 继续接待来宾 随着一位位元殷修士降临 宴会上更为热闹了 当然 都是金丹修士 不断在请教这些元殷真君 正因为 这些早早来临的金丹修士 也发现了 今日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真君 特别合约 也特别好说话 如同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同样 这些金丹修士 也知道 这是看在哪位的面子上 虽是如此 但也没有一位金丹修士不识趣 询问一些不该问的隐秘 这点 他们也都清楚 因此也很实确 仅仅如此 对于这些来恭贺的金丹修士而言 便是极大的收获 来一遭 绝对是划算 平常时刻 可没有真君 解答他们修行路上的疑惑 单是这一点 他们也极为感谢楚道锋 与上官清裕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空中弥漫的淡淡薄雾 逐渐消散 一缕缕阳光洒落在浩瀚的仙城中 给整座仙城 披上了一层金色外衣 粪外迷人 此时 宾客已全部来临 就在这时 一声带着喜意的声音传来 多谢各位道友屈尊将领 本君不胜荣幸 寻生望却 只见一道修长的身影 显露出来 而后笑盈盈地踏入大厅中 欠慈 大厅中那些金丹修士 纷纷停下手里的动作 恭敬地向来者 行了一礼 开口喊道 拜见 楚真君 诸多金丹真人 也只有一道倩影 目光柔和地望着来人 在高呼拜见声中 此道倩影极为显眼 但没有一位修士开口呵斥 即便 强大如斯的原音真君 也只是带着笑意地看着 见状 楚道锋温柔地看了一眼上官清裕 微微一笑 汗手点头示意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诸多熟悉的金丹修士身上 这些金丹修士 曾经都是他比较熟悉的朋友 当然 大多是他多年来结识的泛泛之交 以及来先蒙城执行任务的同门 对于他们来喝 楚道锋并不感到意外 其中 少部分为狐朋狗友 这些修士 几乎都是宗门内 之前的师兄弟 也正因没有彻底断交 这才来喝 何况 这些狐朋狗友 对他向来都是满脸和气 虽然这些年联系较少 但得知他突破消息 也在情理当中 如今 楚道锋看到他们齐刷刷的拜见于他 在这一刻感受了金石不同往日 同样 楚道锋也感受到了真君之位的尊荣 今后这些曾经相熟的朋友 若不能突破当前的境界 也将无相交的机会 瞬间 刚刚出关的楚道锋 便体会到地位变化 而带来的别样区别 种种感慨 在他心头刹那闪过 不过原音镜的神思反应 确实是金丹修士无法比拟的 看似楚道锋感慨万千 但也不过是呼吸不到的时间 而后他压下心头杂念 面带微笑 伸手虚浮道 诸位都是我楚某的朋友 不必如此客气 快快请请 说话间 一股柔和之力 将躬身行礼的诸多金丹修士 浮起 接着又是一阵道谢声 在大厅内响起 就在这时 一位为原音真君 也随之站起身来 笑着与楚道锋打着招呼 见此 楚道锋也面带笑意地回应着 而后携带着上官清玉 一起向那些原音真君一一叙旧 很快 楚道锋与上官清玉来到 执掌灵讯厅的齐真君面前 这便是清玉吧 齐厅主面色合跃地 望着上官清玉说道 见此 上官清玉也没有失礼 随即行为一礼道 清玉拜见真君 无需多脸 齐真君伸手虚浮道 闻言 上官清玉汉守清点 而后侧身后退一步 将主场让开 对此 齐真君也没有在意 此女的性情 她倒是了解一些 这时 楚道锋笑着开口道 齐师叔不要见怪 清玉性情一向来如此 不过师叔许久不见 修为越发惊深了 突破原音后期 那是指日可待啊 那就见你急言了 齐真君笑着道 不过日后 你可要改称呼了 如今你已突破之原音境 你我师兄弟相称便好 坏了规矩便不好了 师叔哪里话 你与我爷爷平辈 若你我师兄弟相称 岂不乱了辈分 这可万万不能 楚道锋连忙开口拒绝道 注意到楚道锋 目露真情实意之色 齐真君心里颇感欣慰 然后笑着道 道锋 你有这份心便好 修仙界向来以实力为尊 备份各论各的 楚师弟 这时就这么定了 不错 这时 一位监察殿的长老面 带微笑地走来 一边走着 一边说道 楚师弟 宗门内的规则向来如此 当年本君出入原音境 也如师弟这般 总感觉不合适 时间一长 便习惯了 见到来人 一直充当透明人的上官轻裕 默默地行了一礼 而那位原音真君 也是点头示意 接下来 三人闲聊了片刻后 楚道锋带着上官轻裕 游走在诸多原音境修士中 而称呼的改变 也逐渐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正在与楚道锋闲聊的 那时唐方真君 好似想到了什么 而后又瞥一眼上官轻裕 随即嘴角微动了几下 瞬间 谈笑欢声的楚道锋 其眼眸深处 闪过一道凝重之色 紧接着 楚道锋向身侧的上官轻裕说道 我跟方兄有事相伤 你在这边招待一下 而后 他又向几位原音修士 打了一个招呼 与方真君一道 来到了顶楼的某个包厢中 阵法开启 两人落座后 楚道锋连忙问道 方兄 你说的可是真的 闻言 方唐主给了楚道锋 一个肯定的眼神 而后道 确实如此 之前执行任务之时 本唐主也不幸 此次运到如此之后 居然得到了 妙丹真君的乙辅地图 那方兄可曾亲自探查过 楚道锋立即问道 妙丹真君 那是一个明镇修仙界的大能 虽修为止是原音中期 但此人炼丹造诣及其惊人 在当时无人出其用 放到现在 也是屈指可数的炼丹宗师 可见 此等存在的乙辅 必定有价值不菲的灵物 关键的是 乙辅中极有可能存在破音丹 正因为 妙丹真君对炼制破音丹 极有心得 虽不能说 每次出手炼制 都有百分百的把握 但十次至少能成八九次 从无例外 近乎九成的成功率 使得他声名大噪 也让他受到诸多势力的极力追捧 在当时 不知道有多少势力 曾邀请妙丹真君炼制 破音丹 即使是一些顶尖先门 也有邀请妙丹真君炼制 可见 破音丹在衣服中的可能性有多大 也难怪楚道锋 如此急迫 虽然他虽然突破了 但上官轻欲还驻足在金丹大圆满之境 不得寸步 而且 此等炼丹宗师的仪府内 定有精进元英初期的灵丹妙药 这一点 楚道锋心里极为肯定 可见 这道消息对于楚道锋 造成了多大的震撼 另一边 方唐主注意到 楚道锋语气中微妙变化 叹息了一声道 去过 但是无功而返 听闻此言 楚道锋心头一动 而后道 南部成方兄只得到了仪府地图 并无出入阵法的信物 不错 方唐主点了点道 因此 本君也只能强行破阵 可惜却是失败了 不知在仪府的阵法 虽时间久远 阵法未能也随之削减 但可惜的是 仪府阵法过于强悍 哪怕微能减弱 也不是我一人便能攻破的 以本君姑策 至少还需要一两位元英修士相助 方可有望破除仪府大阵 正好此次你突破元英境 而且你对上官轻欲的心意 本君也看在眼里 若能在仪府中获得破英丹 也算是本君对你们的一点心意 闻言 楚道风谋中流露出感激之色 而后开口道 多谢方兄 道风代清誉 先行谢过了 楚道风明白 这等机缘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到的 即使原因修士一生都难以碰到 能将如此珍贵的机缘告诉于他 从中也能看出方唐主对他的信任 毕竟 此等机缘 即便是父子 道理关系 寻常修士也不会开口相告 而是藏在心中等待合适的机会 当然 其中也有他爷爷的关系在其中 而且占据极为重要的成分 不然 即使方唐主平时待他极好 也不会轻易相告 无需如此 端坐在椅子上的方唐主 罢了罢手道 反正本君自从踏上先徒 都是独身一人 若有破英丹 本君也用不上 倒不如成全你们 话到这里一顿 而后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仅仅我们两人 或许无法破开一辅大阵 无功而返的可能也极大 道风 不如等宴会结束后 与楚殿主商量一番 请他出手如何 本君相信 由楚殿主出手 定然万无一失 不知道 风你觉得如何 显然 为了保证此行的安全 方唐主早就起了这个念头 由他开口 当然不如楚道风出面 毕竟 楚道风可是楚殿主 最为宠爱的后辈 当然 也不能说是方唐主算祭楚道风 不过是顺水推舟之事 而且 这也是方唐主修炼上千年 炼旧的一身本能 让爷爷出手 楚道风心中一凉 这话可不好接啊 他心里清楚 现在的楚殿主 可不是他爷爷 而是成不争变换冒充的 而且 因上次在仲华殿内 动用本源珠内的力量 使得本源珠内的力量大减 虽不知成兄如何 一直维持至今 但他知道 一旦动手 身份必定会败露 到时候 成兄这些年的辛苦付出 将会白费 因此 楚道风清楚 成不争不可能 以爷爷的身份出手 所以 方唐主没好打算 也只能落空 但此间密室 也不能明言 瞬间 楚道风念头飞转 一道灵光 在他心头乍现 似乎在这刹那间 他找到了一个 完美的推迟借口 旋即 楚道风心中 阻止了一番言语 而后面路难色道 方兄 你也知道我爷爷任气将至 不瞒你说 此次爷爷早早破关出 不顾破坏监察 电力带惯例 与赵富店主夺权 表面上是为了我 害怕失去店主之位 今后无法兑换 盗住我突破的资源 更深层次而言 我也不过是幌子 其实我爷爷 想在最后几十载内 想尝试一下 突破画神之境 这些年 想必你也注意到了我爷爷 不断接取任务 积攒贡献点的举动吧 其实他就是想再拨一次 这些 方兄你心里 早该有了一点猜测了吧 听闻此言 方唐主也明白了 楚道风话中的潜意 同样 他确信之前的猜测没错 不然 这些年储店主 也应该停止接取任务 而是将权力交接 显然 并没有 一切还都是已如网般 意图也很明显了 不过话说回来 楚店主不出手 那请何人 与他们一起探险呢 毕竟 在监察店中 交情甚好的原因修饰 人数并不少 请他不请你 万一日后知晓 这将是无形的裂痕 而且人数越多 虽然安全系数将会拔高 但收获定会大大减少 这是毫无疑问的 沉吟了片刻后 方唐主直接向楚道风 道出了心中的为难之处 听闻此言 楚道思索了片刻后 这才开口道 方兄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不如你我先行查看一次 联手之下 看看是否能撼动阵法 若是不能我等回来 再斟酌一番 若是有机会破除已辅大阵 你我先行试探一次 危险小 自然皆大欢喜 若是我等无法应对 到时候是全住 还是购买宝物应对 看情况待定 方唐主闻言 沉吟了一会儿 而后道 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少清之后 方秦好似想到了什么 接着道 道风为了不伤你我的和气 本君还是先将收获分配说好 方兄这就不必了 楚道风连忙道 若有破阴丹 道风已心满意足 哪里还敢奢望更多 显然 在楚道风心里 只要有破阴丹 已是极为满足 从中也能看出 他对辅助突破原因境 类似破阴丹般的 灵丹庙药可求 对于楚道风的反应 虽然他心里颇感安慰 但还是坚持到 无规矩不成方圆 探寻衣服有极大的风险 岂可这般而戏 见此 楚道风刚想开口 却被方堂主直接打断道 你无需多说 听我安排便是 若在衣服中 获得精进元英初期的灵丹 尽归于你 若有精进元英中期的灵丹庙药 这些本君用得上 就不做分配了 至于精进元英后期的灵丹 估计没有 毕竟内妙丹真君 也不过是一位元英中期修士 所以有精进元英后期的灵丹 概率不大 若有此等灵丹庙药 按照价值评分 至于其他宝物 则按需分配 如何 道风在这里 先行谢过方兄了 楚道风神色正中道 他清楚 看似方堂主占据了很大便宜 但实则上 已让力很多了 毕竟 方堂主不但是一位 元英中期修士 而且还是乙辅的发现者 乙辅地图也在他的手中 而他呢 不过是一位 刚刚踏入元英境的修士 修为 修为相差甚远 战力更不用谈 而且一般的探险队伍 发起者至少要占据五成以上 若是再加上高深的修为 以及探险途中的贡献 那将更多 因此 方堂主可以说 已经很慷慨了 另一边 剑楚道封面路感激之色 方真君罢了罢手道 无需如此 反正这些宝物 本君也用不上 不等楚道封 再次开口 哟 到 走吧 今日 你这个主人翁 可不能离开太久 楚殿主估计 也差不多要到了 话落 方堂主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欠此 楚道封也随之站起身来 向包厢外走去 大厅中 热闹非凡 上官小友 楚道封何时举办元英大典啊 不错 本君也颇为期待 仙家大宗的盛事 老夫还没有见识过 到时候楚道封的盛典 可不能忘记我等啊 一位为元英修士 面带笑 欲望着一脸清冷的上官清玉 笑着询问道 听闻此言 上官清玉虽面色平静 但心里却是一阵为难 虽然他心中猜到 楚道封近些年 不可能举办元英大典 但此话却不能 由他宣之于外 即使举办元英大典 邀请谁也是由宗门 与楚道封商量 他也无法做主 因此 他也无法应答 万一要是出现了意外 落了这些元英修士的面皮 无论是对谁而言 都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 今日的宴会中的元英修士 除了楚道封的同门外 还不少是散修 而眼前这些元英真君 多是散修 就在上官清玉感到为难之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让各位道友失望了 近些年 元英大典 暂不举办 寻声望去 只见楚道封面 带笑意向这边走来 他一边拱手示意 一边笑着道 同时 他还向上官清玉 使了一个眼色 见此 心中暗松一口气的上官清玉 向那几位元英修士 行了一礼后 便招待起那些金丹修士了 毕竟 招待元英修士 他一个金丹修士 有些利有不及 而那些元英静散修 对于上官清玉的离去 也没有在意 目光都放在了迎面走来的 楚道封身上 这时 其中一位元英修士 眸中闪过一丝狐疑之色 笑着道 楚道友 此等盛世 应该越早越好 怎可往后推迟啊 紧接着 其他元英修士纷纷道 是极 难不成还有比 元英大典 更重要的是不成 同样 大厅内 那些耳目聪明的修士 听到此声 虽看似在与同伴交谈 但他们的目光 却在不经意向这边看来 显然 这个消息 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见此 楚道封轻笑了一声道 诸位多想了 在下准备 元英大典 与双修大典 一起举办 所以 这才要推迟一些年 到时候 诸位道友可不要吝啬合理啊 哈哈 还是楚道友想的长远 到时候 本君绝不差事 不错 我等自亏不如 放心好了 双份贺礼 我等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同样 大厅内的诸多元英修士 露出会心一笑 至于 那些金丹修士 虽表面上也是笑意盈盈 但心里早就流下了羡慕口水 一时间 大厅内充满了欢笑之声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楚殿主来了 听闻此言 大厅内的诸多修士 齐齐向外望去 只见大厅外 走来一尊高大的身影 身穿黑底金纹衣袍 斜刻着古老符文 衣袖处 袖着紫色的酒叶草 看起来极为尊贵 肃木 不错 这正是监察店 店主服饰 由此也能看出 楚店主 对于今日宴会的看重 而且 楚店主脸上 也流露着银银笑意 能看出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很明显 楚店主对于楚道风的突破 极为高兴 不然也不会如此 同时 大厅中的诸多修士 不管是金丹修士 亦或者是原音真君 在这一刻 齐齐站起身来 恭敬地行了一礼 属下拜见店主 晚辈拜见前辈 略有些不整齐的恭和声 在大厅中响起 见词 楚店主身手虚伏 脸上带着盈盈笑意道 今日乃是本座的 孙儿荣登 原音之境的大喜之日 主委无需多礼 快快请起 听闻此言 楚道风脸上 虽是满满的笑意 但心头却是郁闷之极 成兄这是找到机会 就占我便宜啊 虽是如此 但他还是走上前来 来到爷爷身前 笑着道 爷爷今日来得有点迟 若没有一份 让孙儿满意的礼物 我可不依 闻言 上官清玉望着楚道风 美眸深处 闪过一丝责怪之意 他知道 楚道风早就不满城不争 不时地占他便宜 但今日这个场合 却是不合时宜 不过上官清玉也清楚 道风也不会太过 只想让程师兄出一点丑而已 希望成兄能化解吧 上官清玉心里泥难道 同时 大厅中的诸多修士 对此也是目录笑意地望着 也极想知道 楚殿主会赐下什么宝物 毕竟 楚殿主可是原因大圆满修士 只差一步便能登临修仙界中的至尊之位 因此 出手自然不凡 顶着楚殿主样貌的成不争 笑盈盈地望着楚道风 他心里自然明白楚道风 不满他光明正大的占他便宜 所以这才如此 这点 双方早已心知肚明 对此 成不争也早有预料 只见他脸上的笑意收敛 满脸严肃 有些恨铁不成钢道 你还好意思要赏赐 你想想 为了你能突破 浪费了多少宝物 耗费了老夫多少贡献点 换头猪 也能突破 若你能早点突破 省下这些宝物 说不定老夫的孙媳妇 今日也能突破 说到这里 楚殿主望向上官清玉 叹了一声气道 清玉 老夫的孙儿对不起你 望你见谅 这件中品法宝 留给你护身吧 说话间 成不争身手一番 一条散发着 动人心魄的黑色锁链 犹如灵蛇一般 穿梭虚空 飞到上官清玉面前 见状 上官清玉顿时 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没想到吃瓜 吃到了自己身上 不过 当他望着面前的法宝 眸中闪过一丝犹豫之色 此时 楚道风也刚从 突然的训斥状态中 回过神来 他没有想到成不争 会来这一手 但面对这种情况 他也只能默默承受下来 不过当他注意到 上官清玉犹豫不决时 连忙开口道 清玉 快收下 不要辜负了爷爷的心意 闻言 楚殿主 瞥了一眼楚道风 冷声道 要你多嘴 而后他也不管楚道风 略显僵硬的笑脸 收回目光 重新落在上官清玉身上 此时 楚殿主似乎知道 上官清玉心底的犹豫 老脸上再次展露出和月之色 轻声笑道 收下吧 语气极为温和 与刚才训斥楚道风的模样 完全是两个嘴脸 见词 上官清玉心底也清楚 这是成不争对道风的反击 他犹豫了一会 伸出先鲜御手 结果面前的法宝 而后柔声道 多谢殿主 虽然上官清玉 收下了此件法宝 但他心中 已决定等宴会散场 众将建法宝 还给成不争 实在是 这件法宝太珍贵了 他也无法后颜收下 楚殿主扶过胡须 颇感新味道 这个称呼 老夫不喜欢 还是爷爷更顺耳一些 这时 那些原音修士 也清楚上官清玉 已被楚殿主认可 不然 也不会在如此正中的场合 说出此话来 更不用说 将一件极为珍贵的法宝 赐给上官清玉 一切 早已说明问题 玄疾 大厅中的诸多原音修士 脸上带着笑意 纷纷附和道 是不如爷爷顺耳 哈哈 是急 上官小友不如叫一声 让我等听听 早叫晚叫 都是迟早的事 一时间 大殿内充斥着一道道 调侃的笑声 即使那些金丹真人 虽没有开口 也不敢放肆 但眼眸中笑意 也看出莫名的意味来 同样 楚道风心底的郁闷之意 也一扫而空 带着期盼之意 望着上官清玉 显然 他也颇为期待这一幕 这一刻 上官清玉 虽玉脸上没有丝毫波动 如往常一般 保持着清冷之色 但心底 恨不得将成不争撕碎 就连之前准备 将这件中品法宝 还给成不争的打算 也险些收回 气人 实在太气人了 嗯 楚道风也不是个好东西 跟程师兄 都是一路货色 心中气急 但又无法发泄的上官清玉 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正在吃瓜的楚道风 虽眼神看似有些凶狠 但更多的是 恼怒成羞之意 这从上官清玉 那晕红的耳根 就可以看出一二来 虽是如此 但楚道风 丝毫没有在上官清玉 投来的眼神 反而带着满脸的笑意 回望着 注意到此番细节的程不争 心底暗乐了一声 楚道风回去后 应该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紧接着 装作好人的程不争 轻描淡写地转移话题道 上官小友的性情 老夫也了解 诸位道友 不要为难一个小女娃了 都入席吧 对此 诸多原因修士 也停止了调笑 而后笑着道 是急 还是店主通情达理 店主 这边请 至于那一众金单修士 也收回了目光 他们可不敢违背 楚店主的心意 旋即 楚店主 在诸多原因真君的簇拥下 向大厅正中 那空置的主位方向走去 另一边 楚道风刚想随之离开之时 只见上官清玉 面色清冷地来到楚道风身侧 一只仙仙玉手伸手 使劲一旋转 腰部传来一阵酸痛 而后上官清玉 仿佛无视人般 从楚道风身侧走过 若不是腰间传来那 极为清晰的酸痛 楚道风还以为是错觉一般 见词 楚道风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清玉这是生气了 不过他感觉好冤枉 一切都是成不争的错 怎么能怪到他的头上呢 一股委屈之意 在他心头弥漫 虽敢委屈 但为了将来能有个安稳日子过 他决定还是收起委屈 哄好再说 旋即 楚道风三步并两步 来到上官清玉身侧 扫尸一圈后 开始低声下气地哄起来 这一刻 楚道风丝毫没有一位 原音老祖的威士 与之前的舔狗模样 一般无二 显然 即使有如今这般修为 楚道风对上官清玉的心意 也没有丝毫改变 从中也能看出 楚道风有多么心疼对方 如此深情 也难怪 他能打动上官清玉那颗 被冰封的芳心 很快 大厅中的诸多修士 纷纷落座 金丹修士 围惧成一桌桌 位于外围 而后原音修士的一桌桌在内围 至于 监察殿以及修为高绝的原音真君 都与楚殿主成一桌 区别很明显 从中也能看出 在修仙界中不管在哪里 修为才是尊严 颜面 玄疾 成不争撇了一眼楚道风 开口道 开席吧 是 很快 早就做好准备侍从 端着一个个托盘 从外面走来 期间 一位位金丹修士 纷纷走来向楚道风道贺 在楚殿主的见证下 送上了一份份贺礼 由外围的金丹修士开始 一直到内围的桌上的原音修士 贺礼那是越送越贵重 由此也能看出在修仙界中的背景 也是极其重要的 否则 楚道风今日断然不会有此收获 当然 成不争作为楚道风的爷爷 分寸也是拿捏得极好 金丹修士 一桌敬一次酒 而原音修士 则一人敬一杯 作为此次的主角 楚道风在席间那是意气风发 对于敬酒者 那是来者不惧 期间 上官轻欲也难得破一次力 随着楚道风向诸多来宾敬酒 无论是金丹修士 亦或者是原音真君 没有拉下一位 很快 大厅中 弥漫着一股股浓郁的酒香之味 直到入夜十分 此次宴会才彻底结束 随着一位位修士的离去 大厅也逐渐变得空旷起来 最后 大厅中 只剩下两道身影 这时 送完最后一位宾客的楚道风 也回到了大厅中 可送离了 楚店主望着楚道风 笑着问道 闻言 楚道风点头应了一声 一股坐在椅子上 目露无奈之色 瞥了一眼诚不争 那就回去吧 诚不争淡淡道 这时 上官清玉伸手一番 一条小巧玲珑的黑色锁链 缭绕着洞彻心扉的寒意 出现在他面前 随即 他轻声道 这件法宝 我不能收 见状 诚不争霸了霸首道 收下吧 这件法宝 就当是提前送给你们的贺脸 可是此宝太贵 不等上官清玉说完 就被楚道风打断了 清玉收下吧 区区一件中品法宝 对楚店主而言 可不算什么 楚道风嬉皮笑脸地说道 上官婉婉 直接无视了楚道风的言语 依旧看向诚不争 但见到对方眼眸中的坚定之色 他便清楚 这确实是诚不争心意 而不是推迟之言 关键的是 上官清玉也清楚 对方绝不可能收 上官清玉沉吟了一会儿 然后郑重道 多谢店主 显然 向来清冷异常的上官清玉 言此简练 也说不出让人动容的话来 只有最为朴素的一句道谢 但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程不争却是感受到了 见状 程不争罢了罢手道 无需如此 这份贺礼 早晚也是要送的 何况楚兄如今 也突破了原音境 这是应该的 上官清玉文言 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时 一旁的依靠在椅子上 皮懒样子的楚道风 站起身来 看向上官清玉 温柔道 清玉你先回去吧 我如今刚刚突破 正好向成兄请教一些事 上官清玉袖手清点 随即与程不争告辞后 便向外走去 程不争望着离去倩影 而后目光落在了身侧的楚道风身上 眸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显然 他也明白 刚刚突破的楚道风 想要请教何事 毕竟 当年他刚刚突破 也是如此 旋即 程不争轻笑了一声道 走吧 这里也不方便 话落 他直接向外走去 见状 楚道风心里暗叹了一声道 成兄行事还真是缜密 随即 他紧跟着程不争的步伐 向先蒙总部方向走去 不多时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了监察店的主店中 同时笼罩此方大店的阵法 再次开启 少清 两人分别落座 旋即 楚道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向程不争寻 问起源音境修士 需要注意的地方 闻言 程不争也没有意外 之前在酒楼中时 他便想到了 不然 楚道风也不至于宴会一结束 他就火急火燎地向他询问 就在这时 楚道风谋中闪过一道思索之色 直接传音问道 程兄 四阶功法的核心 可是元音乎西数 在下发现 无论是四阶功法的周天运转线路图 还是大周天形功法 虽于比三阶功法要晦涩玄妙 但本质上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听闻此言 程不争面露肃穆之色道 不错 正是如此 元音修 想要发挥正常战力 精进修为速度 以及服用炼丹 等等修炼所需 四阶功法必不可少的 不然 丹是恢复法力 便需要漫长的时间 更不用说精进修为了 而四阶功法能将吸纳的灵气 呈十倍 百倍的增加 关键正是在于元音乎西数 功法中配套的元音乎西数 越是玄妙 振服倍数也越厉害 说到这里 程不争又补充了一句道 不过 楚兄你可要切记 万不可将功法中的元音乎西数 更换到另一门功法中 哪怕功法属性相同 品皆相同 也不能如此 每门功法运转周天的法门 都与配套的元音乎西数 有极大的关联 若是贸然更换 定会反噬其身 伤及修饰本源 程不争特意点出功法禁忌 就是生怕楚道峰不知轻重 将两门或者多门 功法优点特性 结合在一起 毕竟 有些功法运转周天的法门 极具玄妙 但配套的元音乎西数 不如一些正常功法 反之 亦有些功法中 元音乎西数悬傲异常 但配套运转新号新号新号门 极为寻常 所以 一些不知四阶功法禁忌的修饰 但有多门功法在手 出入此境界元音修饰 极具冒险意识 导致伤及本源 从而耽误多年的时间 用来疗养本源伤事 而楚道峰 恰好符合以上这些条件 毕竟 他的爷爷可是监察店的店主 有几门 四阶功法很正常 而且也是刚刚踏入此境 再加上 楚店主已闭关多年 极有可能没有对楚道峰 提及过四阶功法禁忌之事 虽诚不争 不知道他手里有几门四阶功法 但绝对有两门以上 为防止万一 诚不争 这才特意出言提醒 另一遍 楚道峰听闻此言 面色凝重了许多 他没有想到 四阶功法 还有这些禁忌 也幸亏 他刚刚突破成功 还没有琢磨这些事 若不然 定要吃个大亏 而后 他面露肃穆之色 多谢成兄告知 此禁忌 再下定谨记于心 紧接着 楚道峰又向诚不争询问起 在原音镜修炼时 有哪些禁忌 而诚不争 也没有保留自己的心得 直接将原音镜修行 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一告诉了他 并且详细道出因果关系 以及本质关系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两个时候后 楚道峰也算是对原音镜修炼 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了解 不过他还没有正式修炼 刚刚才对撤此境的根基 倒也没有修炼上的问题 对此 成不争也没有在意楚道峰指 询问修行上的禁忌 而没有询问其他原音镜的常识 原音镜的常识 对修士在外行走 可是有极大的作用 但对方没有询问 成不争也了解 毕竟 楚道峰身为楚殿主最宠爱的后辈 所触及到的层次 可不是之前的他 所能比拟的 因此 这些常识 或许楚道峰早在金丹镜 便已掌握得极为详细 就如 有关禁忌海之事 哪怕身为白云门的中老祖 都没有楚道峰知道的详细 那时 楚道峰也不过是一位金丹修士 从中也可以看出 楚道峰触及的知识面之广 甚至现如今的他 都有可能比不了楚道峰 该因如此 楚道峰这才只询问了修行上的禁忌 而有关常识问题 只字不提 所以 成不争也不现丑了 玄疾 楚道峰与成不争嫌聊了一会后 便告辞离开了 送对方离开后 成不争也出了此座大殿 将此行的任务完成交接 今日他回到仙蒙城后 并没有如往常班 第一时间交接任务 而是参加了楚道峰的宴会 一直到现在 而那条中品锁链法宝 便是此行的战利品 当然 除此以外 还有些额外的收获 不过价值无法比拟 此件中品法宝便是了 不多时 成不争带着收获的喜悦心情 回到了主店 而后又开始处理起 这些日子以来 遗留下的证物 就在成不争批试预检之时 楚道峰也来到了某座洞府前 洞府呢 一道倩影正端坐在椅子上 而他的眸光 落在了大厅门口的那层光幕上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这时 那层光幕荡漾着淡淡的波动 下一刻 一道身影出现在上官清玉的眼帘中 见此 上官清玉站起身来 曼妙的身材也随之展现 随即御手一挥 一只储物袋出现在桌面上 而后淡淡道 道峰我先回去修炼了 显然 楚道峰经过这些努力 虽赢得上官清玉的放心 但还没有彻底将对方拿下 否则 上官清玉也不会说出如此话来 对此 早有有些习以为常的楚道峰 并没有如往常一般印刀 而是上前几步来到上官清玉面前 拉着他的手坐下 笑着道 你就不想看看 今日宴会收的贺礼 有哪些宝物吗 说着 他不由瞥了一眼桌面上的储物袋 而后接着道 说不定 今日来附会的原音修士 所送的贺礼中 就有辅助突破原音镜的宝物呢 即使是破音单 也不无可能 毕竟今日来附的原音修士 有不少是散修 或许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大出血 这也说不定 文言 上官清玉美眸中 闪过一丝笑意 柔声道 那等灵物何其珍贵 怎么可能有修士将这等宝物 拿来送人 以切身孤策 这些贺礼 不可能有成师兄送的贵重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楚道峰近些年一直在关闭中 甚是想念上官清玉 自然想借此机会 好好陪陪对方 哪怕不能做些少儿不宜之事 单单地陪伴他 已很满足 因此 楚道峰装作有些不幸 道 世上哪有绝对之事 若有万一呢 听闻此言 上官清玉也猜到了楚道峰的心思 也打消了回洞府打磨根基的念头 同时 他也对这些造型各异 大小不一的玉匠内宝物 感到好奇 这等同 成不争钱是那些女人一般 明知道里面快递盒子是什么 但总有种莫名的好奇气感 同样 上官清玉也知道 这些玉匠内灵物 不可能有他想要的宝物 但心中还是生起了一股淡淡的好奇 楚道峰对上官清玉性情可以说是 了如指掌 自然也知道 上官清玉清冷性子中 带有一点点好奇之心 只见他伸手扶过桌面上除物袋 灵光微微一闪 下一刻 桌面铺满了大小各异 造型不一的玉匠 有长方形 正方形 菱形 总之 满满当当地将桌面占满 显得颇为紧凑 玄疾 楚道风啸盈盈的望向上官清玉 伸手虚影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来 完全没有一味原音真君该有的样子 与之前相比 更显得顽皮一点 见此 上官清玉美眸中的笑意 更为明显了 不过他也客气 先先玉手一点 一抹灵光 落在长方形的玉匠上 下一瞬间 封印在玉匠上的灵符自动脱落 化为一点火光 消失不见 啪 玉匠自动打开 显露出一只根须完整 通体血红 犹如一条灵蛇般的灵餐 赤蛇血灵餐 此灵餐属于天才地宝一级的灵药 在此等品阶中 虽不是顶尖灵药 但也价值相当不菲 显然 这是为金丹修士所送的礼物 原音修士出手 可不会如此小气 也不符合身份 细细望去 贴近玉匠内壁 还有一块玉剑 剑词 上官清玉伸手一招 玉剑飞入他的手心中 此玉剑内 记载着某位金丹修士的贺词 少卿 查看完毕后 上官清玉将手中的玉剑 递给了身侧的楚道风 而他继续开启盲盒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块块玉匠都被打开 一种种灵丹妙药 珍稀灵矿 灵雾 展现在他们面前 而上官清玉 打开这些玉匠后 美眸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虽没有助他突破的宝物 但上官清玉 还是继续兴致勃勃地 开启着剩余的玉匠 即使里面装着天地奇珍异极的灵雾 也没有让他多停留一眼 显然 他只是沉浸在开盲盒的乐趣中 并不在意里面宝物 当然 天地奇珍异极的灵雾 在诸多灵雾中 也仅仅有几样 这几种天地奇珍灵雾 都是监察店中几位掌管实权 有水丰厚的原因 真君所送 至于 美快玉匠内的玉剑 上官清玉橱 开始查看了几块后 后面玉匠中的贺词玉剑 都被他扔给楚道锋了 洞府大厅中 此时 两人分工极为明确 上官清玉 负责开盲盒 应该是说 开启玉匠 而楚道锋则查看玉剑 将送礼的修饰 一一记在心中 时不时的温柔 看了一眼兴致勃勃的上官清玉 一时间 洞府中 气氛极为温馨 和谐 不多时 铺在桌面上 大小不一 造型各异的玉匠 全部被打开 有玉匠中放置着长颈玉瓶 大度圆瓶 等等 这些玉瓶中 都是装着各有神妙的灵丹 最有意思的 其中一只长颈玉瓶中 居然装着一粒 造化运胎丹 造化运胎丹 虽是一类辅助类的灵丹 但价值绝非寻常 也极为罕见 服下此灵丹 有极大的概率 但下身具灵根的婴儿 看似不起眼 但价值极大 正因为 修为越高 越是难以繁衍后代 若是双方都是修为高深的修士 那几率更小 即使侥幸中得万分之一的几率 那繁衍出的后代 虽比寻常修士繁衍出来的生命 有灵根几率要高 但也不能保证有灵根 灵根天成 乃是天道造化 那是无形铁律 也是规则 不过此灵丹 却能大大提高这一几率 从中也能看出 此灵丹的珍贵之处 虽是如此 但这里灵丹的出现 也使得楚道风 再次遭受一次神通绝技 九阴白古爪 其余玉霞中 也有各类灵物 有稀缺灵矿 也有威能 强大的俘禄 还有夏品法宝 其中多为灵财 成品宝物 比较少 此时 楚道风也查看完最后一块遇见 诸多修士送的贺礼 也被他记在了心中 旋即 他扫视了一眼桌面上 被打开玉霞内的宝物 即使那几件天地奇珍异集的灵物 他的目光都没有停留一丝 一眼过后 楚道风眉头青醋 显然 这些宝物中并没有让上官清玉突破的灵物 虽然之前他也有所预料 但亲自看到后 心中难免有种淡淡的失落之意 注意到楚道风此番表情 上官清玉柔声道 这些资源 交换后足够你修炼一些年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可是 不等楚道风说完 上官清玉魔光微动 好似想到了什么 直接打断道 之前爱影厅好像有急事 在你来之前 未听主已将贺礼送给我了 被窃身放在另一个储物袋中的 说不定 有意外惊喜呢 这话 上官清玉也不是安慰楚道风的话 他清楚辅助突破的宝物何其珍贵 怎么可能当贺礼送出呢 最大的可能是一种天地奇珍宝物 但也能助楚道风兑换一些修炼资源 念动间 上官清玉伸手一番 一个方方正正的玉霞出现他手心中 一点灵光 从他白嫩纤细的指尖射出 没入那张封印在玉霞上的灵符中 子 火光闪起 一抹余境飘落下来 啪 一声清响 玉霞自动打开 淡淡霞光 映入两人的眼帘之中 细细望觉 蓄力的霞光 正是从那水晶长瓶中透射而出 子晶藏运落 楚道风无视了桌面上的诸多宝物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只水晶长瓶 嘀呼了一声 而后他望向上官清玉 情不自禁道 清玉 这次你突破有望了 闻言 上官清玉眸中虽带有一丝喜色 最后轻叹了一声 而后摇头道 单凭此宝可远远不够 话落 楚道风轻笑了一声道 紫禁蕴藏路 虽是诸多辅助金丹修士 突破原英宝物之一 也仅能增加不到一成的几率 但若是再加上破英丹 有两种宝物辅助突破 那突破的几率 就会大大增加不少 上官清玉望着楚道风 秀眉轻咒 他可是知道 如今两人已无其他途径 获得这等辅助突破的宝物 不然 楚道风也不会将最后的主意 打到他爷爷万宝殿的权限上 而且现如今 最后一粒破英丹的份额 已被用掉了 换句话说 如今已不能从先蒙的万宝殿中 兑换任何一种辅助金丹修士 突破支援英镜的灵物了 另一边 楚道风注意到 上官清玉美眸中的忧虑之色 随即 他将今日方唐主 邀他一起探寻妙丹真君以辅之事 详细地与上官清玉细说了一遍 这一刻 上官清玉算是彻底明白了 楚道风的底气来自何处 妙丹真君存在的时代 与他们所处时代不一样 妙丹真君乃是中古时代的强者 但一身惊天动地的炼丹先义 到现在还有流传 甚至不少炼丹守闸中 都有此为真君的事迹记载 由此可见 妙丹真君在炼丹世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这等丹道宗师的遗符 确实有极大的可能存在破英丹 若是保存得好 灵丹效果甚至寻常破英丹要好伤许多 毕竟 中古资源比现在要好伤很多 因此 需要灵丹的灵药 远超现在的效果 再加上一些特殊方法的瘟养 灵丹效果大涨 也是极有可能存在的事 瞬间 诸多有关妙丹真君的事迹 浮现在上官清玉的脑海中 紧接着 上官清玉便想到了 此等赫赫有名的炼丹宗师姨府内 必定凶险万分 就在他刚想开口出言阻止时 却被楚道锋连忙开口打断 而后 他将与方唐主商量的后续安排 也告诉了上官清玉 得闻详细的安排 上官清玉这才放下心来 两人温存许久后 这才离开此座洞府 另一边 楚殿主不分昼夜的批示预检 经过一日的操劳 这段时间遗留下来的政务 也被他批示完毕 紧接着 城部侦察看起来 这些日来暗影厅送上来的最新情报 当然 最为关注的是 内饰堂诸多任务中 目标人物的踪迹 可惜并没有 期间 时不时的便有原因真君拜访 这些修士如当初的范云海域 时事先祖老祖一般 都是被先蒙抓住把柄 最后被他批示带定的事件的主角 显然 他们都是为了处理后卫 往监察店网开一面 对此 城部侦也是热烈欢迎 没有 诚意 这些原因修士可不好意思 上门拜访他 这位监察店的店主 虽城部侦在这几日中 忙不得不亦乐乎 但也是真的 没有一点休息时间 白天还好一点 尤其是到了入夜时分 来拜访的原因真君 那是一位接着一位 同样 这也是城部侦这些年 每次完成任务 回归监察店 批示预检时 都会来着吗 木 直到七日后 这一幕 这才彻底消失 紧接着 城部侦开始处理起这批收获 寻常灵物 统统被他换成了灵石 至于精进修为的灵丹妙药 以及能辅助突破的宝物 被他留了下来 准备留给后人 虽然这等灵物较为罕见 但他也用不上 最多只能换灵石 以及等同价值的天才地宝 一级灵物 还不如为后人增加一份抵御 同样 那些具有分离价值的法宝 也被他分离成各种品阶的灵才 忙活了许久 城部侦这才彻底将杂事处理好 旋即 城部侦也没有耽搁 再次到内饰堂接取任务 半个时辰后 城部侦满意地走出了内饰堂 不但因为他接取了奖励颇丰的任务 关键的是 他从之前来拜访他原音真君修士口中 得知了一个任务目标的大致下落 这无疑减去了 他寻找目标人物的时间 紧接着 城部侦直接向仙蒙城 传送大殿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远在遥远之外的晋国大地 某处连绵不绝的山岳之间 忽然雷声大作 天空肉眼可见 般得变黑 乌云汇聚 电闪雷鸣 一条条雷蛇 不断在乌云中穿梭不停 方圆几万里内的灵气 也在这瞬间翻腾不休 受到莫名变化的牵引 无尽细薄的灵气汇聚 化作点点灿烂的灵气光点 每个璀璨的灵气光点 都蕴含了极为浓郁的灵气 无尽蓄力光点漂浮于空 化作一道浩荡长河 向电闪雷鸣的乌云中 汇聚而去 此番异象 不但是附近青木仙城中的 诸多修士 瞧见得清清楚楚 就连远在天边 目光极为犀利的炼气器修士 也注意到此番天照 青木仙城 某座九楼中 诸多修士纷纷一轮道 难不住 青木宗又要出了一位金丹真人 如此浩大的动静 除了突破金丹镜外 还有什么可能 总不能是有道友 突破之柱基7吧 哈 确实如此 听说青木宗连户宗正法 都开启了 或许也有可能是青木宗的老祖 炼制了一尊通天彻地的法宝 这也有可能 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也有可能是青木宗的老祖 炼成了逆天神功 一时间 九楼中诸多修士 纷纷述说着自己的猜测 显然 这些修士都是炼气器修士 见识有限 根本无法确定 这时一位少年修士 瞥了一眼众人 不屑道 这可是金丹修士 突破至元英真君的天照 剑士浅薄之辈 可不要妄言 此话一出 立即得罪了诸多同道 其中一位少年模样的修士 看上去比较年轻气盛 随即立马站起身来 开口道 道友 在下看你也是炼气中期修士 难不成你一人的剑士 还在我等在座所有修士剑士之上 此话一出 立即得到了在场许多修士的附和 从中也能看出 这位炼气气修士 虽有些年轻气盛 但也不是无脑之辈 也不难发现 此话将大厅中的诸多炼气气修士 全部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不错 区区炼气中期小儿 有何等本事 小瞧我等 此言甚善 依我看是这小儿在哗众取宠 这小友虽说有理 但怎能如此坚定 那等存在 可不是我等所能触及的 有理 还是倒有稳重 一时间 大厅内的修士 满是对那口不择言的少年修士 目露讽刺之色 出言也是阴阳怪异 亦或者寒沙摄影 只有那些面容苍老的修士 静静地品着灵茶 微笑地看着 显然 这些见识虽有限 但人情世故极为老辣的老者 老玉 早已放下了无谓之争 有种淡然处之的感觉 不 还有一位少年修士 并没有如那些年轻气盛的修士一样 加入了讨伐的队伍中 反而他与那些老家伙一样 神色平静 极为沉稳 此时 那少年修士 不紧不慢地轻饮着灵酒 目光落在桌面上的菜肴上 但双耳却是早已竖起来 就在这时 那狂妄少年听闻大厅中 诸多修士反驳之言 极为气愤 冷哼了一声道 在下本就是青木宗的外门弟子 我青木宗之事 定然比你们知道得多 说话间 少年修士伸手一抹腰间的储物带 只见一块灵木打造的令牌 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而后向四方晃了一圈 继续道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 见词 一些人既宽广 或有青木宗好友的修士 也认出这令牌的来历 这位小友 还真是青木宗的弟子 不错 在下的好友 也是青木宗的弟子 他的身份 令牌我也见过 跟这一模一样 这么说来 这位小友所言 很有可能是真的 应该错不了 若是真是如此 等青木宗的那位真人突破 一宗双元英 那可是威势大增啊 不错 足以与白云门实力 相抗衡了 瞬间 刚才那些出言的修士 纷纷改变了风向 而那些老辣的修士 听闻此言 眉头不由轻皱起来 若真是如此 晋国的格局 就要发生大变了 之前白云门侵占的资源 青木宗肯定要奋一杯羹 定会波及到 他们这些无依无靠的散修 很快 这些见惯了风风雨雨的老年修士 决定离开晋国 重新换个地方修炼 上次白云门势力扩张 大量的散修受到了波及 最后因此而死 这还是白云门的 另外一个老族远在无尽海 并没有回来坐镇的缘故 不然波及得更广 而青木宗的这位 正在突破真人 可是晋国一旦扩张 定会比上次白云门的动静更大 那波及的范围也会更广 想到这里 那些老年修士 更是坚定了 远离晋国的打算 也就在这时 宛如透明人的沉稳少年 那黑白分明的眼眸中 闪过一道思索之色 不等他多想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如今 你等可愿相信了 青木宗的少年修士 高傲地环顾一圈后 淡淡道 听闻此言 虽然大多修士 恨不得撕碎这小子 猖狂 实在太猖狂了 若不是忌惮他 青木宗门徒的身份 再加上此程距离青木宗较近 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或许也是如此 青木宗少年 才会有如此表现 一点不害怕 诸多练习期修士 虽是如此 但在场的修士 可没有反驳 反而奉承起来 毕竟 他们也想从这 青木宗的门徒口中 得知是哪位金丹真人突破 紧接着 一阵马屁拍的青木宗少年 神清气爽 而后这才道 看在你们如此有心的份上 无便告诉你们吧 听闻此言 大厅中的修士 心底恨不得 将这个装十三的家伙干掉 还无 不过他们心底 就算恨意满满 但表面却没有丝毫异样 反而露出了一副 倾听模样来 见此 青木宗少年 如同高傲的孔雀 颇为满意道 此次突破 乃是本宗的慕容真人 据说此次 慕容师叔组 有极大的概率会成功突破 到时候 本宗的实力 可不会比白云门差 若是诸位道友 有灵根优异的后背 还是加入本宗为好 话落 那青木宗的少年 不等诸多修士反应过来 直接便带高傲之色的向外走去 很快 他出了此座酒楼 而脸上高傲之色 也消失不见 一丝笑意 从他嘴角勾了出来 师兄果然没说错 这装十三的感觉真好 尼南间 他下意识地拍了拍心口 一脸后怕的模样 这份怪异的模样 也能看出 这也是他第一次人前显胜 不过少年修士 想起自己刚才匆忙离开 顿时感觉到后悔不已 应该等众人 吹捧得差不多了 这应该才是圆满 这一点 他可比不上师兄 嗯 这次有经验了 下次应该不比师兄差了 少年修士一边走着 一边暗暗地计划着下次 很快 他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另一边 在青木宗少年 说出慕容真人之时 那极为老成的少年 谋中闪过一道惊讶之色 慕容真人的消息 可是自家长辈 一直要留意的存在 虽不知老祖 一个助击妻修士 为何交代他们 留意金丹真人的情报 但此间定有极大的隐秘 也不是他们这些练妻妻小辈 所能知晓的 但若有重要消息传回 可是有奖励的 想到这里 这少年修士直接结账离开 向仙城之外走去 所去的方向 正是北苍山脉所在 不错 这少年修士 正是晋国三大先宗之一的 北苍门的外门弟子 名幻成长青 也是成不征 遗留在晋国修仙界的 一脉后人 成长青一路毫不停歇 即使如此 也花费了许久时间 这才回到宗门 北苍门 某座洞府中 你说青木宗的慕容真人 正在突破原因境 端坐在椅子上的 中年修士 望着面前的少年 虽神色平静 但心中充满了狂喜 是的 老祖 少年成长青一脸肯定道 听闻的此言 中年修士成名里 轻忽了一口气 而后压下心头 惊喜之情 随即道 将此事细细道来 成名里心里可是清楚 那慕容真人 与自家老祖 是什么关系 若慕容真人突破了 等同他们 这个知脉 将会有一个 极为坚硬的靠山 虽然自家老祖 也是原因修士 但原水可解不了尽可 也正是如此 这才让他如此激动 玄疾 成长青将在 青木仙城中的 所见所闻 一一告诉了成名里 尤其是有关 在那座酒楼中 发生的一切 事无巨细 没有一丝遗漏 文言 成名里沉淫了片刻后 伸手一番 一只长颈玉瓶 出现在他手心中 回秀一幅 玉瓶飘到了成长青面前 而后道 此瓶灵丹 足以让你 修炼之恋奇六层巅峰 算是给你的奖励 多谢老祖 成长青虽面色平静 但眼眸中 还是闪过一丝喜色 可见少年星星 与那些混迹修炼 多年的老油条 还是差了一点 而成名里 对于老祖这个称呼 也是心里一笑 他可是知道自家底细 留老祖上面还一位始祖 虽没见过 但也知道 那可是原因真君 当然 这些隐秘的消息 也只有他知道 如 眼前的后辈成长青 只知道他是家族中的老祖 却不清楚 他们不过是北苍门一脉 只能算一条织脉 在吴静海中 驻击七族人 定然有不少 想到这里 他心头一暗 也为当初的选择 感到后悔 念动间 成名里压下了心头的杂念 随即异性阑珊道 行了 回去好好修炼 争取尽快 突破之恋气后期 可不能落下同辈太多 老祖 长青定不会辜负老祖期望 成长青点了点头 一脸正重道 随即成长青行了一礼后 直接退出了洞府 成名里望着成长青的背影 心里喃喃道 修行不易 灵根重要 但选择也很重要 这些年有闯进的族人 全部死了 不是死在修士的斗法中 便是外出探险中 更多的是 死在了试炼秘境中 没有一位例外 不过几乎都是 练气中期巅峰修士 少部分是练气后期修士 因此 门派也没有过于追究 毕竟 只是练气气修士而已 而大多数在北苍门的后辈族人 在练气中期巅峰 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希望长青的选择 不要像当年的我一样 若是错过最后一次机会 今生也只能当一名 北苍门的修士了 若无机缘 很有可能此生也见识不到 那波澜壮阔的 吴敬海修仙胜地了 当然 每次族人选择之时 他也不会名言 这是族规 上过家族学堂的他 自然明白 城市家族的风气 而且繁俗的族规 同样在成家修仙者有用 正因为 每位踏上仙徒的族人 必须要修炼家族 传承下来的神魂秘书 一旦违反 秘书自动处罚 结果不言而喻 因此 即使他想提点 也不能 想到这里 他也不禁为自己的仙徒担忧起来 如今他处于助激进 在资源贫乏的内陆 根本无法快速精进修为 若是到了吴靖海 再有家族的帮扶 说不定 但一想到北苍门 也需要一位助激七修饰作证 他也暂时放下了心中念头 至少 再没有出第二位助激七族人 以及解决魂灯枷锁 他根本无法脱身 或许借助此次机会 可以向刘老祖询问一番 城民里望着空无一人的大厅 眼眸中闪过一道思索之色 一道道念头 在他心头划过 若是城不征在此地 定会有一丝熟悉之感 不错 城民里正是当年他亲自送他 参加北苍门的升起大会的后辈 也就是那个小胖墩 如今 城民里虽不负之前的圆润 但眉宇之间依旧有当年的影子 不多时 一道流光从北苍门的大阵中 积事而出 冲入云霄 转眼间便消失在天际 看起方向 那正是越国方位所在 然而 就在城民里去往吴靖海报信之时 城不征也来到了任务目标 所隐藏之所 吴靖海 内海 某片海域的云霄中 助力着一道身影 只见他眸中异象闪现 丝丝玄黄之光 在其瞳孔中流转不定 请客间 那不见边际 空无一物的吴靖海 在他的眼眸中发生了变化 好似折叠了空间一般 一座千里大小 形状不规则的岛屿 出现在他的眼帘之中 同时 此座岛屿中 平平无奇的山峰 也出现了在他眼中出现了变化 转变成了一片蓄力的光幕 这便是音乐邪君的洞府吗 程不征望着远在天际的岛屿 心底难难道 不错 音乐邪君 乃是一位原音中弃魔修 尤为精通邪道之术 同样 此邪君 便是他此行的任务目标 总算找到你的藏身之地了 程不征眸中 闪过一道冷力之色 为了追查此修的下落 他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也幸亏之前 音乐邪君 曾出现在黑石中的消息 被他得知 而后根据蛛丝马迹 服以追踪命